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茨维格小说《雷波莱拉》 但偶然事件像金刚钻一样能穿透一切铜墙铁壁 而危险四伏、轨迹多端的命运 常常会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点 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禅言峭壁的大自然的道路 并震撼它的基础 在克莱岑沙的生活里 偶然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 就像他本人不惹人注意一样 是披着一层外衣的 间断了十年以后 国家又心血来潮 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为了精确地填写美人的情况 向各家各户分发了一张极其复杂的登记表 男爵对仆人们那字体难看 仅仅发音正确的书写能力很不放心 他宁愿亲自动手填写表格 为了这件事 也把他叫到他房间里去了 当他问起他的名字 年龄和出生地时 他发现 作为那个地区主人的热情的猎手和朋友 他恰恰常在他那个阿尔卑斯山的一角打羚羊 而且正是他家乡村落里来的一个翔岛 陪了他两个星期之久 令人奇怪的是 说来说去 原来这个祥岛 恰巧还是克莱岑沙的舅舅 男爵的兴致上来了 听音这个偶然的巧合 又谈了好一会儿 谈着谈着 又想起了另一件愉快的事 那就是 他当时正好 在他当厨娘的那个旅馆里 吃过一顿味道非常好的烤鹿肉 所有这一切都是琐事 但由于存在偶然机遇 而显得格外特别 而对克莱岑沙来说 简直就像是一个奇迹 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一个 了解他家乡的人 他站在他面前 脸红红的 心情很激动 笨拙地受宠若惊地弯下腰去 这时 他话题一转 开起玩笑来 他学着提罗尔人的方言 连连问他 会不会唱山歌 是不是像男孩子那样 顽皮淘气等等 最后 因为自己心里着实高兴 他便按照农民最亲切的方式 用手掌 朝他那硬邦邦的屁股上 打了一巴掌 哈哈笑着 打发他走了 现在去吧 亲爱的克莱岑沙 看来还得给你两克朗 因为你是从奇勒塔尔来的 无疑 这件事 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 并不是感情冲动 和值得注意的表现 但这五分钟的谈话 对这个迟钝的人 那鱼一般潜在的感觉的影响 却像把一块石头投进了沼泽地一样 先是渐渐地 懒懒地 形成一些动荡的圆圈 然后 这些圆圈就强有力地拨动起来 慢慢地到达意识的边缘 这个终日闷声不响的女人 多年后 竟然第一次 跟这样一个人 谈到了她自己 命运超出常规 为她做了这样的安排 偏偏是这第一个 跟她谈话的人 这个生活在这 无情的骚乱状态中的人 直到她家乡的山岭 甚至还吃过一次 她亲手做的烤鹿肉 而且 又像年轻人那样 找她的屁股上 来了这么一巴掌 按照乡间的说法 这一巴掌 本是以最简洁的方式 向女人进行试探和求婚 虽然 克莱曾杀 连想都不敢想 现在这位 衣着讲究的高贵的先生 会真的是 以这种方式 向他提出类似的要求 但这种肉体上的亲密举动 确实相当有力地 震动了她那沉睡的欲念 这样 由于这次偶然事件的推动 在她的内心深处便开始出现了一种牵引和运动的过程 她一层一层地移动着 到了最后 一种新的感觉 先是粗线条的 接着便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好比突然意识到 有一条狗活动在她周围的所有那些两条腿的人中间 不料有一天 这些人中的一个竟宣称做她的主人了 从这个时刻起 她就总跟随在她身后跑 向这位命运为她安排的上司 摇着尾巴 火汪汪叫着 表示质疑 她对她将心甘情愿地为命是从 一步一趋地跟随着她的足迹 跟这种情形完全一样 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 渗入了克莱岑沙的麻木不仁的生活范围 从前这个范围里 只有金钱、市场、灶台、厨房和床铺 这五个惯常的概念 没有任何余地 这个新东西要求占有空间 她就干脆用力地把从前的一切东西挤到一边去了 她怀着农民的那种 一旦把什么抓住 就死也不肯放手地占有欲 把这个新东西深深地拉进她的肉体 一直拉到她那充满欲念的 混乱而又迟钝的感官里 当然 经过一些时候 这个变化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最早的那些迹象 一点也不显眼 比如她担男爵的衣服 刷她的鞋子 总是热情洋溢 分外惊心 而把男爵夫人的衣服和鞋帽 全都转给了那个 收拾屋子的使女去照应 另外 时常可以在过道或前世里见到她 刚刚听到门外 门锁啪啦一响 她就赶忙喜滋滋地迎出去 接她的大衣和手杖 或时呢 她加倍上心 甚至特地为了搞到一盘烤鹿肉 不次辛苦地一路打听 去大市场的声道 就是在她那外照的衣服上 也看得出格外细心的真相 过了一两周 她的心感觉的这些最初的苗头 才好不容易 从她的内心世界冲了出来 大概又过了好几周 第二个思想 才从她第一次内心冲动中滋生出来 从不稳定变得内容清楚 意义明确 这第二个感觉 只不过是第一个感觉的补充而已 一种对男爵的妻子 对那个可以跟她一起住 一起睡 一起说话 但对她却不像她自己那样 潜心敬重的女人的仇恨 这种仇恨 起初还是模模糊糊的 但慢慢地 就变成了不加掩饰的 赤裸裸地流露在外的仇恨 也许是因为她 无意中 现在是更留神地 卷进了那神圣的主人 受她疯女人 无耻凌辱的一场 叫人难为情的戏里去 也许是因为 跟她的令人欣慰的亲近相比 对那个受北德思想束缚的女人 傲气十足地疏远 感觉更强烈 她总是突然之间 便相当倔强地 来对抗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并且含着刺人的敌意 没完没了地 在旁敲侧击 恶言恶语 因此 男爵夫人 总是至少按两次领 才能把故意慢腾腾 一连不愿意地 克莱岑沙换来 而她那高高怂起的肩膀 总是一开头 就表示坚决顶牛了 什么差事和嘱咐 她都沉着脸接受 弄得男爵夫人 根本不知道 她到底明白了没有 结果为了慎重起见 再问一遍 只能看到她 不耐烦地点点头 或听到她鄙视地说一声 我听见了 作为回答 那么就是在夫人 马上就要去看戏 急匆匆地各屋 跑来跑去时 一个重要的钥匙 忽然不见了 过了半个钟头 才意想不到地 在一个角落里找着 夫人的信件和电话 一般她都置之脑后 不理不睬 追问她时 她一点遗憾地表示也没有 总是气哼哼地 生硬地回她一句 可巧我忘了 她并不抬头看她的眼睛 说不定她正是怕抑制不住内心的仇恨 在这段时间里 家里的种种不和 总要引出男爵夫妇之间一些不愉快的场面 那一周一周变得更加激动的夫人的兴奋心理 很可能也跟克莱岑沙的不自觉地拨弄是非的怨气有关 由于漫长的孤独生活而变得神经脆弱 再加上她丈夫的冷淡和仆人们可恨的敌意所激起的愤怒 这个备受折磨的女人精神越来越失常了 给她用嗅剂和强烈安眠药维罗纳尔也毫不见效 后来经过会诊 她的过分紧张的神经末梢分裂得更厉害了 她无缘无故地就会大哭大闹 歇斯底里发作一阵子 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表示一丝一毫的同情 也看不到一个好心人出面帮助她的迹象 末了请来的大夫只好建议她到疗养院去休养两个月 这个建议被那一向冷漠无情的丈夫 突然如此热心地采纳了 结果弄得这位夫人又起了疑心 开出极力反对到最后是决定去了 让侍女陪伴她 而让克莱岑沙一个人 留在这个宽大的寓所里伺候主人 把这位高贵的主人托付给她照顾的消息 就像给克莱岑沙打了一剂兴奋剂 使她的迟钝的感官兴奋起来 像人们摇动一只有魔力的瓶子一样 她整个生命的活力 似乎都被猛烈地摇得混乱不堪了 这时便有一种秘密的 沉在心底的热情浮了上来 她的一举一动全都焕然一新了 那种神志不清的表现 那迟钝的动作突然开始 从她那冻僵的肢体上融化了 消失了 自从这通电一般的消息出现以来 好像她的关节也灵活了 步子也又快又轻了 她在各间屋子里跑来跑去 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刚刚着手准备旅行 她就主动地装好了所有的箱子 亲手抱起这些箱子送到车里去 当深夜时分 男爵从火车站回来时 他把手杖和大衣交到这个干完了活 现在急忙来迎接他的女人手里 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说 总算打发走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因为突然之间 在克莱岑沙一向像动物一样 从不发酵的多皱的双唇四周 开始用力拉开来伸展出去了 嘴变歪了 裂开了 突然从她那痴呆呆的 发光的脸中间 涌现出一丝动物般 无所约束的傻笑来 一看到这个情形 男爵都惊呆了 对这种使她极不舒服的亲你表示 她感到很羞愧 于是便一声不响地走进了她的房间 但这刹那间的不舒服 很快就过去了 历日 这两个人 主人和女仆 就被一种无语相通的共同呼吸 和快意的无拘无束连在一起了 夫人不在 好像头顶上的一团云消散了似的 整个气氛都换了样 这个摆脱了束缚的丈夫 幸运地免除了 不断做解释的义务 头一个晚上 就很晚才回到家里 而克莱岑沙 默默无言地热心服饰 恰好跟她夫人的能说会道的接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克莱岑沙又激情满怀地投入了日常的劳作 她起得特别早 把一切都刷得闪闪发光 像着了摩斯的把门窗的把手都擦得正亮 仿佛变戏法般端上来美味佳肴 尤其使男爵惊诧的是 她的头一顿午餐桌上 发现专门为她挑出一套 往常只在特别宴会时 才从银器处理取出来用的贵重的餐具 通常她并不留心 但现在 她却没法不注意 这个特殊的人的表现出来的这种小心谨慎的 简直是体贴入微地照顾了 她一向心地善良 没有在掩饰她的满意心情 她翻动着她做的饭菜 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亲切的话 而第二天早上 那天是她的命名日 当她看到一个做得非常艺术的 有她名字开头 大写字母的 上面撒了糖的 圆形大蛋糕时 她纵情大笑着对她说 你会把我宠坏了 曾沙 要是我夫人回来了的话 上帝保佑 我可怎么办呢 还好 她总算在一定程度上 对自己约束了那么几天 然后才抛弃了最后的一些顾虑 她从她的多种表示看出 她不会泄露机密 便又像单身汉那样 开始在自己的寓所里 过起了舒舒服服的日子来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雷波莱拉 妻子走后 她单独生活的第四天 她把克莱岑沙喊去 不做详细的说明 只是漫不经心地吩咐她 晚上准备好一顿两个人的夜餐冷食 就可以去睡觉了 其余一切都由她自己去办 她没有抬头看它 也没有眨一眨眼 很难猜得透这些话的本意 是不是映入了她的大脑 但是她对她的本来意图 理解的是那么好 她很快就又高兴 又惊喜地发觉了 因为她深夜看完歌剧 带着一个娇小的歌剧院女学生回来时 不仅发现桌子整理得非常精致 上面还点缀着鲜花 而且在她的卧室里 见到旁边那张床上也铺上了 真叫人喜欢得不得了 愁睡衣和她夫人的拖鞋 也早早地准备下了 这个挣脱了枷锁的丈夫 不免觉得这个女人如此心神领会 加益照顾更是有点好笑 这样在这个忠实可靠的 知情人面前的一切障碍 便自行瓦解了 早上她拉铃换来她 让她帮她的娇滴滴的小宝贝穿衣服 于是二人之间的默契 便完全建立起来了 在这些日子里 克莱岑沙还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女演员 她正在学艾尔维拉女士的一段唱腔 总喜欢嬉皮笑脸地管她的情人叫堂皇 有一次她黑黑地笑着对她说 把你的雷波莱拉叫进来吧 这个名字使她很开心 那是因为她老是那么怪声怪气地 模仿这个枯瘦的提罗尔女人 于是从此以后她就直喊她雷波莱拉了 克莱岑沙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时 呆立在那里觉得很奇怪 但后来却喜欢上了这个名字的好听的声音来 虽然这个名字的意思她一点也不了解 她兴高采烈地把这次重新命名 看作是一次家风贵族称号 每当那个浪荡哥这样喊她的时候 她那薄薄的嘴唇就裂开来 露出一大排褐色的马一般的牙齿 显出低声下气的样子 火像一条狗摇着尾巴 挤到跟前去听候这位高贵的 可爱的主人的吩咐 这个名字不过是一个人们取乐的插曲 但通过灵机一动的巧妙的构词 这个未来的歌剧女主角 用这个名字给了这个奇特的女人 披上了一件真正神奇的合体的语言的外衣 因为跟达特邦写的共同欢乐的同谋雷破莱罗相似 这个不懂爱情的僵化了的老厨女 对她主人的寻花问柳 同样感到了一种异常自豪的欢乐 难道她的快乐只是因为每天早上 发现那个极端可恨的夫人的床时 而被这个时而被那个年轻的身体滚得乱糟糟的 留下了通奸的痕迹 或者说是因为在她的感官里 也麻酥酥地接受了一种秘密的共同的享乐吗 不管怎么说 这个极虔诚极冷漠的老厨女 是表现出了一种尽心为她主人的那些 风流运势服务的热情 她那操劳过度的 由于几十年的劳动而失去性要求的身体 早就没有什么性冲动的压抑感了 几天以后 她就眯封着眼睛目送第二个 接着便是第三个女人走进了寝室 她高兴地拉这个皮条 因此心里舒舒服服地 觉得很温暖 像泡菜汁一样 对这种色情气氛的了解 和她的刺激性感的香水味 影响了她沉睡的感官 克莱岑沙真的变成了雷波莱拉 像那个快活的小伙子一样好动活泼又朝气 稀奇的特点显露出来 仿佛被这种难耐的同感 所激起的不断上涨的热情 驱赶着她一般 在她身上出现了各种小动作 狡猾的行为和为琐事盘算 出现了某些偷听 好奇 窥视和鲁莽的行为 她在门边窃听 从锁孔偷看 又搜查房间又翻床 刚刚嗅到一个新的烈货物 就像有一种古怪的感情 冲动出现了似的 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慢慢的 这种苏醒状态 这种好奇的 想看新鲜事的同理心理 使她脱离了先前那种 像裹了一层木头外壳似的 昏睡状态 变成一种有生气的人 使周围的人各个感到诧异的事 她突然善于跟人交往了 她跟女仆们一起聊天 粗言粗语地跟邮差开玩笑 开始插进去 跟女店员喋喋不休地说长道短 一天晚上 院子里的灯都熄了 女仆们听到对过房间 那扇以往早已静默了的窗里 有人在低声横着一支奇特的歌曲 克莱岑沙 在笨拙地操着半高的粗糙的嗓音 唱着一支阿尔卑斯山里人的歌曲 就像他们那些深山牧女夜间 在草场上哼唱一样 那单调的曲子 是用完全破碎了的声音 滇颤出来的 因为嘴唇不灵活而走了掉 但是可以肯定 那声音是十分动人的 而且充满了异乡的情调 自童年时代以来 克莱岑沙还是头一回 又试着开口唱歌 而在那从于世隔绝的岁月的 黑暗猛烈 像光明升起的结结巴巴的声音里 确实隐藏着一些扣人心弦的情感 这个爱慕她的女人 心中的这种奇妙的变化 她的那个不自觉的引发者 男爵 看到的比谁都少 因为有谁回身去看过自己的影子呢 你知道她总是尾随在后 跟着你的脚步一声不响地走 有时为了满足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愿望 快步赶到你面前去 但是你对她的一言一行的观察 对从这种异常变化中来的 那个大写的我的认识 又是多么少啊 男爵没有发现克莱岑沙的变化 他只觉察到了 他愿意伺候他 完全是默不作声的 令人信赖的 甚至可以说是肯于牺牲一切的 正是这样的默不作声 在一切二人独处的场合 也保持这样心照不宣的距离 使他感到格外愉快 有时他像腐爱一条狗似的 随便跟他说上几句贴心的话 隔三差五地也跟他开开玩笑 大大方方地拧一下他的耳垂 送给他一张钞票或者戏票 对他说来这都是小意思 是他无意中从背心衣袋里掏出来的 但对他却成了珍贵的纪念品 他怀着崇敬的心情 把这些东西放在他那只小木箱里 保存起来 慢慢地 他养成了习惯 老是当着他的面 自言自语地考虑事 甚至把一些难办的事 交给他去办 他对他的信任越大 他便越感谢他 越热心服侍他 在他身上逐渐显露出一种奇异的 侦察 寻找 和感觉的本能 像狩猎般探查他的一切愿望 甚至把事情 办在这些愿望表现出来之前 他的整个生命 追求和愿望 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肉体 转移到了他的肉体里去 一切 他都用他的眼光来观察 用他的耳朵来倾听 出于一种 近乎罪恶的热情 他跟她分享着 他的一切喜悦 和偷情的欢乐 每当一个新的女性 跨进门来 她都显得很愉快 但又带着失望的神情 好像忍受着意料之中的侮辱 如果他晚上不带情人回来 那么他从前那样昏睡的思想 就会像先前 只用两只手工作一样 敏捷地活动起来 于是便从他眼里 一闪一闪地射出一道 新的敏锐的光来 一个人 本来像一匹终日奔走 劳累过度的驼马 现在醒来了 但这个人沉闷孤僻 又狡猾又危险 整天冥死苦想 随时准备玩弄阴谋诡计 有一天 男爵回来得比平常早 走到过道里 他惊奇地停住了脚步 难道那怪声怪气的 痴痴的嬉笑和哈哈的笑声 真的是从那间一项既然无声的厨房里发出来的吗 而克莱曾杀 两手斜拽着围裙 擦来擦去 从半开的门里蹭出来 显得很大胆 同时又很尴尬 请原谅尊贵的先生 他不安地瞅着地面说 高点铺掌柜的女儿在屋里 一个漂亮的姑娘 他早就想跟您认识认识了 男爵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怎样表态才好 是对他这厚颜无耻的亲热举动表示气愤呢 还是对他的好意的诱人上钩的行为表示感兴趣 最后还是他的男人好奇心占了上风 他说 叫他来让我看看吧 这个少女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16岁的金发女郎 雷珀莱拉好说歹说劝他过来 并且一再心急地向前推着她 她才红着脸走出门来 但一来到这位讲究的先生面前 就又笨拙地转过身去了 实际上 他在对面的店铺里 是常常怀着半孩子气的 钦佩的心情观察她 男爵发现她很美 便请她到她屋里去一起喝茶 这个姑娘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受这个邀请 便回过身去去找克莱岑沙 但她已经趁人不注意赶忙跑到厨房里边去了 这样一来 这个被幼静艳遇情境中的少女 无可奈何 只好红着脸 好奇地接受了这个有危险性的邀请 大自然的变化总是缓慢的 虽然有一种反常的荒唐的热情 从这个思想僵化 感觉迟钝的生物体内唤起了某种精神活动 但克莱岑沙的这种新学会的偏狭的思想活动 仍然超不出眼前的范围 好像一直离不开那动物的短视的本能一样 克莱岑沙像着了魔似的沉眠在痴情中 百般殷勤地服侍着他盲目迷恋的先生 竟把不在家的夫人望得一干二净 因此他的觉醒便显得更惊人了 男爵愁眉不展 一脸怒气 手里拿着一封信 走进来观照他 把屋子收拾停荡 因为他夫人明天就要从疗养院回来了 克莱岑沙脸色煞白 吓得目瞪口呆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这个消息 好比一把钢刀捅进了他的心窝 他只是呆呆地呆呆地瞪着眼睛出神 仿佛他什么也没有听懂 这一声霹雳 使他的脸像被撕裂了似的 显得那样的不可名状 那样的吓人 男爵觉得有必要 用一句亲切的话来安慰安慰他 他说 我看得出你也很不高兴 岑沙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他那呆滞的脸上又有了一点生气 一阵剧烈的痙磷从内心深处出现了 他好像从五脏六腑中升起来一样 慢慢地把他刚才那苍白的脸颊染上了一层暗红色 有一种东西好像被心脏激烈地跳动抽出来了似的 非常缓慢地涌了上来 咽喉被压得不停地颤抖 最后他终于经过喉头 从紧咬的牙关嗡声嗡气地冲了出来 也许也许会有办法的 这句话像一声致命的枪击 好不容易说了出来 克莱岑沙的扭歪的面孔 同时出现恶狠狠阴森森的坚决神情 男爵吓得一哆嗦 不由得诧异地向后退了一步 但克莱岑沙又转过身去 开始抽风般地气哼哼地擦他的小铜臼 好像故意要把自己的手指弄断似的乱戳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茨维格小说 雷波莱拉 随着夫人的归来 家里又起了风波 一扇扇门被摔得劈啪之响 像有一阵穿堂风 无情地从各个房间急驰而过 把那寻欢作乐的安逸气氛 从这所住宅里横扫了出去 也许是因为邻居多嘴多舌给他写了封信 他已经知道了丈夫 怎样滥失家长的威权 干了一些有失体统的事 或者在迎接他时 他那神经质的显而易见的心绪不佳 惹恼了他 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月的疗养 似乎对他那紧张的 近于分裂的神经疗效很小 因为现在是 孔夏和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 代替了过去的那种 无来由的哭喊和抽搐 他们的关系一天天坏下去 好几个星期之久 男爵都以他历来行之有效的彬彬有礼的态度 勇敢地对抗夫人的谴责 等夫人拿离婚和他父母写信来要挟他的时候 他才温和地植污搪塞了几句 但正是他的这种毫无作用的冷漠无情的态度 促使他那悲伤的被秘密的敌意包围的夫人 越来越深的陷在越来越容易冲动的心境之中 克莱曾杀完全归宿到他往日的沉默里去了 但这沉默已经变成进攻性和危险性的了 他的女主人到家时 他执意留在厨房 最后他被叫了出去 他仍然没有问候这个返回家来的女人 他倔强地端着肩膀 像木头似的站在那里 粗暴地回答着一切问题 结果那个暴躁的女主人 很快就掉过脸去不理他了 但克莱曾杀却用一种特有的目光 把他淤积在心的全部仇恨 向着那个一无所知的女主人背后发泄了出去 他觉得他的贪求心理 由于夫人的这次归来被非法地偷走了 热情服侍男爵所享受到的欢乐被剥夺了 他又被推回了厨房和灶台边 那个亲切的名字雷波莱拉也被取缔了 因为男爵需要特别留神 不能在夫人面前表示出半点 对克莱曾杀的好感 但有时当他因为经过恼人的大吵大闹 觉得累了 需要某种安慰 想透一透空气的时候 他就悄悄地跑到厨房里去找他 他在一个硬木凳上坐下 就会脱口说道 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这位被他奉若神明的先生到他身边来 以便从过度紧张的处境中寻求解脱 这是雷波莱拉最愉快的时刻 他从来都不敢回答或安慰他一句 他坐在那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只是有时用一种表示细心倾听的目光 又怜悯又痛苦地朝这位变成了奴隶的神 看上一眼 这种无言的同情 使他感到很舒服 但过一会儿 他离开了厨房 他便勃然大怒 他又马上皱起眉头 他的手愤怒地 重重地拍打着没有抵抗能力的猪肉 噼里啪啦地洗刷盘碗刀叉 发泄愤怒 夫人归来后 越来越郁闷的气氛 终于酿成了一场风暴 在一次阴森可步的吵闹中 男爵最后实在忍无可忍 莫迪摆脱了小学生般的公顺 冷淡的态度一跃而起 把门啪叉一摔走了出去 现在我真是够了 他怒气冲冲地喊着 朕的每间屋子的窗玻璃 都颤巍巍地蒸蒸作响 还在盛怒未消 满脸仗得通红的时候 他就跑出来进了厨房 冲着那个像一张拉满宫似的 发抖的克莱岑纱说 马上去把我的箱子和猎枪拿来 我要打一个星期猎 在这个活地狱里 就是魔鬼也一天都忍受不下去 非得彻底完结不可了 克莱岑纱兴奋地瞧着他 现在他又是他的主人了 于是咯咯地想起了粗野的笑声 先生您是对的 是非得彻底完结不可了 他满腔热忱 匆匆忙忙地走进一个个房间 飞快地从柜子和桌子上 抓着一切必备的东西 这个野人的每根神经 都因情绪过分激动而不停地颤抖 然后他便亲自把箱子和猎枪扛下去 放在车子里 但当他想找一句话 对他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时 他的目光却吓得缩了回去 因为在他那皱折重叠的嘴唇上 又出现了咧着大嘴的恶意的笑容 他一见他这样笑 总不免大吃一惊 他一见他这样偷偷看他 便不由地想起一匹马 在准备跳跃时 那全身勾腿的姿态 但这时他已经又俯下身来 亲尼地超出了主仆的界限 用沙哑的声音悄悄地说 先生您一路保重 我会料理好一切的 三天以后 一封紧急电报 把男爵从打猎的地方叫回来了 在火车站上迎接他的是他的表兄 第一眼这个心神不宁的男爵 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因为表兄的目光躲躲闪闪 有些失常 听过几句事先斟酌好的话 他知道了 原来是人们早上发现了他的妻子 死在床上了 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煤气 他表兄告诉他 遗憾的是 已经排除了工作疏忽 发生事故的可能 因为现在是五月份 煤气炉早就不用了 自杀的意图看得很清楚 就是不幸的死者 夜里服了烈性安眠药维罗纳尔 此外 那天晚上 只有厨娘克莱岑沙一个人在家 据他说 他听见那个不幸的死者 夜里还到前厅去走过 显然是故意 把灌得好好的煤气罐打开了 根据这个陈述 陪同前来的法医 也就宣布了 排除任何事故的可能性 确认属于自杀 男爵浑身哆嗦起来 当他表兄提到 克莱岑沙的证词时 他觉得手上的血液 都突然变冷了 一个不快的讨厌的想法 像一阵恶心一样 从他心里直往上涌 但他尽力 把这种不断增长的 恼人的感觉压了下去 任凭他的表兄 把他带回家里 尸体已经抬走了 他的亲友脸色阴沉地 坐在会客厅里 他们的吊咽冷若刀光 他们以一种高发的口吻说 必须强调指出 这件丑闻 可惜已经掩盖不住了 因为早上女仆就尖叫着 夫人她自杀了 从楼上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他们还说 已经安排了一个 不兴师动众的葬礼 那道寒气逼人的刀光 又冲着他来了 因为遗憾的是 由于种种的传言 早就引起了社会上的好奇心理 实在令人不快 死气沉沉的男爵 心神不定地听着 不由自主地抬头 朝内扇通往卧室的 紧闭着的门望了一眼 又胆怯地把目光收了回去 有一种思想 在他心中不停地 痛苦地翻腾着 他想要理出一个头绪来 但这些空泛的 充满敌意的言语 弄得他精神无法集中 这些亲友悲痛中 唠唠叨叨地说着话 又围着他站了半小时 才陆续向他道别而去 只有他一个人 留在那间空荡荡的 半明半暗的屋子里 像挨了一闷棍似的 浑身打颤 头痛脚软 这时 有人敲了敲门 他吓得跳了起来 喊道 进来 话音未落 就从他背后 传来了一种迟疑的脚步声 一种他很熟悉的 沉重缓慢 拖沓的脚步声 一阵恐惧 突然向他袭来 他感到他的镜像 好像被螺栓固定在那里 似的僵直了 同时感到皮肤上 有一股颤动不停的 冰冷的寒气 从太阳穴 一直流到膝盖 他想转过身去 但肌肉不听使唤 他就这样 停在屋中间了 浑身发抖 一言不发 两手僵直地锤着 同时他明确地意识到 这样知罪地站在那里 毕竟是显得太怯懦 但他使出了全身的气力 也无济于事 周身的肌肉 就是不听话 这时从他身后 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那语调十分镇静 讲的是最不动听 最枯燥的话题 我只是想问一问 先生 您是在家里 还是到外面去吃饭 男爵颤抖得越来越凶 现在那股寒气 已经进入了他的胸腔 他匆匆地张了三次嘴 终于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 我现在什么也不吃 于是那脚步声 便拖拖塌塌地离开了房间 他没有勇气转过身 他突然僵在那里了 一种厌恶感 或一种痙攣摇动着全身 他不禁猛地一动 直对着门跳了过去 哆哆嗦嗦地扭了一下门 心想 这样一来 那脚步 那像鬼一样跟在他身后的可恨的脚步 再也不会来到他身边了 然后 他跌坐在单人沙发上 想把一种自己本不想去触动 但却像蜗牛一般 一再冷丝丝黏滋滋地在他心里向上爬的思想压下去 可是这个使他反感 连碰都不想碰 被压抑的思想 却塞满了他的大脑 他是那样的不可抗欲 那样的粘住不放 那样的令人厌恶 在这个不眠的夜里和以后的多少个小时 包括他身穿黑衣 送葬时 默默地站在棺材前面的时刻 这个思想都一直伴随着他 送葬后的一天 男爵匆匆离开了这个城市 现在他觉得 一切人的面孔 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在同情之中 他们的目光 全是在奇怪地观察 在痛苦地审讯 也许这只是他的感觉 就是那些死的物件 也在愤怒地控诉 只要他不由自主地 去拧那些门把手 住宅里 特别是那难闻的煤气味 仿佛还附着所有的物体上 卧室里的每件家具 都在向外赶他 但他行里梦里 最无法忍受的可怕的情形 却是他往日所信赖的 那个女人的 满不在乎的 冷漠无情的态度 这个女人 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走来走去 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自从他表兄 在火车站上提到 他的名字的那个时刻起 每次见到他 他都发抖 刚一听到他的脚步声 他便六神无主 想要逃避 他再也不愿见到 再也不能忍受 这拖他的 不在意的步履 这冷冰冰的 哑口无言的 镇静神情了 他只要一想到他 一想到他 那刺耳的声音 那浓密的头发 那阴郁的动物般残忍 而又无知觉的本性 厌恶感 便涌上心头 而在他的愤怒中 也包含着 对自己的愤怒 因为他没有力量 像扯断一根绳索般 勇猛地争断着 勒在脖子上的 无形的枷锁 他只看到了 这样一条出路 逃避 他一句话 也没有对他说 悄悄地装好了箱子 只留下了一张 自己潦草的纸条 说他到凯伦特恩 他朋友那儿去了 男爵整个夏天都不在 有一次 为了清理遗产 他被火急火燎地 叫毁了维也纳 但也宁肯秘密地归来 住在旅馆里 根本没让那个 一直坐在家里 静候他的 讨厌的女人 知道半点阴性 克莱岑沙 一点也不知道 他在城里 因为他跟谁都不说话 他无所事事 像一只猫头鹰一样 阴沉 终日呆呆地 坐在厨房里 现在 上教堂不像从前一周一次了 而是一周两次 吩咐他差事 跟他结算账目 都是经过男爵的代理人 关于男爵本人 他丝毫消息也听不到 他不给他写一个字 也不托人向他转达一句话 他就这样一声不响地 坐在那里等着 他的脸变得更严峻 更憔悴了 他的动作 又像木蹲子一样笨重了 他就这样 望眼欲穿地等着 在一种神秘的 死水一潭般的处境中 度过了好多星期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雷波来啦 但到了秋天 有一些紧急的事非办不可 男爵不能再继续休息下去了 他不得不回到家里来 刚到门口 他就停住脚步 迟疑不前了 在他亲密的朋友周围 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 几乎有许多事 他都忘却了 但现在 当他又亲身迎着他的恶魔 可能就是他的同谋 走去时 他又深切地感到了那种 令人作呕的 压抑心胸的抽搐 他上楼时 越走越慢 每上一个阶梯 就感到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 向他喉咙抓来 最后 他只好拿出最大的毅力 来强制自己僵硬的手指 把钥匙 插在锁孔里转动 刚刚听到钥匙 在锁孔里咔啦一响 克莱岑沙便欣喜若狂地 从厨房里跑了出去 当他看见他时 他脸色苍白地站了一会儿 接着就好像不由自主似的 俯下身去 把他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拿了起来 但他忘了说一句问候的话 他也一句话也没有讲 他默默地把手提包提到他的屋里 男爵也默默地跟着他走了进去 他望着窗外 默默地等他离开了这个房间 然后他就赶快拧了一下门锁 这便是他在几个月之后 对他的第一次迎接 克莱岑沙在等待着 男爵同样也在等待着 看那种一见他 就出现的厌恶的恐怖感 会不会离去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还没见到他 仅仅在外面听到他的脚步声 从走廊上传来 他心中便不禁一颤 很不舒服 早餐他动也没动 一句话也不对他说 就早早地匆忙离家 在外面一直待到深夜 仅仅是为了避免跟他见面 他需要吩咐他做的那两三件事 他总是背过脸去 才同他说的 他觉得跟这个魔怪 呼吸同一个房间里的空气 简直能把人憋死 这一道儿 克莱岑沙整天默不作声地 坐在他的矮板凳上 他不再给自己做饭了 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 任何人他都回避 他一味地坐在那里 像一只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被痛打过的狗一样 带着胆怯的目光 等待着主人的第一声呼哨 他那迟钝的头脑 不十分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他的主人 他的神在躲避他 不想要他了 只有这件事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男爵归来的第三天 门铃响了 一个白发苍苍 仪表端庄的男人 脸刮得光光的 手里提着一个箱子 站在门前 克莱岑沙 想把他赶走 但这个闯来的人 却坚持说 他是新来的仆人 先生要他十点钟来 让他给通饼一声 克莱岑沙的脸色 变得像石灰一样的白 他站了一会儿 张开的手指停在空中 而后 这只手便像一只被射死了的鸟一样 突然落了下来 你自己进去吧 他气恼地对那个呆立在那里的人说 转身走进厨房 哐的一声 关上了门 这个仆人留了下来 从这一天起 主人就不需要再直接跟他说话了 对他的一切吩咐 都是通过这个庄重的老管家 家里发生的事 他一概不知道 一切都像波浪越过岩石一样 无情地越过他向前流去 这种恼人的处境 持续了两个星期 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 变得虚弱了 他的脸变得棱角格外分明 两鬓的头发也忽然白了许多 他的动作变得笨如玩石 他像一块木蹲似的 几乎总是默默地坐在他的矮木凳上 脑子空空地凝视着空空的窗户 但他要是干活的话 就像突然发起怒来 气得把什么都摔得琵琶乱响 两个星期以后 那个仆人特地到主人屋里来了一次 他安安静静地待了一会儿 男爵看出了 他是想跟他说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个仆人已经向他告过一次状了 用他的轻蔑的语气说 他对这个替罗尔笨蛋的阴郁的女人很不满 建议解雇他 但不知怎么触到了男爵的痛处 男爵起初对他的建议似乎充耳不闻 那回这个仆人拘泪一躬就走了 而这一回他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 脸上现出羞灿甚至窘迫的表情来 最后结结巴巴地说 尊贵的先生 我要认为他太可笑 但是他只能 他只能说 他怕他 这个沉默的阴险的女人 是不可容忍的 男爵老爷根本不明白 他在家里留着一个多么危险的人 受到警告的男爵会有得警觉起来 男爵问他对这件事怎么想 他想对此说些什么 这时仆人总算拐弯抹角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很肯定的东西他现在固然说不出来 但他总有那么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人是一只愤怒的野兽 很容易伤人的 比如昨天他想要让他做件事 刚转身去跟他打了个照面 不料竟遇到了那样一种目光 当然是一撇目光 你是说不出多少名堂来的 但他觉得他好像要跳过来 用手卡住他的脖子似的 所以现在他怕他 怕他连他做的饭都不敢碰了 男爵大人根本不知道 他这样结束他的话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 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什么表示也没有 但我敢说 他说不定会杀人的 男爵突然吃惊地向这个控告者望了一眼 莫非他听到了什么 是谁暗中挑起了这种猜疑呢 他觉得他的手指颤抖起来 他连忙把香烟放下 免得他在手中抖来抖去 显露出他情绪的激动 但老管家的脸是毫无恶意的 不 他什么也不可能知道 男爵愁愁了一下 他紧张地思索了片刻 突然想到了他隐秘的愿望 于是坚决地说 要稍等一等 但是 要是他再对你粗暴无礼的话 你就直接辞退他好了 就说是我的意思 仆人鞠了一躬走了 男爵如是重负 向椅背上一靠 每当想到这个神秘的危险的人 他就会整日闷闷不乐 他考虑最好是他不在家 也许在过圣诞节的时候 再辞退他 想到那期待之中的解脱 他心里十分愉快 是啊 这样是再好不过的 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不在家 他会更坚定 但是第二天 他吃过饭 刚刚走进他的房间 就听见有人敲门 他心不在焉地 从报纸上抬起目光 不满地说 进来 于是 拖拖塌塌地 传来了那一直 萦绕在他睡梦中的 沉重的可恨的脚步声 好像一个死人的头颅 脸色苍白 一张死板的面孔 在那瘦笑的黑色的身影上面 不停地晃动 男爵不禁大吃一惊 当他见到这个内心受尽折磨的女人 那小心翼翼的脚步 弓顺地停在地毯边上时 在他的恐惧中 便混进了某种同情的成分 为了掩饰他的精神恍惚 他竭力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 No 究竟怎么了 克莱岑沙 他问 但话一出口 听起来 就不像他预想的那样和蔼可亲 跟他的意愿相反 提这个问题的语调 竟显得那样冷淡 那样心烦 克莱岑沙 闻死不动 他呆呆地望着地毯 最后 就像用脚把什么障碍物踢开了似的 他终于说话了 管家说不用我了 他说是先生您要解雇我 男爵心情痛苦地站起身来 事情来得这么快 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此 他便结结巴巴地兜起圈子来 说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要他尽力跟那个老仆人和睦相处 照他说的来 这类偶然发生的不和是很多的 但克莱岑沙仍然站在那里 两肩耸得高高的 目不转睛地望着地毯 他像公牛般极其固执地低着头 对他的那些客套话只当耳边风 单单等着一句话 但这句话却一直没有出现 男爵很快就讨厌自己 现在不得不在一个佣人面前 扮演说客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了 等他终于因疲倦而助了生 可莱岑沙依然是那样倔强 那样简末 过了一会儿 他才顽强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是想知道 是不是南爵大人亲自嘱咐过安东 让他解雇我 他说这句话 听起来真是又严厉又倔强又辛辣 听他这么一问 南爵好像心上被撞击了一下似的 每根神经都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难道这是威胁吗 他是不是在向他挑战呢 突然之间 他心中的一切怯懦 一切同情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那长时间冲塞在他胸膛的 整个的仇恨和厌恶 连同那想要彻底了结这件事的愿望 像火焰一般喷发出来 他的雨声也忽然全部变了调 他以那种在不离养城的 大胆处理公务的精神 肯定地说 是 是 一点不错 事实上 他是给了管家处理一切家务的权权 他本人倒希望他好 也愿意设法撤销这个解雇决定 但是 如果他今后还要执意 对管家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那么 当然了 他也就不得不舍弃他的效劳了 他愤然聚集起全部的毅力 决心 不因任何隐晦的暗示或强求的言辞 而畏缩不前 当他说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 他便对那个被误认为来进行威胁的女人 瞪了一眼 坚定地望着他 但克莱岑沙 现在胆怯地从地板上抬起目光 只不过是一只受了致命伤的动物的目光而已 这只动物刚好看到一群猎犬 从他眼前的树丛中窜了出来 我很感谢 他用相当微弱的声音说 我就走 我不愿意再给先生您添麻烦 他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只是垂着双肩 踏着僵直笨重的步子 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门去 晚上 男爵看完歌剧回来 伸手去取放在写字台上的新道的信件时 他发现 那里摆着一个陌生的四方形的东西 点着了灯 他才看出 那是一只农民做的小木箱 箱子没有锁 里边整整齐齐地 放着他从前送给克莱岑沙的 全部小物件 从狩猎地寄来的几张明信片 两张戏票 一枚银戒指 他那一整叠长方形的钞票 中间还夹着一张快照 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 在蒂罗尔拍摄的 很明显 他当时有点怕美光灯 那双眼睛含着一种 中了冷箭和被痛打过的神情 在痴呆地望着什么 跟他离别几小时前的眼神 一模一样 男爵茫然若失地 把小木箱推到一边 走出去问老管家 克莱曾杀的这些东西 怎么会放在了他的写字台上 管家立刻亲自去找他的那个仇敌 想要责问他 但是不管是在厨房里 还是在别的房间里 都找不到克莱曾杀 第二天 警察报告 有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 从多脑河河湾的桥上 跳河自杀了 这时 主仆二人也就不必继续查问 雷波莱拉逃到哪里去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智雇》 太太还酣睡着 发出圆润而大声的呼吸 她微张着嘴 似乎要笑或说什么 她年轻丰满的胸脯 在被子下面柔软地起伏着 窗外晨曦出现 可是冬天的早晨朦朦胧隆 万物沉睡在半明半暗之中 轮廓模糊依稀 斐迪南轻轻地起了床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她经常这样 工作当中突然拿起帽子 匆匆走出家门 跑到田野里 她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只跑得筋疲力尽 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站住 双膝颤抖 太阳学直跳 或者在热烈的交谈中 突然瞪着眼睛 不知所云 答非所问 必须强制自己 才能恢复常态 或者晚上脱衣服的时候 一阵糊涂 手里提着脱下的鞋子 恍恍惚惚坐在床檐发呆 直到她妻子叫她 或者长筒靴 喷的一声掉在地板上 才会把她惊醒过来 此刻 她从有点闷热的卧室 走到阳台上 她感到一阵凉意 会由自主地将双肘 压在腹部 好暖和些 她眼前的景色 还完全笼罩在尘雾之中 往常从她坐落在 高处的小屋子眺望 苏黎世湖 宛如一面明镜 湖里倒映出天空中 匆匆持去的朵朵白云 今天苏黎世湖上 乳白色的浓雾 在滚滚翻动 她目光所及 手所触摸之处 一切都是潮湿 昏暗 年华和灰暗 树上滴着水珠 阳台上一片潮气 正在升起来的世界 像一个刚从洪水中逃出来 身上还淋着 串串水珠的人 透过雾矮 传来人说话的声音 但是咕咕噜噜 模糊不清 犹如溺水者 嗓子里咕噜的哮喘声 有时也有垂击声 和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 这种往往是清脆的声音 现在听来却显得潮湿 像生了秀一样 她和她周围 世界之间 笼罩着一片阴湿 她感到阵阵凉意 可是却站着不走 两手深深插在口袋里 等着雾气消散 可以放眼远眺 雾像一张灰纸 开始慢慢地从下面卷起 对于这可爱的景色 她心头涌起一种强烈的眷恋 她知道 下面的景物 井然有序 只不过是被尘雾遮掩起来了 而往常那景色的明晰的线条 则使她自己也感到精神焕发 神采奕奕 往常心烦意乱的时候 她总是走到窗前 眼底的景色使她赏心悦目 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湖的对面房屋临次置笔 一艘气艇轻巧地划开赞蓝的湖水 海鸥快乐地立即在湖岸上 缕缕吹烟成银色螺旋状 从红色烟囱里鸟鸟生气 飘入回想着正午终生的天空 显然这一切都在告诉她 多么生平的世界 而她呢 虽然她明知这个世界是疯狂的 也竟相信了这些美好的标志 因为有了这个她所挑选的地方 而把自己的祖国忘掉了若干时辰 几个月前 为了躲避时代和周围的人 从正在打仗的国家来到瑞士 她感到她那饱经风霜忧患的 被恐惧和惊吓 捏碎了的心灵 在这里得到了平静和慰藉 愈合了创伤 这里的风景使她心旷神怡 明镜的线条和色彩 唤起了她艺术创作的愿望 正因为此 每当像今天这个大雾弥漫的早晨 视野模糊 景色暗淡的时候 她总有一些被疏远和被遗弃的感觉 这时候 她对下面笼罩在朦胧中的一切 对她祖国的 也是沉沦在远方的人民 悠然生出一种无限的同情 渴望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从迷雾中传来四下教堂钟楼上的钟声 随后八下清脆的暴食钟声 响彻在三月的清晨 她觉得自己像在塔尖上似的 感到无可名状的孤独 世界在她面前 其子在她身后 还在昏暗中酣睡 她的内心深处蒙起一种欲望 真想把这堵迷雾的软墙捣毁 随便在什么地方 感受一下苏醒的信息 和可靠的生活 当她放眼远望 觉得在那下面灰蒙蒙的地方 以及村子的尽头 有条蜿蜒曲折的爬山险道 通往这里的山岗 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网上蠕动 不是人就是动物 隐约之中 那小东西在网上走来 她先是感到一阵高兴 因为睡醒了的不止是她 此时 她还夹杂着一种 急不可待的病态的好奇心 在通向那灰色的东西 正在移动的地方 是个岔路口 一条路通往邻近的村子 一条路通向这儿山岗上 那灰东西好像在那里 深深吸了口气 迟一片刻 接着就顺着狭窄的山路 盘山地往山上攀登 一阵不安 向斐迪南袭来 上来的这个陌生人是谁 她自己问自己 是什么事迫使她离开昏暗温暖的卧室 像我一样 一大早就跑到外头来呢 她要到我这里来 她来找我干嘛呢 远处的雾气比较稀薄 现在她认出它来了 是邮差 每天清晨 八下钟声一响 她就爬山到这里来 斐迪南对她很熟悉 矮板的脸上 续着红水手胡须 两鬓叶已斑白 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的眼镜 她叫胡桃树 由于她动作硬邦邦的 再加上她把信件 郑重其事地交给人家之前 总是先把她那黑色的大皮包 往右边一甩的那副庄严的神器 她就管她叫胡桃老头 斐迪南见她把油包甩到左边 一步一蹭地走着 以及由于腿短 步子走得不伦不类的姿态 就不由自主地好笑 可是她突然觉得自己双膝在颤抖 她眼睛上搭着凉棚的双手 也像瘫痪了似的掉了下来 今天 昨天 这些个星期以来的不安 现在一下子又袭来了 她心里感觉到 这个人是一步一步朝她走来 是专门来找她的 她下意识地把门打开 捏手捏脚地走过还在酣睡的妻子 急忙下了楼 来到两侧都是篱笆的小路 已迎后来人 在花园门口她碰上了她 您 您有 她接连说了三次才说出来 您有我的信件吗 游递员把蒙着湿气的眼镜抬了抬 目光盯着她说 有 有 她猛地把黑油包甩到右边 那被雾动得又红又湿 像大蚯蚓一样的手指 在信堆里翻找着 斐迪南直哆嗦 终于她捡出来一封信 褐色的大新封上 宽宽地盖着公式两个字 下面就是她的姓名 得签字 邮差说着 舔师附写笔 把登记本递给了她 由于激动 斐迪南签的字很难认 而且把登记本都划破了 随后 斐迪南从游递员 那又肥又红的手中接过信 可是她的手指竟如此僵硬不灵 以致信从手中滑了下来 掉在地上 掉到了湿土和湿树叶上 她俯身去捡信时 一股难闻的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那件事情 现在她完全明白 几个星期来 阴森森地扰乱她平静的 就是这封信 这封她不愿要 但却等待着的信 这封信 是从丧失了理智和礼仪的 远方给她寄来的 这封信朝她摸索着 她那打字机打出的矮板语句 摄取了她温暖的生活和她的自由 她曾经感到 这封信从什么地方寄来了 犹如一个在茂密的森林中巡逻的骑兵 感觉到有一只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在瞄准她 枪管里装着一颗小铅丸 要射进她的机体 她进行了反击 但是毫无用处 多少个夜晚 她想的全是这些事 现在终于找上门来了 那是还不到八个月的事 那时她光着身子 在边界那边 站在一位军医面前 寒冷和厌恶 使她浑身哆嗦 那军医像一个马贩子似的抓着她胳膊上的肌肉 她认识到 这种对人格的侮辱 就是当代对人的尊严的鄙视 和那在欧洲蔓延的奴役 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爱国烂调中生活两个月 她还可以忍受 但是她慢慢地感到憋气了 每当她周围的人起口说话的时候 她就看出全是信口雌黄 令人不胜厌恶 看到妇女们提着成土豆的空口袋 天色微明就冷得色缩的身体坐在市场的台阶上 她的心都要碎了 她紧攥着拳头悄悄地走来走去怒不可遏 恨得痒痒的 但是自己的愤怒又无济于事 她为此而生自己的闷气 后来她脱了情 才和她的妻子一起来到瑞士 当她跨过边界 突然感到热血涌上面颊 亮亮呛呛 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 人、生活、事业、意志、力量 她感到再一次获得了这一切 她敞开胸怀 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 祖国现在对她来说 只不过意味着监狱与智库 外国则是世界故乡 欧洲是人类集中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 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 接着恐惧又重新来临了 她觉得背上写着她的名字 好像还被挂在雪淋淋的丛林中似的 她感到有个什么东西 她对她既不了解也不认识 而她却很了解她 而且不肯放过她 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酷的眼睛 正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她 于是她便身居简出 折居起来 抱也不读 唯恐看到军人召集令 她变换住址 以销声匿迹 她让把信件都寄给她妻子 都写上留局带去 她不与人来往 以免人家寻根问底 她从不进城 画布和颜料都让她妻子去买 她隐姓埋名 在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 向农民租了一幢小房子 折居起来 然而她时时都清楚 在某个抽屉里 在成千上万页材料中 保存着一张纸 她知道 有朝一日 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 这抽屉将会打开 她听到有人在拉抽屉 听见打字机 滴滴答答打下她的名字 她知道 这封信将转来转去 直到最终找到她为止 此刻 信在她手里 稀疏作响 她感到身子发冷 菲迪南竭力 会使自己保持镇静 这张纸片关我什么事 她自言自语 明天 后天 这些小树上会长出千张 万张 十万张纸片来的 每张纸片都跟这张一样 都与我无关 什么叫公式 我干嘛要看它 现在我在这些人中间 没有担任什么职务 因而 我没有任何职务 可以管住我 这就是我的名字 就是我本人了 谁能强迫我说 这张纸片就是我 谁能强迫我来看 那上面所写的东西 如果不看这张纸片 就把它撕毁 那么碎片就会一直 飘落到湖里 我什么也不知道 别人什么也不知道 世界依然是老样子 我也依然如故 这么一张纸片 这么一张 只有我愿意 才去了解其内容的纸片 怎么会弄得我 心神不宁 我不要它 除了我的自由 我什么都不要 她伸开手指 准备把这个硬信封撕开 把它撕成碎片 可是奇怪 肌肉一点也不听她的使唤 她自己的手上 有某种东西 在违抗她的意志 因为她的手 不听她使唤了 她一心 想用手把信封撕开 但是手却小心翼翼地 起开了信封 哆哆嗦嗦地 展开了那张白纸 信的内容 本是她已经知道的 F34729号 根据M地区 司令部规定 误寝阁下 最晚于3月22日 前往M地区 司令部8号房间 重新进行兵役体检 此军寒 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 悟寝阁下 前往该领事馆 面恰此事为何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智雇》 费迪南重新走进房间 一个小时以后 他妻子笑眯眯地 朝他走来 手里捧着一束 零散的春花 他面旁光彩照人 无忧无虑 瞧 他说 我找到了什么 屋子后面草地上的花 已经开了 而树荫下面 却还有积雪呢 为了讨他喜欢 他接过花树 把脸深深地 腐埋在花枝中 以免看见他心爱的人 那双无忧无虑的眼睛 随后便匆匆上楼 躲进那间 作为他的画室的顶楼 然而 他却没法进行工作 刚把那块空白的画布 放在面前 画布上就突然出现了 那封信上 用打字机打的字句 调色板上 颜色在他面前 变成了污泥浊血 他不由地想到 笼包和伤口 他的字画像 立在半音的地方 他看到 河下带着军队的领章 胡闹 胡闹 他大声地嚷叫起来 跺着脚 像驱散脑袋里 这些乱七八糟的图像 然而 他双手发抖 脚下的地板在晃动 他快要倒下去了 于是他赶紧 往小矮凳上坐下 缩成一团 一直到他太太叫他去吃午饭 才起来 每口饭 他都梗塞难咽 嗓子眼有一种苦的东西 先得把这东西咽下去 可一咽下又犯了上来 他弯着腰 默默地坐着 发现他太太在端详他 忽然 他感到他的手 轻轻放在了他的手上 你怎么了 菲迪南 他没有回答 你是不是得到不祥的消息了 他只是点了点头 喉咙梗塞了 军事当局来的吗 他又点了点头 他沉默不语 他也沉默不语 对这件事的思考 一下子占据了整个房间 把其他东西都推到一边去了 这种思想黏黏糊糊 胡论地盖住了 只吃了一点点的饭菜 这种思想像是一只 湿腻腻的蜗牛 爬在他们的脊梁上 使他们直打寒颤 他们彼此都不敢看一眼 只是弯着腰 默默地坐着 思想的千斤重担 压在他们身上 很难经受得住 他们约你到领事馆去吗 他终于问道 声音显得有些破碎 是的 那你去吗 他哆嗦着 我不知道 不过我还得去 为什么一定要去 你现在在瑞士 他们不能对你发号施令 在这里你是自由的 他从紧咬的牙缝中 蹦出几句话来 自由 今天究竟谁还有自由 每个希望自由的人 尤其是你 这是什么 他轻蔑地一把 抓起他面前的那封信 这张破纸 一个潦倒的小文书 乱图的几笔的破纸 居然对你 对你这个活人 对你这个自由人 具有那么大的力量 他会把你怎么样 这封信倒不会把我怎么样 可是寄这封信的人 可是惹不起的呀 信是谁寄的 什么人 是一架机器 那架巨大的杀人机器 可是机器却抓不着你 他已经抓住好几百人了 为什么偏偏抓不到我 因为你不愿意 那几百万人 也是不愿意的呀 但是他们失去了自由 他们是在枪口威逼下才去的 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 谁也不会愿意 从瑞士再回到那个地狱里去 他看到他很痛苦 就控制着自己的激动 像是对一个孩子似的 怜悯之心在他身上油然而生 费迪南 他说着便靠在他身上 现在你好好想一想 你是给吓傻了 我明白 这只凶恶的野兽 突如其来地向你扑来的时候 是会使人惊慌失措的 你想一想 这封信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 我们以上百次 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 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知道你会把这封信撕成碎片 你绝不会去干杀人的勾当的 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宝拉 我明白 但是 现在不要讲 他硬不让他说 你被什么迷住了心窍 想一想我们的谈话 想一想你写的那份稿子 就在写字桌左边的抽屉里 你在稿子里声明 永远不拿武器 你是非常坚决的 斐迪南 却提出了异议 我从来都不坚决 从来都没有把握 这一切都是谎话 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 这些话是我用来陶醉自己的 只有我自由了 这一切才会是真的 我一直都很明白 他们一叫我 我就非常软弱 你以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发抖吗 只要在我心里 没有把他们当真 他们就是虚无的 要不就是空气 语言 一种虚无的东西 然而 我却在我自己面前打颤 因为我一直很明白 他们一叫我 我就会走的 斐迪南 你愿意去吗 不 不 不 他跺着脚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心里不愿意 可我还是会违背 自己的意愿去的 这正是他们力量的可怕之处 人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 违背自己的信念 去为他们效劳 假如人还有意志的话 这样的人几乎没有 手里接到这样一封信 那他的意志也就烟消云散了 变得顺从了 成了小学生 老师一叫 马上就站起来 战战兢兢的 可是 斐迪南 那么谁在召唤呢 是祖国 是一个文书 一个无聊的刀笔小利 再说 就说是国家 他也无权强迫一个人去杀人 无权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我来演一段托尔斯泰的话 我了解全部论据 你不理解 你根本不相信他们有召唤我的权利 我不相信我有服从他们的义务 我只知道一种义务 那就是做一个人 并且干工作 离开了人类就没有我的祖国 我没有杀人的虚荣心 我什么都知道 宝拉 我跟你一样 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 他们已召唤我了 他们现在正在召唤我 我知道 无论如何 我是要去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他叹息着 我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当今这个世界上 疯狂胜过理智 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 因此不敢逃避 这是无法讲得清楚的 我觉得有种什么智库 我无法砸断 这已经绞杀了两千万人的锁链 我无能为力 他用手捂着脸 时钟 这位时间哨所的哨兵 在他们头上 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 他微微颤抖 现在有人在召唤你 我知道 虽然我对这件事并不理解 可是难道你没有听到 这里也在召唤你吗 难道这里没有什么 可以使你留恋的吗 他祸地站起来 我的画 我的工作 不 我不能再画了 这一点我今天就感觉到了 我现在就已经生活在那边 而不是在这里 现在那边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这时候还在为自己工作 这简直是犯罪 不能再为自己着想 为自己生活了 他站了起来 转过身去 我不信 你是为你自己一人生活的 我相信 我相信对你来说 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他说不下去了 眼泪速速直往下掉 他想安慰他 可是他眼泪后面闪射着一种恼怒 这把他吓住了 走 他说 你走好了 在你心目中我算什么 还不如一张破纸片 你想走就走好了 说真的我不愿意 他紧攥着拳头 怒火直冒 无可奈何地捶着 我是不愿意去 可是他们要我 他们是强者 我是弱者 他们的意志 经过几千年的锤炼 他们组织严密 奸诈狡猾 他们早已准备就绪 像迅雷一样 一下就落到我们头上 他们有的是意志力 而我只有神经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 人是奈何不了一架机器的 若是人 那倒还可以较量较量 然而 那是一架机器 一架杀人机器 一台没有灵魂 没有心脏和理智的工具 你能拿它怎么样 可以 只要坚决 就可以跟它斗 现在 它像疯子似的 大声叫嚷着 如果你不行 我行 你软弱你的 我可不 我绝不对一张废纸 卑躬屈膝 我绝不用生命 去换取一句话 只要我能管着你 你就别想走 我可以发誓 你病了 你神经不正常 盘子当浪一声 也会把你下滩的 这一点 是任何一位大夫 都可以看出来的 你就在这里看看病吧 我和你一起去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大夫的 他们肯定不会让你服兵役的 人得自己保卫自己 咬紧牙关 一直坚决 你想一想 你那位巴黎的朋友 让诺 他被关在疯人院里 观察了三个月 用种种检查折磨他 但他坚持下来了 最后人家还是把他放了 一个人不愿干 就必须态度鲜明 不能逆来顺受 这事儿 可关系到全局呀 别忘了 人家要夺走你的生活 你的自由 你的一切 因此得起来反抗 反抗 怎么反抗 他们比所有人都厉害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这话不对 只有世界上的人 心甘情愿的时候 他们才是强大的 一个个的人 总要比概念强大 但他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意志 他只要明白 他是一个人 将来还要做个人 那么现在 他耳朵边那些 用来麻醉人的辞藻 什么祖国啊 责任啊 英雄主义啊 就通通成了空话 成了散发血腥味的 散发热的 活人的血腥味的空话 你说真话 对你来说 你的祖国 真像你的生活 一样重要吗 你觉得一个正在 更迭君主陛下的省份 如同你用来画画的 右手那么可爱吗 除了那看不见的 用我们的思想和热血 住在我们心里的正义之外 你还相信 另一种正义吗 不相信 这我知道 不相信 因此 如果你要去的话 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真的不想 你的意志力真差劲 你压根就没有意志力了 你一味任人摆布 你这是犯罪 你自己正沉满于那些你自己所厌恶的东西里 并豁出命去干 为什么不宁愿为你所信仰的事业去献身呢 把鲜血献给自己的思想 很好 为什么要为那些异端思想去卖命 菲迪南 别忘了 要自由 就得意志坚强 那边的那帮家伙 是什么东西 那些凶恶的傻瓜 要是你意志薄弱 让他们把你弄到手 那么你自己就是个傻瓜 你总是对我说 是的 我说过 这些话我都说过 唠叨来唠叨去 为的是给自己壮胆 我是在说大话 就像小孩在幽暗的森林中 由于害怕而唱歌壮胆一样 这一切都是谎言 这一点 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 因为我一直很明白 他们召唤我 我就会去的 你要去 菲迪南 菲迪南 不是我 不是我 而是我内心有什么东西要去 而且已经走了 我告诉你吧 在我心里有个东西站了起来 就像是小学生站在教师面前 战战兢兢 唯命是从 这中间你讲的 我都听着 我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合乎人情的 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我应当做 并且必须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我对此很清楚 很清楚 因此 如果我去 那是非常卑鄙的事 可是我要去 我是鬼迷心窍了 你鄙视我吧 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可我实在 无可奈何 没有别的办法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智雇》 他双拳垂着他面前的桌子 眼睛里射出一种迟钝的 兽性的 囚犯式的光芒 他不敢看它 他非常爱它 因而害怕自己看不起它 桌上的饭菜还没有撤掉 桌上有一盆肉 已经冰冷 像腐蚀似的 面包是黑的 掰成了细屑屑 像炉渣似的 房间里充满了 饭菜冒出的热气 他感到嗓子里一阵恶心 对一切都感到恶心 他推开窗户 空气吹进来 他微微颤抖的肩膀上 空出现了蔚蓝的三月天穷 白云抚弄着他的头发 看 他轻声地说 往外看 只看一眼好了 我求你 也许我讲的这些并不都对 语言总是不容易表达清楚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 却是真的 这不会骗人 下头有个农民在府里 他多年轻壮士啊 为什么他没遭屠杀 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 因为他的田地 离那边只有直尺之遥 法律就管不着他 你现在也在这个国家 所以法律也管不着你 一项法律 一项看不见的法律 他只能管到几块路牌之内 这几块路牌的那一边 他就管不着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你看一看这里的这番和平景象 难道不感到那项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吗 费迪南 你瞧 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沉静 你看那色彩多让人高兴啊 你到窗户跟前来 再对我说一遍 你愿意去 我真的不愿意去 我真的不愿意去 这你是知道的 你要我看这些干嘛呢 我对一切一切都很清楚 你只是在折磨我 你说的每句话都是我很痛苦 任何东西都帮不了我的忙 他看到他那样痛苦 心就软了下来 怜悯心使他失去了力量 他悄悄地转过了身 那什么时候 费迪南 叫你什么时候去领事馆 明天 本来昨天就该去的 可是那封信还没有送到我这里 今天才把我找到 明天我就得到那里 要是你明天不去呢 让他们去等吧 在这里他们奈何你不得 我们不用那么着急 让他们等上八天 我给他们写封信 就说你卧病在床 我的弟弟也是这么干的 他赢得了十四天时间 最糟糕的情况 无非是他们不相信 从领事馆派个大夫来这里 和这位大夫也许能谈得来 没有穿军装的人 多数总还是人 也许他看看你的画 会认为这样的人 是不该上前线的 即使帮不了忙 那至少总争取了八天时间 他沉默不语 他感到这种沉默 是对他的反抗 菲迪南答应我 你明天不去 让他们去等吧 我们得心里有所准备 你现在精神恍惚 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你 明天他们就是强者 而八天以后 你就是强者了 那以后 我们的日子将会多好 你想一想 菲迪南 菲迪南 你听见没有 他摇着他的身子 他茫然若失地凝视着他 在这迟钝 而若有所失的目光里 对他一席话 没有丝毫反应 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 只是他心灵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他过去从未见过的恐惧和不安 慢慢地 他才镇定下来 你说得对 他终于开口了 你说得对 的确不必那么着急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你说得对 我明天肯定不去 后天也不去 你说得对 这封信 就一定会找到我 我不会正好外出旅行了吗 难道我就不会再生病吗 不 我已经给邮差签了字 这也不要紧 你说得对 得好好考虑一下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他站了起来 开始在房间里夺来夺去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他机械地重复着 然而话里却缺乏信念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他心不在焉地 呆头呆脑地 老是重复这句话 他觉察到 他的思想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去了 已经到那边去了 已经交了厄运了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这句话 没完没了 这句只是在他嘴皮上 打了个滚的话 他再也听不下去了 他悄悄地走了出去 可是他听到 他在房间里来回 躲了好几个小时 像个牢房里的囚犯一样 晚上 他也一口饭没吃 显出呆滞的 心不在焉的神情 那天夜里 他才感到 他内心的恐惧 他紧紧抱住 他柔软温暖的身体 仿佛要躲到他身上去似的 他那滚烫的颤抖的身体 紧紧贴着他 然而他明白 这不是爱情 而是逃顿 一阵痙攒 他吻他的时候 他感到了一滴眼泪 又闲又涩 随后 他又一声不吭地躺着 有时 他听到他在叹息 于是 他给他递过手去 他就紧紧地抓着他 仿佛好把自己支撑住似的 他们两人都不作声 只有一次 他听到他在啜泣 就想安慰安慰他 还有八天时间呢 别去想这事了 他劝他去想些别的 对此 他自己也感到羞愧 因为他的手冰冷 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由此他感觉到 只有这一种思想 占据着他 支配着他 他知道 绝没有什么法宝 能使他 从这个思想中解脱出来 在这所房子里 沉默和昏暗 从来也没有如此沉重 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 都集中在这所房子里了 只有时钟 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 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 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 他知道时间没走一步 他心爱的人就离他远一步 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从床上跳起来 是钟摆停止了摆动 现在时间没有了 剩下的只是恐惧和沉默 他们俩并挨着 默默地躺在床上 心里波澜起伏 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冬日沉曦朦 浓重的霜雾笼罩在湖上 他起了床 匆匆穿好衣服 犹豫不决地 慌里慌张地 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 来回数次 后来他突然拿起帽子和大衣 悄悄开了门 后来他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 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栓时 抖个不停 窃声声地回头看看 是否有人盯着他 真的 那条狗 像朝着一个捏手捏脚的小偷那样 向他扑了过来 然而他认出了他 他在他身上抚摸了几下 狗就温顺地缩了下去 不住地摇着尾巴 想要跟着他 但是他用手把他赶了回去 他不敢出声 随后他就突然从山上的 阳长小路跑了下去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慌张 有时候他还停下来 回头看看那座 渐渐消失在迷雾中的房子 随即又跑开了 一路被石头磕磕绊绊的 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 一直向山下的车站奔去 到了那里才停下来 衣服都湿了冒着热气 额头上汗水淋淋 车站上站着几个农民 和默默无言的普通人 他们都认识他 都向他打招呼 有的人看来情绪不坏 想跟他攀谈攀谈 可他避开了他们 现在和别人说话 他感到又羞愧又害怕 但是站在湿漉漉的铁轨前空等着 又使他感到很难受 他不知干什么才好 于是往一台磅秤上一站 置进一枚硬币 望着指针上面小镜子里 他那张苍白的冒着汗气的脸发呆 他胯下傍秤 钱币喀啦一声掉了下去 这时他才发觉 他忘了看数字 我疯了 完全疯了 他轻声地喃喃自语 他对自己感到恐惧了 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 想强迫自己 把一切事情再明确考虑一遍 可这时 他旁边的信号钟敲响了 他猛地站了起来 机车已经在远处长明 火车呼啸而来 他跳上了一节车厢 地上有一张脏报纸 他捡了起来 呆呆地望着这张报纸 自己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 他只是望着自己的手 那双拿着报纸不住颤抖的手 火车停了下来 苏黎世到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火车 他知道自己将会被弄到哪里去 他感到这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 然而自己的意愿很软弱 而且越来越软弱 有时他还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 他站在一块广告牌前面 强迫自己从上读到下 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 我不必那么匆忙 他说出了声 话刚到嘴边咕隆了一下 他又继续往前走了 他焦躁不安 心烦意乱 像有一台马达在推动他朝前走似的 他束手无策 环顾四周 想找辆汽车 他双腿在颤抖 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 他叫住了车子 像个投合自杀的人 钻进了汽车 说了声 到领事馆街 汽车急迟 依靠在椅背上 闭上眼睛 他觉得自己 像是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 汽车飞迟 把他带到了 他自己的命运中去 然而 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 却感到一阵快意 听天有命吧 这反而使他心里好受一点 汽车停了下来 他下了车 付了钱 就乘上电梯 电梯一开 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 他又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 仿佛做这一切 并不是他自己 而是权力 是那强迫他的 从未见过的 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 他按了按门铃 没有回音 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 回去 快走 下楼去 但他又按了按门铃 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 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 他的穿着寒酸 手里拿着一块抹布 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他粗声粗气地对菲迪南嚷道 是约我 我到领事馆来的 他结结巴巴地回答 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地 他自己也感到羞愧 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 下面牌子上写着 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 你不认识字吗 不等他回答 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菲迪南站在那里 全身一阵惊挛 心里感到无比羞愧 他看了看表 才七点十分 疯了 我真是疯了 他结结巴巴地自言自语 像个老人一样 颤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 这段时间无事可做 真是可怕 因为他感到了 每等一分钟 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 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 做了准备 针字灼巨 胸有成竹 把整个场面 在心里做了预演 然而现在 他和他积蓄的经历之间 落下了一道 两个小时的铁幕 他吃惊地感到 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 都化成了烟 要说的话 在神经质的讨论中 相互践踏碰撞 一句句 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一节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智雇》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 当他到了领事馆 立刻通报给军事科科长 他和这位科长 曾有过一面之交 他是有一回 在朋友家认识他的 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 他知道 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 英俊潇洒 八面玲珑 文文尔雅 滋名不凡 他喜欢表现的 宽宏大量 关心别人 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 这种虚荣心 是他们人人都有的 都希望别人 把他们看作外交官 看作可以自己做主的重要人物 所以菲迪南 在这里打算这样做 先通报进去 客气有礼 先一般地寒暄 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 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 并递给他一支香烟 等他的话一停 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 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 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 这一点很重要 不能忘了 随后他得冷冰冰地 默不关心地回答说 我接到一封信 我想去那边的M区去了解一下 一定是弄错了 那时候曾特别宣布 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 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 让人马上觉得 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 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 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 他是熟悉的 向他解释说 这是一次新体验 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 这项要求了吧 即过去退役的 现在必须重新报名 听了这话 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 马上耸耸肩膀说 原来是这样 我是不看报的 我没那份时间 我得工作 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 他对整个战争是默不关心的 他是自由自在 独立不羁的 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 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 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 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 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 我理解 他得这样说 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 我已经与别人谈好 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 不能不讲信用 我已经向人家做了保证 随后 他就向科长建议 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 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 给他重新做次检查 到此为止 一切都很有把握 但从这里开始 事情就会出差了 要么那位科长一口同意 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 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的 以那种冷彬彬的敷衍了事的态度 突然打起官腔来 磕磕气气地对他解释 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 是不允许的 这时候 他就要表现得果断 他先要站起来 走进桌子 以坚定的声音 用非常坚定的 不屈不挠的 发自内心的果断声音说 这我已经知道了 请记录在案 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 我不能立即应招 要推迟三个星期 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 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都有我自己承担 当然 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 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 感到十分得意 什么记录在案 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 听起来煞有介事 冠冕堂皇 如果科长还要提醒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 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加尖锐些 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 我懂得法律 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 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 我甘愿承担任何风险 说着匆匆拘了一躬 终止了这场谈话 向房门走去 领事馆的人一定会看出 他不是工人或学徒 要等别人让走才走 而他却不一样 谈话该什么时候结束 这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走来走去 把这场谈话背诵了三遍 整个构思以及语调 他都非常满意 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到 就好像演员 眼巴巴地等着别人的暗示 好把他的台词接着说下去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 他觉得说得还不太妥贴 那就是 当然 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 这句话 谈话当中 无论如何得有点爱国之类的词令 无论如何得有一点 以便让人看到他不是背逆不到 但也并非心甘情愿 虽然他承认 当然仅仅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而已 其必要性 但并不认为对它是必要的 对祖国的义务 这话太没有文采 耳朵都听腻了 他想了一下 也许这样 我知道 我知道祖国需要我 哦 这话很可笑 或者这样说会好些 我并不打算逃避祖国的召唤 这样是好了一点 但对这句话他还是不满意 他太卑躬屈膝了 犹如鞠躬时 腰弯得多了几个厘米 他继续推敲着 最后还是直截了当些 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 好 这样讲最确切 这句话可以向理拐 也可以向外拐 可以理解 也可以误解 这话听起来简单明了 说的时候口气可以很蛮横 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 简直有点威胁的味道 现在一切都就绪了 可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一下表 时间似乎不愿往前走 现在才八点 他面前街道纵横 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于是他信不走进一家咖啡馆 想看看报纸 然而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意乱 报上到处都是祖国和义务 这些陈词烂调 扰乱了他的计划 他喝了一杯科涅克白兰蒂 接着又喝第二杯 想去一去嗓子眼里的一股苦味 他苦苦地思考 怎样抢在时间前面 同时把这场虚构的谈话 各个零零散散的部分 一次又一次地牢牢记在心里 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 没刮脸 我还没刮脸 他赶忙跑到对面的理发馆 把头发理了理 洗了洗 这样就打发了半个小时的等候时间 后来又想到 得打扮得像样一点 这在领事馆里是很重要的 内里的人对穷鬼 总是摆出一副 只气羔羊的神器 而且大声斥责 但是如果你仪表堂堂 应对自如 风度潇洒 那么他们对你 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 这个想法 使他感到陶醉 于是他让人把外套刷了刷 他就去买手套 在挑选手套的时候 他着实费了一番斟酌 黄的 有点锋芒毕露 而且显得太浮华 珠灰色 不显眼 这比较好 他买了手套以后 他又在街上游来荡去 他在一家缝衣铺的穿衣镜前 端详了一番 把领带扶正 手里还太空 他突然想起 需要一根手杖 去那的时候 可以给人一种顺路而来 随随便便的感觉 于是他匆匆地跑到马路对面 挑了一根手杖 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 钟楼上的钟 正敲九点三刻 他把准备好的那些话 又背了一遍 太妙了 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 这句新措辞 现在是最有力的一句 他蛮有把握的 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楼去 轻快地像个孩童 一分钟后 蒲翼刚把门打开 他心里就一愣 感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他指望的事并没有出现 他问蒲翼科长在不在 蒲翼告诉他 秘书先生正在会课 他得等着 蒲翼不太客气地随手 像一排椅子中间的一张一纸 让他坐下 那排椅子上已经坐了三个人 脸色都很阴郁 他勉强坐了下来 他心怀敌意地感觉到 在这里 他只不过相当于一桩事情 一份材料 没有自己的人格 他旁边的人 正在相互诉说自己不幸的命运 其中一个带着快要哭出来的 可怜的声音说 他在法国被监禁了两年 而这里又不愿意发给他回家的路费 另一位诉说 无人肯帮他找个职位 可是他有三个孩子 斐迪南不由心里气地发抖 真是岂有此理 竟让他和乞丐坐在一条板凳上 他发现这些卑贱人 他们那种沮丧和牢骚满腹的样子 搅得他心烦意乱 他想把那席谈话再回忆一遍 可是这些家伙 他们的讨厌的唠叨 却打乱了他的思绪 他真想对他们大吼一声 别说了贱货 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送他们回家 然而 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了 跟他们一样 手里拿着帽子 跟他们坐在一起 另外 那里人来人往不断 这也弄得他不知所措 他真怕有熟人 看见他同乞丐 坐在一条凳子上 他心里做了准备 一开门 他就立即跳起来离开这里 可是他仍旧只是失望地 低着脑袋坐在那里 他越来越意识到 趁现在精力还未消耗殆尽的时候 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有一次他振作精神站了起来 对站在他旁边的门杆模样的仆役说 我明天再来吧 可是那位仆役却宽他的心说 秘书先生很快就有空了 于是他又屈膝坐了下来 他在这里好像是被人抓了起来 毫无反抗 终于顺着衣服的稀疏声 一位太太微笑着 洋洋得意地走了出来 高傲地朝那些等候的人扫了一眼 这时 仆役喊道 秘书先生现在空了 斐迪南站起身来 他的手杖和手套在窗台上放着 可是他发现得太晚了 门已经打开 他不能再转回去拿了 他半回头看着 被这些事弄得糊里糊涂 就在这种状态下走了进去 科长正坐在写字桌旁边看材料 此刻匆匆抬起眼睛 朝他点了点头 也没请这位久等的人坐下 就客气而又冷冰冰地说 啊 我们的美术硕士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说着他起身朝隔壁房间叫道 请把斐迪南R的卷宗拿来 是前天办好的 您知道征召令已转寄给您了 他说着又坐下来 您又要离开我们了 好吧 希望您在瑞士这段时间是美好的 再说您的气色棒极了 说着他就匆匆翻阅文书给他送来的卷宗 是在M地区参军的 对 对 一切都办好了 我已经让人把表格填好了 您不用申请路费吧 斐迪南站也站不稳 只听得自己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 不用 不用 科长在介绍信上签了字递给他 本来您明天就该去了 不过 也不必如此匆忙 您先让最后一张杰作的油墨干一干吧 如果您需要一两天时间处理一下自己的事物 这事儿有我负责 这对国家的关系不大 斐迪南感到 这是句令人发笑的玩笑 而他只是客气地撅了一撅嘴 这使他自己的内心里 真正感到十分敬恶 说几句 现在我得说几句 他心里盘算着 不能像木棍似的呆呆地站着 他终于蹦出了这么几句来 有了征兵书够了吧 其他还要通行证吗 不用了 不用了 科长笑着说 边境上不会麻烦您的 再说那里已经得到了关于您的通报 好吧 祝您一路平安 他向斐迪南伸出手来 斐迪南感到 这意思是让他走了 他眼前一阵漆黑 赶紧扶住了门框 一种厌恶的心情 使他透不过气来 往右 请往右走 科长在背后喊叫他 他走错了门 科长挂着一丝微笑 这时虽然他神志不清 但觉得自己 还是看到了科长的笑 给他打开他出去的门 多谢 多谢 请不必劳神了 他还那那说着 对着多余的客套 他自己也感到生气 刚走到外面 扑逸就把手杖和手套递给了他 经济方面的责任 请记录在案 等等词句 这时又在他脑海里涌现出来 竟还向他道谢 可可气气地向他道谢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羞愧过 然而他并没有在怒火中烧 他有气无力地走下楼梯 感觉到现在走着的并不是自己 感觉到那种视力 那种陌生 冷酷无情的视力 已经把他 把整个世界踩在他的脚底下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智固》 他下午很晚才回家 他感到脚后跟疼得很 他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个小时 三次到自己家门口又缩了回来 最后他想从后面穿过葡萄园 从一条掩蔽的小路溜回家 然而那条忠实的狗发现了他 他狂吠着向他扑来 亲热地对他摇着尾巴 门口站着他的妻子 他第一眼就看出 他什么都知道了 他默默无语地跟着他 羞愧得无地自容 可是他并不严厉 也不看他 显然他避免再使他痛苦 他端出一些冷肉放在桌子上 他顺从地坐了下来 他走到他身边 菲迪南 他说道 声音哆嗦得很厉害 你病了 现在不能和你说话 我也不想责备你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我感到你很痛苦 不过你答应我一条 关于这件事情 要是事先没有和我商量 你再也别采取什么行动了 他沉默不语 他的声音激动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个人的事情 我从来都让你在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上 有充分的自由 我并为此感到自豪 但是你现在处理这件事 不仅关系到你的生活 而且也关系着我的生活呀 我们的幸福 是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 我不能像你似的 随随便便去断送给国家 断送给谋杀 断送给你的虚荣心和软弱 我们的幸福 我谁也不给 你听着 谁也不给 你在他们面前窝窝囊囊 我可不 我知道这件事的分量 我绝不屈服 他仍一直不吭声 他那卑躬的 由于感到内疚的表现出来的沉默 渐渐激怒了他 我绝不让一张废纸 就从我这里拿走什么东西 我不承认 以杀人为终结的法律 我绝不在权势面前折腰 你们男人 现在都被意识形态毁了 你们考虑政治和伦理 而我们女人 我们是凭直觉办事的 我也知道 祖国意味着什么 但我也明白 今天祖国又意味着什么 杀人和奴役 个人可以属于祖国和人民 但是一旦这些人都疯了 那他就不该跟他们同流合污 在他们眼里 你不过是一个数字 号码 工具和炮灰 可是我却感到你是个活生生的人 因此 我绝不把你交给他们 我绝不把你交出去 我从来没有擅自替你做主 但是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保护你 在这以前 你还是个头脑清醒的成年人 懂得自己该干什么事 可是现在 你已经跟外边几百万牺牲者一样 抑制被扼杀 成了失去常态的听命于人的破机器 他们为了得到你 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你的神经 可是他们却把我忘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 斐迪南依然抑郁地沉默不语 他心里没有反抗 既不反抗别的事 也不反抗他 他祸地站了起来 显出一副吵架的气势 他的声音是强硬严厉而绷得紧紧的 在领事馆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想知道 这简直是一道命令 他疲惫地拿出那张纸递给了他 他双眉紧促 咬着嘴唇 看了那张介绍信 随后就轻蔑地把他往桌子上一扔 这帮老爷倒挺急 明天就要你走 而你呢 你对他们大概还感恩戴德吧 脚跟咔的一声一个力正 就完全俯首贴耳了 明天就去报道 报道 不如说是唯命侍从 不行 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 还远远没到这个地步 费迪南站了起来 他脸色苍白 扶在椅子上的手在抽搐 宝拉 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木已成舟 已经无可挽回了 我曾试图反抗来着 但办不到 我就等于是这张纸了 我就是把纸撕掉 还依然是它 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在这里也没有自由啊 每时每刻我都似乎感到 那边在召唤我 在摸索我 在拉我 拽我 到那里 我反而会感到轻松些 在监狱里 反而倒还有一点自由 只要在外面 就总觉得是在逃命 这倒反而不自由 再说 干嘛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 第一次 他们已经放我回来了 为什么这次 就不会放我回来 也许他们不给我武器 我甚至 有把握 会弄一份轻松的拆石干 干嘛把事情想得那么糟 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 也许我会交上好运呢 他俨然很严厉 事情现在已经不在于 这些问题了 菲迪南 不在于他们给你轻活或重活 而在于 你是否应该去为你 所厌恶的人效劳 你是否愿意违背自己的意念 去参与世界上最大的犯罪活动 因为谁不拒绝 他就是帮凶 而你是能拒绝他们的 因此你必须这样做 我能够拒绝他们 我无能为力 已经不行了 对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的厌恶 憎恨和愤慨 过去曾使我意志坚强 可现在 却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别再折磨我了 求求你 别再折磨我了 别跟我再说这些了 不是我说这些 而是得由你自己说 他们没有权利支配一个活生生的人 权利 好一个权利 现在世界上哪里还有权利 权利已经被人扼杀了 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 可是他们 他们有权利 而权利就是一切 为什么他们有权利 正因为是你们给他们的 只要你们老是胆小 他们就永远有权利 现在人们称之为 庞然大物的东西 是由全世界 十个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 十个人就可以把他摧毁 一个人 一个敢于否定他们的活生生的人 他就是在摧毁这种权利 可是 如果你们不敢挺起腰来 而总是想 也许我能过关 如果你们 以去求生 心存侥幸 不去激其要害 如果你们敢当奴隶 命运依旧 他们就永远拥有权利 男子和大丈夫就不该屈从 大家必须说不 这是当今唯一的责任 而不是去任人宰割 可是宝拉 你是怎么想的 我该 你该说不 如果你心里也想的是不 你要知道 我爱你的生活 爱你的自由 爱你的工作 但如果你今天对我说 你要到那边去 跟左轮手枪讲权利 如果我知道 你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就要对你说 走 但如果你出于怯懦 和神经过敏 或者心存侥幸 以为能保住性命 因此受了一种 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 欺骗就走的话 那我就看不起你 是的 我看不起你 如果你是为了人类 为了你的信仰而去 那我绝不阻拦你 但是到野兽中去当野兽 到奴隶中去当奴隶 那我坚决反对 人应该为自己的思想去献身 而不是为别人的癫狂去送死 如果有人以为是为祖国而死的 宝拉 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难道你觉得我的话太唐突了吗 恐怕是觉得背后班长的军棍 在抽你了吧 别害怕 我们还在瑞士 你是想要我沉默或对你说 你会平安无事的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多愁善感了 现在事情关系到我和你 关系到我们整个命运 宝拉 她再次想打断她的话 不 我再也不同情你了 我选择你 爱你是个自由的人 我瞧不起懦夫和自己欺骗自己的人 干嘛我要同情心 在你眼里我算什么 一个小小的忠实乱图了一张破通知书 竟然使你抛弃我 而跟着他跑 可是我绝不任人抛弃以后再捡起来 现在 你选择吧 要他们 或是要我 鄙视他们 或是鄙视我 我明白 如果你留在这里 沉重的打击会击落在我们头上 我将再也见不着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了 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那我什么都认了 可是 假如你现在要使我们分开 那就永远分到底 她只是哀声叹气 可是她却怒火冲天 正在尽头上 我或是他们 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 菲迪南 现在还有时间 你好好想想 过去我常常为我们没有孩子而苦恼 现在 我第一次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不愿替懦夫生孩子 更不愿抚养一个战争的孤儿 我与你相爱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亲相爱过 而现在 我却弄得你很痛苦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不是走去试一试 这是离别 你要是离开我去参军 去追随那些穿着制服的杀人犯 那你就不会回来了 我不和罪犯们共命运 我跟人 而不跟国家这个吸血鬼共命运 是国家或是我 你现在必须做出选择 她走出屋门 砰的一声撞上了门 而菲迪南还站在那里哆嗦 撞门的响声 使她的腿都软了 她不得不坐下来 垂头丧气 一筹莫展 她的头搭了着 埋在两只紧捏着的拳头之中 终于 她心里忍不住 她像小孩似的嚎啕大哭 整个下午 她都没回屋 但她 感到她的意志 就站在门口 含着敌意和戒心 可是同时 她还感到另一个意志 她犹如安在 她胸腔里的铁飞轮 推动她向前 有时候 她想把事情一桩桩 再思索一番 然而 思想不翼而飞了 她坐着发呆 而看起来 好像正在思考问题 这时 一阵神经质的 烦躁不安袭来 把她最后的一点平静 都一扫而光 她感到 她的生命两侧 都被超人的力量抓住 拽着 她只有一个希望 把自己从中间 撕成两半 为了找些事干 她在桌子的抽屉里 翻寻了一阵 撕毁信件 眼睛呆呆地盯着 其他东西 一言不发 在房间里 夺来夺去 然后就坐下来 一会儿心烦意乱 就又站了起来 但是疲惫不堪 又使她坐了下去 当她收拾行装 从沙发下面 把背囊拖出来的时候 她突然攥紧自己的双手 紧紧凝视着 这双未受自己意志支配 而在 有条不紊地 坐着这一切的双手 等到后来 把打好的背囊 突然往桌上一放 她又哆嗦起来 感到肩头沉重 似乎 她把时代的全部重量 都压在自己的肩上了 门开了 她妻子手持煤油灯 走了进来 她把灯往桌上一搁 圆形的灯光 不住地在背囊上跳动 房间骤然照亮了 这是原来 隐藏在黑暗中的羞辱之感 又涌上了心头 这是为了应付万一 其实 时间还很宽裕 我 她结结巴巴地说 然而她那呆滞的 铁石般的 虚实的目光 却道出了真情 把自己的话 撵得粉碎 她用牙齿 咬紧嘴唇 十分严峻地 审视她好几分钟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后来 好像由于昏厥 而微微摇晃起来 目光紧紧盯着她 她嘴角上紧张的神情 也缓和下来了 她肩头颤抖 转过身 头也不回 离开她 走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智固》 几分钟后 女佣人来了 端来她一个人的饭菜 她身旁的位置空了 她心里充满了 犹豫不定的感情 她抬头一看 就发现了 那个残酷的象征 椅子上放着那只杯囊 她感到 自己似乎已经离去 已经走了 对这所房子来说 已经死掉了 四壁黑油油的 油灯的光圈 已经照不到墙壁上了 外面 在生疏的灯光之后 燥热的黑夜 笼罩着大地 远处万籁俱寂 高远的苍穹 照着无垠的大地 这更增添了寂寞之感 她感到她周围的一切 房子 风景 作品和妻子 在她心里 都一样样死掉了 感到自己 风貌的生命 突然干枯了 她那跳动着的心 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 她迫切感到 需要爱情 需要温暖 和亲切的话语 她准备接受 一切鼓励和安慰 只要能重新 回到过去的生活 忧伤压过了 坠坠不安 此时 她孩子气的渴望 得到些微温存 这种渴望 使得崇高的 离仇别叙 消散了 她走到门前 轻轻地转动门把 可是转不动 门锁上了 她怯声声地 敲敲门 没有回答 她又敲了敲 她的心 也一起 碰碰直跳 一切都寂静无声 现在她明白 一切都完了 她感到一阵寒颤 她吹灭了灯 合一倒在沙发上 裹上被子 此刻 她心里真希望 一切都坠毁和忘却 她又仔细听了一次 仿佛听到远处 有什么声音 她把耳朵贴在门上 悉心地听 门外依然静悄悄地 什么声音也没有 她又重新垂下了头 这时脚下有什么东西 轻轻地触着了她 她吓得猛地站了起来 不过 惊吓马上就变成了感动 原来是那条狗 原先随女仆溜进房里 躺在沙发底下 此时 正在挨近她 用温暖的舌头 舔主人的手 这只狗的无知的爱 使她感到莫大的欣慰 因为这爱 是来自 夜已死去的世界 还是因为 她是她以往的生活中 现在仍然属于她的最后的东西了 她俯下身子 抱人似的把她抱住 她感到 世界上居然还有东西爱着我 而且没有看不起我 对她来说 我还不是机器 不是杀人工具 不是任人驱使的懦弱的人 而是一个可以用爱来亲近的人 她的手不断地轻轻地抚摸着她柔软的毛 狗则更紧地挨着她 仿佛她懂得主人的寂寞 主人和狗都轻轻地呼吸着 渐渐进入了梦乡 她一觉醒来 感到精力充沛 窗户外面已经尘光细微 燥热的风把黑暗一扫而光 湖面上闪耀着映出远山的白色轮廓 斐迪南一跃而起 虽然由于睡过了头 而感到有些眩晕 然而 她却完全清醒了 这时 她一眼就看到那一捆好的背囊 一下子 一切都又重新浮现在她脑海里 不过现在是白天 她心里感到轻松多了 干嘛要收拾行装呢 她自己问自己 干嘛 我确实想出去旅行 现在开春了 我要画画 其实用不着那么急 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还可以有几天时间 我要像牲畜上屠宰场似的 我妻子说的对 这是对她 对我 对所有人的犯罪行为 到头来 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假如我晚一点去服兵役 也许会关我几个星期禁闭 可是服役何尝不等于坐监狱 我这人没有什么虚荣心 但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候 不对奴役表示顺从 倒是一种光荣 我不再考虑出门旅行了 我就留在这里 首先我要把这里的风景画下来 这样将来就可知道 我以前在这儿多么幸福 不完成这张画 不等事情到了万不得已 我就不走 我不能让人像赶牛似的 在后面赶我 她拿起背囊 举得高高的晃了晃 往角落里一致 从这个动作中 她感到自己很有力量 因而满心欢喜 由于精力充沛 她突然想试试自己的意志 她从信夹里取出那张 准备撕碎的纸条 把它展开 可是奇怪得很 军事措辞 像是具有神奇的力量 又重新将它征服 她开始念叨 您务必 那句话紧紧地抓住了 她的心 这是一道命令 不允许提出任何意义 她感到有点摇晃 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又在她心里上升了 她的手开始发颤 力气完全消失了 不知从哪里袭来的 一阵冷风 像过堂风在近吹 不安又滋长起来 在她内心 外来意志和铁钟 又开始走动了 她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直至每个关节里 都好像安上了弹簧 她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钟 还有时间 她喃喃地说 然而她自己也不明白 她指的是什么 是开往边界的早班火车呢 还是她自己定的出发日期 这时 她心里又出现了那股 要拉她走的神秘莫测的力量 那重毁一切的 退去的潮水 由于要对付她最后的反抗 因此来得比以前更为猛烈 同时也产生了恐惧 哪怕被压垮得茫然无措的恐惧 她明白 如果现在没人抓着她 那她就完了 她摸索到她的妻子房间的门 好奇地贴耳细听 房间里毫无动静 她切生生地用指节骨扣了扣门 还是沉寂无声 她又敲了敲 还是一片寂静 于是她就小心翼翼地扭动门吧 门开了 可是房间里是空的 床上也是空的 但很乱 她吃了一惊 便轻轻喊她的名字 可是没有回答 她越发不安又喊着 宝拉 最后她好像遭了突然袭击 在整个屋子里大声叫喊 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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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毫无动静 她摸进厨房 厨房也是空的 一种枉然的可怕感情 使她哆嗦起来 她踉跄着上了顶楼的画室 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是告别 还是留下不走 然而那里也没有人 连那条忠实的狗也毫无踪迹 全都把她抛弃了 孤独猛烈地向她袭来 摧毁了她最后一丝力量 她穿过空荡荡的屋子 回到自己的房间 拿起背囊 她觉得 屈从于智库 反倒轻松了 这是她的过错 她自言自语道 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她为什么走开 她得把我留住呀 这是她的责任 她本来是能够救我的 可是她不愿了 她看不起我 她已经不爱我了 她把我摔了下来 现在我正在跌下来 这是她造成的 这是她的过错 不是我的 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她在房子前面 又一次转过身去 想听听 也许会从什么地方 传来一声呼唤 一句爱情的话语呢 也许有什么东西 能用拳头击碎 她内心那台顺从的铁机器 然而依然无人说话 无人呼唤 毫无动静 一切都离开了她 她感到自己 跌进了无底深渊 这时她心里 想起了一个念头 往前再走十步 就到湖边了 从桥上往下一跳 去那永恒的 和平安宁的世界 岂不更好 教堂尖塔的钟声响了 严酷而沉重 往日那么可爱的 明朗的天空 传来这严酷的呼唤 像鞭子抽打在她身上 催她动身 还有十分钟 火车就到了 那时一切都完了 彻底完了 无可挽救了 还有十分钟 可是她不再感到 这十分钟是自由的了 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一样 她向前奔去 亮亮呛呛 跑跑停停 气喘吁吁 生怕误了火车 她越跑越快 越跑越急 只跑到月台前面 差一点 与一个站在铁路栏杆前的人 撞个满怀 这时她才停下来 她吓了一跳 威囊从她 哆哆嗦嗦的手里 掉下来 站在她面前的是她的妻子 她脸色苍白 由于睡眠不足 而显得精神疲乏 她那严肃而又忧伤的目光 责备地注视着她 我知道你会来的 三天前我就料到了 但是我不想离开你 一清早 从第一趟列车起 我就在这里等你 准备在这里 一直等到最后一趟车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他们就不会把你抓住 菲迪南 你好好想想 你自己说过 时间还充裕呢 你干嘛要这么急 他们有把握地望着她 这只是 我已接到通知 他们在等着我 谁等你 或许是奴役和死亡 除此以外 谁都没在等你 该清醒了 菲迪南 你要明白 你是自由的 是完全自由的 谁也无权支配你 谁也不能对你 发号施令 你听着 你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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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对你说上 一千遍 一万遍 每时每刻都不停地说 直到你自己 也意识到为止 你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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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两个过路的农民 好奇地转过身来的时候 他轻声地说 我求求你 别这样大声嚷嚷 人家在看着呢 人家 人家 他怒气冲冲地嚷道 人家关我什么事 要是你重担 躺在地上 或瘸着腿回家 他们会帮我什么忙 这些人 瞧都不值得瞧一眼 什么同情 爱怜 感激 通通见鬼去吧 我要的是你一个人 一个自由活生生的人 我要你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样 是自由的 不要你去当炮灰 宝拉 她想设法使狂怒的妻子平静下来 可是她推开了她 你那些胆小愚蠢的恐惧 给我见鬼去吧 我在自由的国家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是奴仆 也不让你去受奴役 菲迪南 你若要走 我就躺在机车前面 宝拉 她又抓着她 然而她的表情 突然变得很痛苦 不 她说 我不爱说谎 也许我会变得太胆小 千百万女人的胆子都太小 她们的丈夫 她们的孩子 被人拉走的时候 本来是应该起来反抗的 但是她们之中 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你们的懦弱也毒害了我们 假如你走了 我会怎么做 嚎啕大哭 呼天唤地 跑到教堂里去祈求上帝 派给你一个轻松的差事 也许还会嘲笑那些没有走的人 在这种时候 一切都是可能的 宝拉 她拉着她的手 倘若事情不得不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使我这样难过 要我让你轻松一点吗 不 要叫你难过 没完没了的难过 我要尽我所能叫你难过 我就站在这里 你得用强力 用你的拳头把我赶走 你得用你的脚来踩我 反正我绝不放你走 信号钟响了 她猛地站起来 脸色苍白 非常激动 她伸手去拿杯囊 可是 她一把杯囊拉过去 并迎面挡着她 拿来 她痛苦地哼了一句 不给 不给 她一边气吁吁地说 一边使劲地跟她夺杯囊 周围的农民都聚拢过来 哈哈大笑 人们在喝彩 给他们火上浇油 正在玩耍的孩子 也跑过来了 她俩却还在怒不可遏地 使出各自全身力气 像争夺生命似的 争夺那只杯囊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小说 《智雇》 正在这时 车头隆隆 列车呼啸着驶进了站 突然 她放开杯囊 撒腿就跑 头也不回 慌里慌张地 跌跌撞撞地越过铁轨 朝列车奔去 纵身跳上一节车厢 周围爆发出一阵 响亮的笑声 那些农民都兴高采烈地 狂叫起来 他们大声嚷嚷 快跳 要抓住你了 快跳 快跳 她要追上你了 他们跟着她往前跑 在她身后 爆发出一阵 耻笑她的响亮的笑声 此时 火车已经开动了 她在那里站着 手里拿着杯囊 人们对她 劈头盖脑地 倾斜他们的嘲笑 她凝望着列车 列车驶得越来越快 马上就在远处消失了 车厢在窗口里 没有传来一句告别的话语 任何表示都没有 突然眼泪夺眶而出 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低头坐在角落里 现在火车行驶速度 越来越快 但她还不敢朝窗外 看一眼 外面的一切 飞速地向后退去 景色被列车行驶的 高速度 死成千百块碎片 她所有的一切 山丘上的小房子 连同她的画 桌子 椅子 床 还有妻子 狗 和多少幸福的日子 现在全完了 她经常兴致勃勃地 欣赏的开阔的景色 她的自由 和她的整个生活 也都烟消云散了 仿佛她的生命 已从所有的血管里 流尽 烫光 除了那张白纸 那张在她口袋里 习俗作响的白纸 她已经一无所有 现在 她戴着这张纸 任凭厄运的趋势 四处漂流 她对自己所发生的一切 只是感到模糊而模糊 列车员要她出示车票 她没有票 她像梦游者似的 说她的目的地 是边界 她毫无意识地 又换了另一次列车 这一切都是她心里的 那台机器做的 她已不再感到痛苦 在瑞士边境站 检查人员向她索取证件 她给了他们 除了那一纸空文 她身边一无所有 有时候 那种业已失去的东西 还在轻轻地提醒她 像在梦里一样 从心灵深处 发出喃喃的声音 回去 你还是自由的 你不该去 然而 她血液里的那架机器 她不说话 却强有力地 拨动着她的神经和肢体 用 你必须去 这个无声的命令 顽固地 推着她往前去 她站在通往祖国的 过境车站的月台上 在暗淡的光线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边有一座桥 横跨在河上 这就是边界 她闲暇无视地思绪 试图理解 这个字眼的含义 在这一边 人们还可以生活 呼吸 自由地说话 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从事严肃地工作 可是 从那座桥 向前走八百步 在那里 人们的意志 已经从身上取掉了 就像从动物身上 取出了内脏一样 他们必须听从于陌生人 并把刀子 捅进别的陌生人的胸膛 这一切 就是这里的这座小桥 这座两根大梁上 架着一百几十根 木头的小桥的 全部含义 因此 有两个士兵 穿着颜色不同的 莫名其妙的服装 持枪站在那里守卫 此刻 他心里郁闷难当 感到自己 再也无法清楚地思考了 而他的思潮 却在滚滚翻腾 浮想连篇 他们在那根木头旁边 守为什么呢 是不让人 从一个国家 跑到另一个国家去 是不让人 从一个 割去了人的意志的国家 逃跑到 另一边那个国家去 可是 他自己 却愿意 到那边去 是的 不过是 另一种意义 是从自由 走向 他想不下去 关于边界的思考 向对他施行了催眠术 自从他亲眼看到 边界确确实实 有两名令人生艳的公民 身着士兵制服 在守卫着 他心里对有些事 就弄不太明白了 他竭力追思往事 这是在打仗啊 不过战事 只在那边 那个国家里进行 战争离这里 还有一公里远 或者说 战争正在那边进行 实际上 离这里是 一公里 差二百米远 他忽然想到 也许 还要近十米 那就是 一千八百米 差十米 他心中忽然蒙起 一种荒唐的想法 想了解 在最后十米的土地上 还有没有战争 这个滑稽可笑的念头 倒是他兴致勃勃 什么地方 一定有一条线 有一条分界线 要是有人走到边界上 一只脚踩在桥上 另一只脚 还踩在地上 那他算什么呢 还是自由的 或是已经是士兵了 或你得一只脚 穿着老百姓的靴子 另一只脚穿军靴 他的这些想法 越来越幼稚可笑 不时在他脑袋里搅和着 往桥上一站 这就已经到了那边 要是又跑了回来 那算不算是逃兵 那么水呢 是战争的 还是和平的 那河底下 是不是也有一条 按两国国旗的颜色 从中间分开的线 那么鱼呢 是否可以游到那边 战争区去 连动物也都这样 他想到了他那条狗 如果他也来了 也许会被动员起来 要他去推机关枪 或者到枪林弹雨中 去搜寻伤员的 感谢上帝 他留在了家里 感谢上帝 他被自己这个思想 吓了一跳 使自己震醒过来 自从他实地 看到了这条边界 这座 介于生与死之间的桥 他就感到心里 开始动起来 动的不是那台机器 而是一种意识 一种反抗 在他身上 要开始觉醒了 在另一条铁轨上 他来时坐的 那辆列车还停着 只不过 在这期间 机车已掉了头 那巨大的玻璃眼 现在正朝着 另一方向凝视 准备把各节车厢 重新拉回瑞士 这使他想起 现在可能还来得及 他那根可念 自己失掉的家的神经 本来已经死了 现在又痛苦地 活动起来了 他感到在他心里 以前的那个他 又开始恢复 其本来的面目了 他看到桥的那一边 站着个士兵 身着外国制服 腰树皮带 肩上沉沉地 跨着一条步枪 看到他漫无目的地 夺来夺去 他从这个陌生人 这面镜里 召见了自己 现在才恍然大悟 明白自己的命运 自从他明白了这一点 他就在自己的命运中 看到了毁灭 他的灵魂中 现在发出了 生命的呼唤 此时 信号中敲响了 那沉重的响声 打碎了 他尚未稳定的感觉 现在他知道 一切都完了 如果他坐上 这辆列车 三分钟 火车就驶完 两公里路程 到了桥边 并开过桥去 他知道 他可能会搭 这辆火车的 不过还有一刻中 他可能会得救 他如痴如醉地 站在那里 然而 火车不是从 他紧紧注视着的 远方驶来的 而是从那 经过这座桥 缓缓地朝这边 隆隆驶来 顿时大厅里 骚动起来了 人们从后车 驶里蜂拥而出 妇女们叫嚷着冲出来 拼命往前挤 瑞士士兵赶忙列队 此时忽然 奏起了音乐 他仔细一听 不禁大吃一惊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这音乐高昂积悦 绝不会听错 是马赛曲 对一列从德国开来的火车 竟奏起敌人的国歌来了 火车隆隆使劲 虚虚地放着气停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已一拥而上 车厢的门都打开了 伸出一张张苍白的脸 明亮的眼里 流露出极度的喜悦 穿着军服的法国人 受伤的法国人 都是敌人 敌人 几秒钟的时间 他像是在梦里一样 过了这阵地 他才弄清楚 这列火车上 全是交换的受伤的战俘 在这里获得释放 他们从疯狂的战争中得救了 这一点他们都体会到 了解到和感受到了 他们挥着手 他们呼唤 他们欢笑 虽然有些人的欢笑里 还含着痛苦 有一个伤兵 拐着假腿 亮亮呛呛 跌跌绊地走了过来 扶着一根柱子 大声喊道 瑞士到了 瑞士到了 上帝保佑 父女啰气着 奔向一个车窗 又一个车窗 直到找到自己 要找的人和亲爱的人 呼唤 哭泣 叫喊 各种声音 混乱嘈杂 不过 一切都汇成了一片 高昂的欢呼声 音乐停止了 几分钟之内 听到的只是 喧嚷和呼唤 这击拍在人们心头的 汹涌澎湃的感情的波涛 渐渐地平静下来了 到处围成了一波波的人群 大家都沉浸在 幸福的欢乐之中 热情地交谈着 有几个妇女 还枉然地来回呼喊着 护士送来饮料和礼物 重伤员用担架抬了出来 裹着白纱金 脸色苍白 受到了亲切而悉心的照料 从他们身体的外形上 充分表明了 他们的苦难遭遇 有的截去了手臂 衣袖空空地搭拉着 有的形容憔悴 或者严重烧伤 他们的青春 几乎荡然无存 各个蓬头垢面 无比苍老 但是每个人的眼睛 都安详地仰望着天空 他们都感到 朝圣已经到了终点 菲迪南 贪了似地站在这些 他不期而遇的人群之中 揣着那张纸条的胸口下面 他的心又重新剧烈地 跳动起来了 他看到 在人群边上 孤零零地停着一副担架 无人过问 他迈着缓慢而犹豫的步子 走到那个 被异国的欢乐 所遗忘的人身边 这个伤员脸色灰白 胡子蓬松 他那只打坏的手 贪残地从担架上搭了下来 他双目紧闭 嘴唇毫无血色 菲迪南颤抖着 他轻轻地把这只 垂着的手抬起来 小心翼翼地 放在那受难者的胸前 这时候 这个陌生人睁开了眼睛 看着他 从那无限遥远的痛苦中 泛起一丝感激的笑容 并向他致意 这件事 像一道闪电 从正在颤抖的 菲迪南心里划过 该这样去残害人 不把人类视作兄弟 而代之以仇恨吗 甘愿去参与 这桩滔天的罪行吗 感情的真理 以庞博的气势涌上他的心头 摧毁了他心里的那台机器 崇高而伟大的自由 冉冉升起 他战胜了顺从 绝不去干 绝不去干 一种气吞山河的 从未有过的声音 在他心里高喊 并猛烈地冲击着他 他误咽着 在担架前昏倒了 人们跑到他跟前 以为他扬颠峰发作了 医生也赶来了 然而他却自己 慢慢地站了起来 也不要别人服 神情安详而愉快 他伸手从信夹中 取出最后一张钞票 放在伤员的担架上 然后他拿出那张纸条 又慢慢地 专心致志地读了一遍 随即 把他撕成碎片 扔在车站上 大家望着他 以为他是疯子 他现在可不再感到 什么羞耻了 倒觉得自己已经复原 这时又响起了音乐 然而他心里响亮的奏鸣 盖过了所有声音 夜里很晚 他回到了家 屋子一片漆黑 像口棺材似的关闭着 他敲了敲门 里面一阵脚步 拖地走路的声音 他妻子打开了门 当他看到是他时 不禁深为惊讶 然而他却温柔地抓着他 领他进了门 他们没有说话 俩人都由于幸福而震颤 他走进房间 看到他的画 全部树放在那里 这是他从画室里搬下来的 为的是 好一看到他的作品 就感到时刻跟他在一起 从他妻子的这个举动中 他感到无限的爱 同时他也明白 自己幸免了多少灾难 他默默地捏着他的手 那条狗从厨房里冲了出来 直往他身上跳 一切都在等着他 他感到真正的 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不过他感到自己 像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似的 他们俩还一直没有说话 但是他温柔地拉着他来到窗前 外面是永恒的大千世界 他对一个一时糊涂的人 自寻烦恼根本无动于衷 世界为他闪着光 在无垠的太空中 繁星灿烂 他仰望天空 感触万千 现在他懂得 适用于地球上的人类的 只有一条法则 除了相亲相爱 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一个人 真正束缚住 他妻子挨着他的嘴唇 幸福地呼吸着 有时两人的身子 由于极度欢快 而挨在一起 微微颤抖 但是他们沉默着 他们的心 在万物永恒的自由中 自由地翱翔 超脱了混乱的词汇 和人类的法规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巧食心意 1931年4月的 一个奇妙的早晨 潮湿然而却充满了 阳光的空气美极了 它像块加心糖那样可口 甜滋滋凉嗖嗖的 又湿润又亮堂 春天的精华 纯粹的活性氧 在斯特拉斯堡大街的中心地段 人们意外地居然呼吸到 从田野和大海上 升腾起来的芬芳 这种迷人的奇迹 是由那些反复无常的四月里常有的阵雨造成的 春天惯用这种阵雨 以最顽皮的方式宣告它的来临 还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的火车就追赶着乌云 那乌云黑压压的一片 紧贴在地平线上 直至魔屋附近 已经看到散落在城郊的 像儿童积木式的房屋 从一片浓郁的绿荫上空 出现了耀眼的广告 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英国女人 开始在座位上收拾她的十四只瓶子 盒子和旅途用品 那厚厚的 罩满了水的乌云 才绝了口 黑沉沉的千色乌云 奇势汹汹 从埃佩尔内城起 就和机车赛跑 绝口的信号 是一束小小的苍白的闪电 煞时间 一股股水流 好斗地喷向地面 发出了隆隆的声音 像机关枪似的 把一颗颗湿漉漉的子弹 扫向行驶着的列车 车窗在准确射来的雨弹打击下 躺着眼泪 机车甘拜下风 向地面垂下了她那灰色的烟旗 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 只有沉重的雨点 垂打着玻璃和金属 火车在光亮的铁轨上飞驰着 躲避大雨的袭击 犹如一只被追逐的野兽 我们顺利地到达车站 站在有顶棚的站台上等候着搬运行李的工人 可你看吧 在灰白的雨云后面的空地上 林荫大陆的景色有光彩夺目的显现出来 强烈的阳光用它的三尺叉刺穿了正在溢去的乌云 房屋正面随即像擦过了的黄铜闪着亮光 天空呈现大海般的蔚蓝 城市脱下了雨衣 站了出来 显出一幅神圣的景象 宛如阿弗洛迪特 安娜迪奥梅娜 闪着裸体的光泽从海浪中出来 一时间 人们从左右无数藏身避雨的地方涌到了街头 他们抖落身上的雨水嬉笑着各奔东西 被堵塞的交通恢复了 无数的车轮又在拥挤的大街上滚动起来 发出了轰隆轰隆和咕噜咕噜的响声 混合一片 重现的阳光使万物充满生机喜气洋洋 就连林荫大道上的被紧紧地夹在坚硬的柏油路面中的衰微的树木 连了一场大雨之后 也在向焕然一新瓦蓝瓦蓝的天空慢慢地展开了小纸般间隙的爆雷 试图喷放出少许的辛香 他们的尝试真的成功了 一个奇迹中的奇迹在巴黎的心脏 斯特拉斯堡林荫大陆的中心 一时间明显地闻到了素子花的屡屡清香 在这个值得祝福的四月的日子里 还有第二件乐事 我一来到巴黎 直到下午都没有约会 巴黎市四百五十万居民中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 也没有一个人等待着我的到来 这样我自由自在 可以随心所欲 愿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我乐意 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在城中游逛 或者看看报纸 可以在咖啡馆里闲坐一会儿 或者用餐 要么就去博物馆 浏览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 或者在沿岸大街的旧书团上翻阅书籍 我可以给朋友打打电话 或者干脆就凝视那蓝色的 充溢着甜蜜空气的天空 然而幸运的是 出于无所不知的本能 我做了最理智的事 即什么也不做 我没有任何计划 给自己充分的自由 摆脱了任何愿望和目的 机遇的车轮随便把我带向任何地方 就是说 听任大街上的人流的冲击 我被慢慢地推到岸边 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 快速地穿过人行道上的人流 最终人的波浪将我抛到林荫大道上 我感到一种惬意的疲劳 就坐在林荫大道和德鲁奥特大街拐角的 一家咖啡店门前的座位上 我舒服地靠在柔软的藤椅上吸着香烟 心里想 我又在这里了 这就是你呀 巴黎 老朋友 整整两年没和你见面了 现在让我们面对面好好看看吧 巴黎 你可说话呀 让我看看你这两年都学到了些什么 开始把你那部绝妙的有声电影 巴黎的林荫大道演给我看 这是一部光合颜色 以及有成千上万 不拿报酬和数不清的道具演员 参加演出的杰作 还有你那无法模仿的 叮叮当当嘎嘎作响 高亢热闹的 喧笑的街头音乐 别吝啬 快一点 让我看看你都能干些什么 让我看看你是谁 拉起你那大手风琴 奏起二十音阶 全音阶的街头音乐 让你的那些汽车飞驰 让你的那些小商贩高声叫卖 让你的那些广告大喊大叫 让你的那些喇叭呜鸣鸣叫 让你的那些商店闪闪发光 让你的那些行人飞快奔跑 我就坐在这里 睁大了眼睛 我既有闲暇又有兴致观看 地听 直到眼花心醉 喂 别吝啬 别野蛮 多一点 再多一点 大声点 再大声点 喊了再喊 叫了再叫 让喇叭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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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鸣鸣鸣�鸣鸣�鸣�� 这个《非凡的早晨》里的第三件乐事 就是我已经感到我的神经在受某种刺激 我的好奇心又被激发起来了 像多半在旅行或失眠之后发作起来那样 每逢这样的日子 我就觉得自己成了两个我 甚至成了更多个我 这时我不满足于我自己被束缚在自个儿的生活之中 有什么东西从内部挤压着我 绷紧了我 仿佛我一定得把自己从躯壳中挣脱出来 就像飞蛾从它的涌壳中挣脱出来一样 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 每一根神经都弯曲成一根根 纤细灼热的小沟 突然感觉到这样的耳聪木鸣 一种几乎令人不舒服的清晰 使我的同仁和我的骨膜变得更为敏锐 我的目光所触及到的一切东西 都是我觉得神秘 我能在整个一小时地看着筑鹿宫 用封稿把一块块离青掘起来 仅是这样的观看 就能使我如此强烈地感受着他的工作 以致他的肩膀的每一下颤动 都不由地传给了我 我能无休止地站在别人家的窗户前 想象着住在里面或可能住在里面的一个陌生人的命运 我能整小时整小时地盯住一个行人 出于无聊的磁石般的好奇心跟踪着他 而与此同时 我清楚地意识到 我的行为会使任何一个人偶然注意到我的人 觉得是不可理解的和愚蠢的 但这种幻想和乐趣对我的吸引力比任何剧院的演出 或任何书中的描写 惊险故事都要强烈 也许这种超等的刺激 这种神经质的洞察力 同地点的突然变换 有着最自然的联系 是空气压力的改变 以及由此而来的血液成分的变化 所引起的结果 不过 我从未试图弄清造成这种神秘的 精神亢奋状态的原因 可是 每次当它在我身上出现的时候 我往常的生活就像逝去的苍白的薄木 平庸的日子空洞无聊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 我才对自己本身的存在 和光怪陆离的生活有充分的感受 就在那个值得祝福的四月的日子里 我在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状态中 紧张而快意地坐在人流的河岸上的扶手椅上 等待着 可自己并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 但是 我带着钓鱼者的颤抖 虽则是轻微的 但却令人感到寒意的一种颤抖 在期待着鱼飘的抖动 我本能地知道 我今天一定会碰到一件什么事 或者一定会遇到一个什么人 因为我是那样眩晕的迷茫的 渴求着某种使我好奇心的乐趣 得到慰藉的东西 但是 大街并未提供给我什么 半小时后 我的眼睛变疲倦了 懒得再看过往的人群 而且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分辨清楚了 在林荫大道上 熙来攘往的人群对我来说 也已不存在了 它们成了一片汹涌起伏的波浪 黄色的 咖啡色的 黑色的 灰色的礼帽 风帽和鸭舌帽 汇成了这一切 还有那一张张 涂着脂粉和未涂脂粉的面孔 它们成了一片令人作呕的 由人流汇成的污水 向前流动 颜色越来越单调 越来越灰白 我越看越疲倦 我像是看了一场 拷贝复制的 晃来晃去 模糊不清的电影 感到疲惫不堪 我想站起身来 继续走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我终于 终于看到它了 起初 这个陌生人引起我的注意 是因为它一次又一次 落入了我的视野 在这半个小时 从我面前拥来几去的 其他成千上万的人 仿佛被一些无形的绳索 液着那样四处而去 它们只是匆匆地 显示一下它们的侧面 它们的影子 它们的轮廓 于是就被那洪流 永远地裹挟而去 只有这一个人 老师一再地 在一个地方浮现出来 因此我就发现了它 宛如拍案浪头 有时以一种 不可理喻的顽强劲 老师把同样的 肮脏的水草 冲到岸上 用自己湿漉漉的舌头 舔着它们 接着 马上又把它们抛起来 再拖回去似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它老在人流漩涡中浮现 几乎每次都间隔一定的 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 而且总在一个地方 它的目光总是同样的低垂 同样惊奇的阴暗 除此而外 它身上再没有什么 值得注意的东西了 饿得干瘦的身体 穿着一件亮金色的夏季外衣 这身外衣 显然是别人的 因为衣袖长得连手都露不出来 它穿着过于宽大 长得与它身材毫不相衬 而且饰样早就过时了 那张尖尖的老鼠脸上 有两片惨白的 仿佛退了色的嘴唇 嘴唇上的黄色小毛刷一样的胡子 猥琐地颤动着 这个可怜虫的身材 长得不合不局 奇形怪状 一个肩膀比另一个高 两条马戏团的小丑式的腿 面部的表情惶惶不安 它在人流的漩涡中 忽而从左边 忽而又从右边浮现出来 不时显得茫然若失地停下脚步 像一只小兔子 偷吃燕麦似的 胆怯地窥探着 随后钻入人浪中 又不见了 此外 它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衣衫褛褛的人 不知怎么 使我想起了果格里作品中的惯例 它近视得很厉害 或者笨得出奇 我不是一次 而是好几次看见 那些匆忙地 迈着坚定脚步的行人 推撞着这个糊里糊涂的家伙 几乎把它从人行道上挤了下去 但是它对此满不在乎 它顺从地躲到一旁 钻入人群 接着又出现了 它又到这里来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它 大约半小时之内 就看见它十到十二次之多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茨维格小说 巧识心意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更确切地说 开头时使我恼火 我恼恨自己 因为我今天虽然如此好奇 却不能立刻猜透这个人 想在这里干什么 我的努力越是毫无结果 我的好奇心也就愈加强烈 真贱贵 你这个家伙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在等什么呢 或者是在等谁 不会你不是乞丐 乞丐可不是傻瓜 不会站在最拥挤的地方 在这里 谁也没功夫 把手伸到口袋里 给你掏钱的 你也不是工人 一个工人 是不会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 悠闲自得地闲逛大街的 你更不会是在等一个姑娘 我亲爱的 哪怕是一个老太婆 一个没有姿色的女人 也不会对你这样一个 可怜的憋三钟情的 那么请告诉我 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也许你是一个卑劣的旅游响岛 专干那种勾当 碰一碰游客的胳膊 从衣襟下拿出几张春宫照片 得到一定的酬金后 你就让他享受一番 索多姆和葛莫拉城的欢乐 不 也不像 因为你和谁都不说话 相反 你胆怯地给人们让着路 低垂着一双 鬼觉得出奇的眼睛 见你的鬼 你这鬼鬼祟祟的家伙 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在我的领地里内 干什么呢 现在我已经盯住他不放了 五分钟之后 我就产生了激情 一种狂劲 我要弄清楚 这个穿亮金色外衣的家伙 为什么要在林音大道上挤来挤去 突然我猜到了 他是个侦探 是个侦探 是个换了装的警察 我完全是本能地认出了这一点 从完全细微的特征 从他打亮每个行人时 所用的那种斜视的眼神 以及他那监视人的目光 认出了这一点 这是不可能认不出来的 警察在学习干他那一行的第一年 就必须训练眼睛 这可不那么简单 首先他必须 像用刮脸刀划一条小缝那样 迅速将目光从一个人身上 一下子溜到他的脸上 并在像美光灯闪亮似的一瞬间 记住他的全部特征 而另一方面 还要在心里 同警察局所要捕获的 罪犯的特征加以比较 第二 这一点更难 这种审视的目光 一点也不能让人发觉 不能让你要寻找的人 看出你是密探 我所注视的这个人 娴熟地掌握了自己的行业 他像一个梦游者一样 浑浑沉沉地 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任人们推嗓 他毫不在意 可突然之间 他就像闪电般的速度 仿佛照相机的快门 咔嚓一响似的 将懒洋洋的眼皮一睁 那无比锋利的目光 就直向人刺去 显然 除我之外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这个正在旅行职务的密探 而我要是不走运 也不会发现任何东西 如果不是在这值得祝福的 四月日子里 我的好奇心突发起来 如果我不是这样长时间地 和恼火地守候着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呢 这个秘密的警察 肯定在各方面 都很精通自己的行业 他仔细研究过欺骗术 在出来捕获猎物时 装扮成一个地道的街头浪人 模仿着流浪汉的举止步态 穿着这种人的衣服 或者说的更确切一点 是一些破步 通常在百十步的距离 就能认出换了装的警察 因为这些先生们 不管他们换过多少次衣服 也无法把他们职业上的尊严 掩饰得一干二净 也从不能把这种骗术学到家 因为他们不能了解 对于从小就饥寒交迫的人们来说 是完全自然而然的胆怯和谦卑的举止 而他在装扮成一个贫穷潦倒的人时 是那样的出奇的逼真 真使人佩服 他研究流浪汉的脸谱 精通每一个细节 就说这亮金色的大衣 和略微歪到一边的礼貌 这保持着某种雅致的最后努力吧 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 考虑得多么细腻 而那裤子上的沾边和破旧的上衣 则完全表明他是个穷光蛋 作为一个经过训练的捕人猎手 他无疑看到穷困活像一只贪食的老鼠一样 首先是从边上啃捏衣服的 那副饥饿的面孔 同他那可怜的装束相配极了 熙熙落落的小胡子很可能是粘上去的 刮到不干不净的面颊 巧妙弄乱的头发 任何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都可能会堵咒发誓 肯定这个可怜虫 昨晚是在花园的长椅上过夜的 要不就是在警察局里的板凳上 此外 他还用手捂着嘴 病态地咳嗽着 冷得色索在自己的夏季外衣里 蹒跚地走着 仿佛四肢都惯了牵势的 老天可以作证 这是一个化妆师创作的晚期 肺结和病鬼的 唯妙唯消的杰作 我毫不羞愧地承认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出色的机会 能在这儿亲自去观察一个官方的警探 而兴高采烈 与此同时 尽管在我内心某处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种感觉 在这样一个值得祝福的晴朗的日子里 在温柔的四月阳光照耀下 一个指望到老年领取退休金的 换了妆的国家官吏 竟在窥伺着一个穷悍 以便抓住他 把他从明媚的春光里 拽到牢房中去 这是多么卑鄙呀 但不管怎么说 这种监视把我吸引住了 我越来越紧张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为自己发现每一个新的特点 而神采飞扬 但是 突然之间 我的这种可求发现的乐趣 烟消云散了 犹如一块冰高 在阳光下融化了似的 我的推断 有点不对头 有点不像是那么回事 我又变得没有把握了 他是侦探吗 我越是犀利地观察着这个古怪的 有手好闲的家伙 就越是怀疑自己 他那副外表上的寒酸像 对于一个紧紧用来装装样子的警察 那有点过分真实 过分郑重其事了 首先引起我怀疑的是那个衬衣领子 不 无法从垃圾箱里 把这样破烂不堪的脏布条拉出来 心甘情愿地将它围在脖子上 只有沦落到无路可走的人 才会穿这样的破烂货 其次 第二件不相衬的东西 是那双鞋 如果一般还可以把如此不像样子 张着大嘴的皮玩意儿 叫做鞋的话 右脚上那只 不是用黑鞋带 而是用粗糙的绳头绑着 左脚上的那只鞋底快掉了 每走一步 都像青蛙似的咧咧嘴巴 不 这样的鞋子是找不到的 也不会为了化妆而搞成这样 十分清楚 不可能有任何疑问 这个衣衫褴褴 捏手捏脚的家伙 不是警察 我的推断错了 可又是什么人呢 他为何在此挤来挤去 为何贼眉鼠眼的 用滑溜溜的 窥探的目光 东瞅瞅西看看呢 我为猜不透此人而感到恼火 我真想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问 你这个家伙 你要干什么 你在这里转悠什么 突然 我像被火烫着似的颤抖了一下 他沿着神经 静止准确地击中我的内心 现在 我什么都知道了 完全弄清楚了 绝对真实 不可辩驳 不 这不是侦探 我怎么竟能这样愚蠢 这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是警察的对手 是一个掏腰包的小偷 是个地地道道 货真价实的 精通记忆的职业小偷 是一个真正的爬手 他在马路上 列取皮夹子 表 女人的皮包 和其他东西 当我注意到 他老是 往人最多的地方挤来挤去 于是我才确切地肯定了 他所从事的这种行当 现在 我也懂得了 他故意装得跌跌撞撞 往不认识的人身上 擦来撞去 情况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了 他偏偏选择在咖啡馆门前 离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 那是有他的理由的 一位聪明的商店老板 为自己的橱窗想出了一个独出心裁的玩意儿 他店里的货不太畅销 无法吸引顾客 都是些椰子 土耳其糖果 和用材质包着的冰糖 但这个老板 却想出了一个漂亮的主意 他不仅用人造棕櫚和热带景物 把橱窗装饰得具有东方情趣 而且在这瑰丽的南方景之中 增加了三只活猴子 这真是一个天才的主意 这三只猴子在玻璃窗里面 做着极其滑稽可笑的动作 撕牙咧嘴 互相在对方身上捕捉跳蚤 做鬼脸出怪相 按照猴子的习性 无拘无束 乖张放肆 这位聪明的商人盘算得真不错啊 橱窗被好奇的人们 为个水泄不通 妇女们尤其开心 乐得直喊直叫 每当好奇的行人 聚集在商店橱窗前特别多的时候 我的朋友很快悄然而至 他客气地 以一种虚伪的谦卑姿态 向人群中最稠密的地方挤去 对于爬手记忆 至今还很少有人加以研究 描绘得也不高明 而就我所知 一个街头窃贼想要得手 正如青鱼要产卵一样 拥挤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在拥挤和冲撞中 被偷者才察觉不到 小偷摸皮夹子和怀表的碰触 但是除此之外 这是我现在才学到的 为了干得有把握 必须用某种办法转移人们 保护自己财产的下意识的警觉性 短时间地麻痹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三只猴子做着各种确实滑稽有趣的怪象 正是分散人们注意力的绝妙办法 说真的 这些丑态摆出 跳跳蹦蹦的长尾猴 是我这位掏腰包的新朋友得力的同谋者和帮凶 我的发现 这会儿使我得到原谅的 简直使我欢欣鼓舞 要知道在我的一生中 还从未见过扒手呢 或者说得更准确些 我愿意老实地承认 我见过一次 那还是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 为了学好英语 我当时常去法庭上旁听 某一次我去时 正赶上两个警察 把一个长得火红色头发的胖小伙子 带到法官面前 在法官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个钱包 这就是物证 几个证人发誓之后提供证词 接着法官便嘟嘟弄弄地 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英语 于是那个红色头发的小伙子就消失了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判了六个月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扒手 但是区别也正在于此 我根本无法证实 他是一个真正的扒手 只是由证人证实了他的罪行 我仅仅目睹了法律上 对其罪行的重述 而不是罪行本身 我所看见的 只是一个被告和被判决了的罪犯 而不是小偷 要知道小偷之为真正的小偷 只是在他偷窃的时候 而不是在两个月后 因自己的罪行受审的时候 这正如一个诗人之为真正的诗人 也只是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 而不是两年之后 他站在麦克风前 朗诵他那些诗歌的时候 一个人只有在他实现其行为时 他才是行为的创造者 现在我恰好有了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 可以在最能表明一个小偷的特征的时刻 对他进行观察 认识他本质中最真实的东西 观察这样稍纵即逝的瞬间 太不容易了 像窥知一个妇女受孕 和临产的时刻那样困难 想到有了这种可能性 那真使我激动万分 当然 我决定不放过这样一个绝妙的机会 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一定要详详细细地观察 偷窃的准备工作和偷窃行为 是如何进行的 我马上起身 离开自己坐在咖啡馆门前的那把椅子 在这里 我的视野太有限了 现在我需要一个视野广阔的位置 就是说需要一个活动观察点 以便能毫无障碍地监视它 我试了好几个地方 最终选择了一座四周贴满了 巴黎各剧院海报的商亭 我可以站在这里 装作一心一意地看海报的样子 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实际上在柱子的眼壁下 却从这里观察那个扒手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 我带着一股现在连我自己也觉得 无法理解的顽强劲 注视着这家伙 如何干那艰难而又危险的勾当 我不记得 有什么时候 我曾怀着如此巨大的兴趣 在剧院或电影院里观看过演员的表演 现实中最戏剧性的瞬间 要远远超过和高于任何艺术形式中的现实 现实万岁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巧时心意 在巴黎的林音大道上 度过的这一个小时 从上午11点到12点 对于我来说 却如短暂的一瞬 一闪就过去了 虽然或者更确切地说 正是因为这一小时 充满了持续紧张的情绪 无数激动人心的动荡 和微小的偶然事件 我可以用几个小时 来描述这一小时内所感受到的 它是那样刺激神经 那样以它惊险的表演 令人激动和兴奋 在这之前 类似的情况 我从来连想也未曾想到过 偷窃是一种异常困难 而又不易学会的记忆 不 在光天化日之下 掏腰包是一种可怕的 高度紧张的艺术 迄今为止 在我的理解中 掏腰包只不过是一个 胆大手快的概念而已 我确实曾认为 对于一个爬手来说 和玩盘叠的杂技演员或魔术师一样 只要有娴熟的指头功夫就够了 迪更斯在奥利弗尔特维斯特中描述了一个职业小偷如何训练孩子们学会从上衣口袋里掏手卷而不被察觉的本事 他在上衣上挂了一个铃铛 如果铃铛响了 那就说明他干得不利索 动作错了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迪更斯只注意到事情的纯技术方面 只注意到手指的技巧 他大概从未对一个小偷做过实地观察 大概他从没有机会发现 就像我现在有这样的运气一样 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 正在行窃的小偷 不仅要有手的灵巧 而且要有一种随时准备行动的精神力量 一种自我控制 一种训练有素 沉着冷静和神速的反应能力 而主要是他必须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般的胆量 经过60分钟的间隙 我已明白了一个掏腰包的小偷 必须像一个做心脏手术的外科医生那样 果断敏捷 一分钟的迟疑就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然而 手术至少是在哥罗方发生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 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不能活动 无法反抗 可这儿轻巧而突然的动作却是一个完全警觉的人身上进行的 而且装钱包的那些部位 人们特别敏感 一个爬手开始行窃的荡耳当他的手闪电般的进行工作时 在这紧张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必须还得同时控制自己面部的每一条肌肉和每根神经 必须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甚至百无聊赖的样子 他不能流露出自己激动的情绪 他不是抢劫犯 也不是杀人犯 无需在持刀刺入受害者身上时 眼神中充满猙獰残暴的表情 一个爬手 在把他的手伸向捕获猎物时 他的眼睛必须是清澈的、可亲的 他必须用最平淡的声调谦卑地嘟弄一句 对不起先生 但是这还不够 在他行窃的那一瞬间 单有狡猾、警惕和敏捷还不够 在这之前 他必须具有才智和善于识别人的能力 他必须以一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身份 对他的对象做出考察 在整个人群中 那些漫不经心的、轻信不疑的人 才是他考虑的对象 而在这些人之中 只有那些 没有把大一扭扣扣上的人 那些走路不太快的人 可以不引人注目 就走到他跟前的人 才是真正的目标 在一百个或五十个行人之中 在那个终点内 我数过 只有一两个人能落入他的狩猎场 不会比这再多了 一个明智的小偷 只能对这极少数的对象行窃 而在这极少数对象中的大多数人身上 他的行窃动作 由于种种数不清的偶然原因 在最后一刻遭到失败 对于扒手这一行来说 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警觉性和自我控制能力 要知道 一个小偷在行窃时 不仅要用自己所有的 处于紧张状态的感官 来选择和挨尽自己的对象 并且还得同时 用他精卵起来的感官中的 另一种感官来观察 是否有人在盯着他 不管是警察 还是街角中的暗叹 或者一个讨厌的好奇者 这种人经常是在大街上游来逛去 所有这些他都不会忽略 会不会他的手在橱窗上 被映照出来从而暴露了他 会不会有人正从商店和窗户后 看着他 付出的精力是那样的巨大 危险是那么多 两者简直不成正比 只要一个小小的失误或失算 就得和巴黎的林音大道告别三到四年 指头稍一哆嗦 或者手的动作稍一着急紧张 就得和自由分手 光天化日之下 在林音大道上行窃 这是一种极大的胆量啊 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了 从那以后 每当报纸把这一类偷窃当作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 在犯罪一篮中只给他们聊聊几行的版面时 我就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要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一切合法和非法的记忆中 这一行是最困难最危险的 它的某些最高成就可以使人认为它是一种艺术 我有权这样说 而且能够证明这一点 因为在那个四月的日子里 我经历过 我亲自感受过 我是亲自感受过 我这样说绝非夸张 因为只有在一开始 只有在最初的几分钟里 我才能完全实事求是的 冷静地观察它的记忆 任何一种充满激情的观察 都能激起它无法遏制的感情 这种感情 把你和你所观察的对象 连为一体 于是我自己不知不觉地 不由自主地 逐渐把自己和这个小偷连为一体了 在某种程度上 我已经进入它的皮肤 它的双手 从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变成了它精神上的同谋者 转变的过程是这样开始的 经过15分钟的监视后 我自己也惊奇地感觉到 我在观察过往行人时 已经是在估量他们之中 谁适合作为行妾的对象了 他们上衣是扣着还是敞着 他们的目光是漫不经心 还是处处留神 他们的皮夹子是不是装得鼓鼓的 简言之 他们是否值得我这位新朋友 花费力气 不久 就甚至不得不承认 在这场业已开始的战斗中 我早就不是中立者了 在我的内心中 渴望他最终能够成功 我甚至不得不竭力意志 我去想帮他一把的冲动 当一个赌博者要出错牌的时候 站在旁边的牌迷 就急得用两只胳膊碰他 提醒他注意出牌 我现在就是急得这个样子 一旦我的朋友错过一个量机时 我真想给他递个眼色 快 别放过他呀 就是他嘛 那个胖子 夜下夹着一大束鲜花的那个人 或者当我的朋友 又一次从人群中闪了出来 而一个警察 从拐角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必须警告他一声 这是我的义务 我吓得双膝直打哆嗦 仿佛我自己被抓住了似的 我已经感到警察的一只沉重的大手 落到了他的 落到了我的肩膀上了 但是 我轻松地嘘了一口气 我那小可怜 已经温文尔雅 若无其事地 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从那个警察身边走了过去 这一切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 我对这个人的内心活动 体验得越深 对他的记忆 再遭到不下于二十次的失败尝试 了解得更加透彻 我就变得越是急不可耐 他干嘛老不动手 为什么总是尝试和估量 我简直对他那愚蠢的迟疑不决 和永无休止地畏缩不前 恼火极了 真贱鬼 你这胆小鬼 动手啊 喂 胆子大一点 瞧 就那个 你倒动手啊 幸而我的朋友还不知道 也未想到我这不求而遇的同情 不因我的焦急而乱了方寸 在真正的久经考验的老手和新手 业余爱好者 以及门外汉之间有一个差别 精通记忆的 由于有长期的经验 直到每一次真正的成功之前 必然会有多次的失败 因此他惯于不慌不忙地做事 耐心地等待着最后的决定性的机会 正如一个作家 无所谓地放过无数 似乎是诱人的和值得珍贵的念头 只有外行人 才会不加思索地抓取一切到手的东西 而把所有力量 集中到最后一招上那样 这可怜的家伙 也放过了几百个机会 而我这个门外汉 和这一行当中的半吊子 却以为成功在握了 他审渡着 窥视着 试探着 往别人跟前磨蹭着 已经有成百次 用手摸过别人皮包和大衣了 但是他仍然下不了决心 毫无疲倦地耐着性子 在离橱窗三十不远的地方 毫不起眼地一再地躲着 同时 斜泥着周围 权衡着各种可能性 掂量着我这个新手 根本没有发现的一切危险 在这种震惊的 不可思议的坚韧精神中 有一种东西 使我这个急性子人 感到兴致盎然 使我相信 他最终必然成功 因为他那顽强的毅力 说明他不达到目的 是不会罢首的 于是我也下定决心 不看到他的胜利 绝不离开 哪怕我要等到半夜 中午了 这是涨潮的时刻 一股股喧哗奔腾的人流 从一条条窄街小巷里 从所有的楼梯上和院子里 涌向宽阔河床一般的 林荫大道 那些被关在 二楼、三楼、四楼上的 无数工作室里的工人 裁缝姑娘和店员 从作坊、工厂、 事务所、学校和办公室里 冲了出来 人群像一团团浑浊的蒸汽 在大街上向四周散开 又穿着白短衫和长照衫的工人 有叽叽喳喳 连鱼裙上别着一小树一小树紫罗兰 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的女郎 有穿着笔挺的礼服 夜下夹着工文包的小官吏 有脚夫 有身穿蓝色军装的士兵 有数不清的 无法确定身份的各色人等 在大城市里形象模糊 默默无闻地云云众生 他们在气闷的屋子里坐得太久 现在想舒展舒展腿脚 活动活动筋骨 袭来然往 呼吸着新鲜空气 喷吐着香烟的阴韵 在人群中拥来几去 一小时之内 大街充满着欢乐的气息 只有这一小时功夫 然后又得上楼去 回到那些窗户紧闭的屋子里 开车床 缝制衣服 敲打字机 计算那一行一行的数字 或者印刷 裁剪 做鞋子 这一点 人们身上的每块肌肉 每条神经都是知道的 因为他们欢快地 强有力地绷紧起来 这一点 他们的灵魂也是知道的 因此他们高兴地 尽情地享受着 这短暂的时刻 他们都在贪婪地寻求 和捕捉光明和欢乐 他们欢迎这一切呀 对他们说来 这是一种真正的乐趣 和解疑的快事 正是由于这种愿望 那个装有猴子的橱窗 特别成了一个 不花钱的娱乐场 就毫不奇怪了 人们聚集在诱人的玻璃窗前 女工们站在最前面 人们听到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 像是从一个嘈杂的鸟笼里 异映出来 犀利尖锐 而在后面 工人和游手好闲的汉子 说着粗鲁的笑话 向他们挤去 好奇的人群 欲是密集拥挤成紧紧一团 我的这只身穿亮金色外套的小金鱼 就愈加频繁地闪来闪去 机灵地一会儿从人群中浮游出来 一会儿又钻了进去 现在我不能老在这个观察点上 消极地观察它了 我必须清楚地从近处 看看它的指头 以便熟悉这种技术中 关键性的动作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只训练有素的猎狗 练就了一种特别的技能 它像一条鳗鱼那样滑溜 人群中只要有一条 哪怕像头发丝那么细的小缝 它都能在那里钻来钻去 现在你瞧 它刚才还在安安静静地 站在我身旁 可突然 就像变魔术似的不见了 一眨眼功夫 它已经到了前面 站在紧靠橱窗的地方 它一下子就穿过了三四排人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巧食心意 自然 我也开始跟着它往前挤了 因为我担心 在我尚未挤到橱窗前的时候 它就会以它那特有的巧妙方式 钻到别处又消失不见 但是我错了 它十分安静地等在那里 安静地出奇 注意 这可不是无意的 我马上告诉自己 开始仔细观察 它身边的人们 在它旁边 站着一个很胖的女人 看样子是个穷人 它右手小心地拉着一个 面色苍白的 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左手提着一支 廉价的日用提包 两支法国式的长面包 随便地树放在里面 这提包里的东西 肯定是她为丈夫准备的午饭 那些猴子的怪模怪样 使这个女人高兴得难以形容 显然她是一个忠厚的女人 没戴帽子 围着一条刺眼的围巾 穿着自己缝制的 廉价的印花布连衣裙 她那笨拙臃肿的身体 因为大笑 颤动得非常厉害 连提包里的面包 也在蹦蹦直跳 她指着嗓门 哈哈大笑 笑得猴头哽咽 喘不过气来 她的样子使观众十分开心 不亚于那三只猴子 她欣赏着这罕见的表演 怀着性格粗俗的 人们天真的快乐 和在生活中得不到乐趣的 人们内心的感激 哎 只有穷苦人才会有 这样发自内心的感激 也只有她们 只要是不花钱 像是上天赠予似的 那对她们来说 这就是一切享乐中的 最高享受了 这个善良的女人 不时地向小女孩 俯下身去 问她是否看得清楚 不要错过那些猴子 做出的怪象 看呀 看呀 马尔加利他 她带着男方口音 不停地对那个面色苍白 在生人面前 不好意思大声欢笑的 小女孩说着 端详这个女人 这个母亲 使人产生一种 庄严神圣的感情 她是盖亚的真正女儿 她是法兰西人民的 一个硕果啊 真想热烈地拥抱她 这个杰出的女人 她笑得那样开心 欢快 无忧无虑 可是我突然感到 有点不自在起来 我发现 那亮金色的衣袖 越来越近地 蹭到无忧无虑的 敞开的日用提包跟前了 只有穷人 才是无忧无虑的呀 看在上帝份上 你可不要从这个贫穷 忠厚 这个善良快乐的 女人的提包里 掏走她干憋的钱包啊 一股愤怒之情 突然间从我的心里 迸发出来 我一直怀着 观看比赛的兴致 注视着这个小偷 出自她的躯体 和她的灵魂 我那样思考着 与她有着同样的感情 我期望过 我甚至祝愿过 在她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力气 表现出如此巨大的胆量 和冒了如此巨大的风险之后 不至于一无所获 但现在 当我不仅看见她偷窃的企图 而且看见那个 将要被偷得活生生的人 那个淳朴的令人感动 毫无察觉的女人时 我感到愤怒了 她也许 要擦几个小时的地板和楼梯 才能赚到几个苏啊 你这个家伙 从这里滚开 我真想对这个小偷 大喊一声 去找另一个人 离开这个穷苦的女人吧 于是 我就硬挤到前面 去在那个女人旁边 以便保护那只 受到威胁的提包 可是 就在我向前挤的那瞬间 她却转过身来 碰了我一下 就从旁边溜走了 对不起 先生 她在碰我的时候 表示道歉 声音十分微弱 谦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叫声 随即 那身穿黄外套的人 已经从人群中挤出去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顿时感觉到 她已经得手了 现在可不能放过她 我粗暴地挤出人群 一位先生在身后 骂了我一句 因为我重重地 踩了她的脚 谢天谢地 我刚好及时赶到 看到那亮金色的外衣 正在林音大道 拐向一条胡同的鸡脚 闪来闪去 现在跟着她 就跟着她 一步也不要落下 我必须加快脚步 因为我简直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了 这个我盯了一小时之久的 可怜虫 突然变了样 刚才她猥琐的 几乎像是最久的 步态蹒跚 现在 她却像一只黄鼠狼一样 轻快地沿着墙壁 匆忙地走着 迈着一个公务员 错过了公共马车 想及时赶到办公室时 所特有的 惶恐不安的脚步 我不再有什么疑问了 这正是在 行窃得手之后 为了尽快地 不露行迹地 远离现场的一种走法 这是小偷的第二种步态 是的 毫无疑问 这个无耻的坏蛋 从那个穷苦女人的提包里 掏走了钱包 在发火的蛋儿 我差一点大声叫起来 抓小偷呢 但我缺少这种勇气 因为 我并未真正看到她 行窃的事实 怎么能这样匆忙地 加罪于她呢 而且 要想抓住 并扮演一个惩治罪犯的角色 必须有一定的勇气 去告发 去指控一个人 这种勇气 我从来就没有过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在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上 所有的是非 是多么的不可信呢 根据一个个别的 上属存疑的情况 就定人之罪 又是多么的蛮横无理呀 但是 就在我一边 毫不放松地跟踪她 一边想着 该怎么办的时候 又是使我一惊 还未穿过两条街 这个奇怪的人 突然间变换了姿态 用第三种步态走路了 她一下子就放慢了两步 不是那么匆忙地奔跑 也不再是畏首畏尾 神色紧张的样子 而是悠闲泰然地夺着步子 像是在散步一样 显然 她知道危险区已经过去 没有人跟踪她 任何人也奈何不了她咯 我懂了 经过令人难以想象的紧张之后 她想松口气 她成了一个退职爬手 是一个靠养老金生活的人 是那些抽着香烟 缓慢而安详地躲着步子 在大街上闲逛的 无数巴黎人中间的一员了 这个干憋的家伙 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逍遥自在 心安理得地 在德安丁大街上游荡着 现在我初次有了这样一种感觉 她现在甚至瞟着 迎面走来的妇女和姑娘 品评着她们的美貌 或者寻找机会搭讪 喏 这个永远令人捉摸不定的人 现在要去哪儿呢 看哪 到三一教堂前面 四周长满了绿色树丛的广场去 为什么 啊 我懂了 她是想在长椅上休息一两分钟 为什么不呢 不停地走来走去 这怎么能不使你累得精疲力竭呢 不 可是不对 我错了 这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 并未坐到长椅上去 而是直奔一座专攻拉撒之用的小房子走去 进去后 就小心翼翼地随手关上了那扇大门 一开头 我忍峻不尽 高超的记忆竟然要在如此普通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归宿 那么就是她吓得泻肚子 然而我又看到了 永远永远喜欢恶作剧的现实 总是能找到最令人开心的解疑的点子 因为她比任何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更为大胆 她毫无顾忌地将杰出和渺小的东西并列起来 而又不无挖苦之意地将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和令人惊奇的东西联系到一起 当我坐在长椅上等待着 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呢 她从那座灰色的房子里再次露面的时候 我明白了 这位经验丰富 记忆娴熟的能手 躲在四堵墙里清点她的收获 这在她那一行里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因为一个职业小偷 必须预先考虑到一个我们这些门外汉想象不到的难题 这一点我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 销毁所有的罪证 在这样一座警觉地瞪着数百万只眼睛看着你的城市里 除了这种地方 找不到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 躲在这四面墙里是最保险的了 即使是一个很少读过法庭记录的人 也总是觉得奇怪 在任何一件最渺小的事情所发生的大街上 撕掉一封信 并把它扔到水沟里 那会有几十只眼睛在盯着你 出乎你的意料 五分钟之后 一个百无聊赖的小伙子 就会由于好玩 而将那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 假如你在某个门口检查一下你的皮夹子 那么到明天 如果有人声称丢失了一个皮夹子 就会有一个女人跑到警察局去 她对你的描绘 不会比巴尔扎克描绘得差 连最微小的特征也不会放过 而你当时甚至都没有发现 要是你走进一家餐馆 那么一个你根本为家留意的适者 就已经注意到你的衣服 鞋子 帽子 头发的颜色 和指甲的形状是圆还是平的 从每一扇窗户和每一个橱窗里 从每间更衣室和每一个花盆后 都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 而你如果无忧无虑地独自在大街上溜达 以为没有任何人注视你 那你就错了 到处都有不邀而至的见证人 我们的整个生活被一层秘密的 天天都在更新的好奇之网蒙起来了 你这造诣很深的艺术家 想出了一个多么绝妙的主意 花几个苏 在这四堵不透光的墙里 待上几分钟 任何人都无法看到你 如何从偷来的钱包中 把钱掏出来 如何把物证销毁的 即便是我作为另一个你 并且是你既觉得可笑 又敢失望的一个伙伴 也无法计算你究竟偷了多少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但结果又非如此 他还没有来得及用他那细瘦的手指 转动门的把手 我就已经知道他遭到了失败 好像我同他一起清点了钱包里的钱似的 一笔少得可怜的外快 他失望地拖着疲惫无力的脚步 低垂的目光 松弛 萎靡 阴郁不乐的言简 看到这副样子 我马上就明白了 你这倒霉的家伙 整整一个上午 你算是白费劲了 你偷到的钱包里 肯定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我本来可以预先告诉你这一点的 顶多不过有两三张揉皱了的石法郎纸币 这对你所付出的巨大精力和所冒的 会被人打断脖子的风险 太不太不值得了 可是这对于一个打杂的女工来说 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 她肯定已经多次在别里维尔区 向她的那些应声而来的女邻居们 哭诉自己的不幸 诅咒那些该死的掏腰包的坏蛋 用颤抖的双手 一再地给他们看那只倒霉的提包 但是对于这个同样可怜的小偷 她伤心得也不轻啊 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 因为她抽了一张空白钱 几分钟之后 我的推测就被证实了 这可怜的废物 精神上和肉体上都疲倦不堪 她站在一家鞋店前面 用充满欲望的眼睛 久久地看着橱窗里最便宜的鞋子 鞋子?新的鞋子? 她确实需要一双啊 同成千上万 今天穿着硬皮底鞋或软胶底鞋 在巴黎大街上闲逛的人相比 她更需要一双新鞋 来替换脚上的那双破烂玩意儿 她正需要一双鞋子 来从事她那种不愉快的勾当 可是她那饥饿而又绝望的眼神 显然说明 要买像橱窗里摆的那样一双 擦得正亮 标价为54发廊的鞋 她偷来的钱是不够的 她沮丧地抠楼着身体 离开橱窗 继续向前走去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巧食心意 继续下去 要到哪儿去 又去干这种 会被打断脖子的勾当 为了这么点可怜的外快 拿自由去冒险 别这样呀 你这可怜人 至少你得休息会儿呀 果然就像是 真的察觉到我的希望似的 她折入一条胡同 最后在一家廉价饭铺前面 停了下来 不用说 我也跟着她走去 我已经有两个小时 和这个人同呼吸共命运 我要了解她的一切 为了小心起见 我匆忙地买了一份报纸 以便用她遮掩自己 随后我把帽子 斜压到额头上 走进饭铺 坐到她后面的一张桌子旁边 但是我的小心都是多余的 这个可怜的人 累得那样厉害 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她用迟钝的目光 空无所事地 望着白色的桌布发呆 只是在侍者拿来面包之后 她那双瘦骨鳞巡的手 才贪婪地抓起一块 急忙咀嚼起来 那副咀嚼的极劲 使我惊愕地认识到了 这可怜的人儿饿了 确确实实饿了 她从一大早 或许从昨天起 还未吃过东西 当侍者端来她要的饮料 一瓶牛奶时 我对她突然产生的怜悯之情 变得炙烈起来 一个小偷 一个喝牛奶的小偷 一些个别的索系小事 犹如滑着的火柴一样 能够一下子照亮一个人内心的深处 就在这一瞬间 当我看见她 这个小偷在喝着最一般的 婴儿们所喝的饮料 牛奶时 她在我眼里 立刻就不再是一个小偷了 她成了这个畸形的世界上 无数贫困的 被追逐的 有病的 不幸的人中的一个 骤然之间我觉得 把我和她关联在一起 是一种远比好奇心 更为深刻的东西 在人世间共同的衣食住行中 在赤裸身体时 在严寒酷暑理 在睡眠和疲乏 肉体遭受痛苦的时候 把人们区分开的东西 就不存在了 把人分为有德者和缺德者 可敬者和罪犯的人为的范畴 就消失了 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野兽 和地球上的生物 他们懂得饥饿和干渴 需要睡眠 知道疲倦 就像你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 我如同着了魔似地 注视着她 她小心翼翼 小口小口地 但却是贪婪地喝着浓牛奶 最后还把所有的面包屑 也剪了起来 就在此时 我为自己这样注视她 感到惭愧了 为了好奇 我已经有两个小时 像看跑马似的注视着她 这个不幸地被追逐的人 她走上了歧途 而我都没有想到去制止她 或者帮助她 为此我羞愧难当 一种强烈的欲望 主宰着我 想走到她面前 和她攀谈 给她出点主意 但是怎么去做呢 我对她说些什么呢 我斟酌着挖空心思 寻找一些托词 寻找一个借口 但没有找到 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嘛 在该果断形式的场合 客气到畏缩不前的地步 想得蛮大胆 可是连冲破将一个人 和我们分隔开的 那层薄薄空气的勇气都没有 即使我们明知 她遭到不幸时也是这样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再没有必要帮助一个 并不要求帮助的人 更困难的了 因为她不需要帮助 她还保留着 她所具有的最后一点品德 自尊 而这种自尊心 人们是不可以去任意伤害的呀 只有乞丐 才使人在施舍时 心情轻松 因为他们不会将人拒之千里 为此 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可这个人 却是一个固执的人 他宁愿冒丧失自由的风险 也不愿去刑起 宁愿去偷 也不愿伸手求援 如果我找到了某种借口 笨拙地走到他跟前 那会不会把他吓坏了呢 况且他坐在那里 那样无拘无束 那样疲惫不堪 去惊动他 那简直太残忍了 他把椅子紧靠在墙上 全身躺到椅背上 把头靠到墙上 一眨眼功夫 便闭上千灰色的眼皮 我明白了 我感觉到了 他现在最好能睡上一觉 哪怕十分钟 或者哪怕五分钟也好 我简直是亲身感受到 他的疲倦和劳累了 难道他那苍白的脸色 不就是牢房白墙的暗影吗 难道他衣袖上每动一下 就露出来的破孔 不就是说明 他未曾享受过 女性的体贴和关怀吗 我试图想象一下 他的生活情况 他住在一座楼房的第六层 一间没有供暖设备的房子里 一张肮脏的铁床 一只破旧的脸盆 一只小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 而即使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 也不得安宁 他害怕警察上楼的沉重脚步声 这一切我在两三分钟的时间里都看到了 他虚弱无力地将瘦骨灵巡的身体 和有些花白的脑袋靠在墙上 逝者这时已经在收拾桌子 将用过的刀叉弄得叮当的响 他对这样一些晚来的来消磨时间的顾客 并不喜欢 我第一个付了钱 很快走了出去 以免引起他的注意 而当几分钟之后 他也走到街上时 我又跟在他后面 我不惜任何代价 绝不让这可怜的人 去自己承受命运的摆布 现在 已经不再像上午那样 是由于顽皮和挠心的好奇 才是我紧紧盯住他不放 也不再是由于 想去见识一种新行业的执拗的乐趣 现在 我感到一直上升至喉咙的 郁闷的恐惧感 有了一种极端压抑的情感 而当我发现 他又向林荫大道走去时 他把我窒息得简直喘不过气来 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不是又要去有猴子的橱窗那里吧 别干蠢事了 好好想一想啊 那个女人肯定早已报告了警察 肯定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你 会马上抓你亮金色外套的衣袖的 算了 你今天别干了 别再去试试运气了 你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你已经耗尽了气力 没有干劲了 你疲倦了 而在艺术活动中 疲倦向来是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你最好还是好好休息 睡上一觉 可怜的人 别干了 今天别再干了 我无法解释 我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恐惧的感觉 为什么我像幻觉中那样 清楚地看见他刚一行窃 就被当场抓住 离林音大道欲尽 我的恐惧就愈加厉害 已经听见那里 永远是顶沸嘈杂的声浪了 不 无论如何 不要到那扇橱窗前面去 我不能让你去 你这傻瓜 我已经追上他了 想抓住他的胳膊 把他拽回来 但是 他仿佛又一次 懂得了我心中 给他下的命令 朗布房转到一边去了 他穿过离林大道前面的一条马路 横过德鲁奥街 突然间 迈着坚定的脚步 像回家似的 向一座楼房走去 我立刻认出了这座楼房 德鲁奥饭店 有名的巴黎拍卖厅 我为之一正 这个奇怪的人 令我惊愕 真不知有多少次了 正当我努力猜透他的生活时 他身上会生出一种力量 来迎合我的秘密欲望 在巴黎这座陌生的城市里 有几十万座房屋 我今天早上 原就打算在这里面看看 因为他能使我在这里度过极其激动人心 增长阅历 而同时又是有趣的时刻 那里比博物馆更有生气 有些时候里面真品宝物很多 在那个每一瞬间都变换不定 永远是他自身 又永远是另一个 因此我喜欢这外表并不起眼的德鲁奥旅馆 我喜欢它 它是一件最美的陈列品 因为它就是整个巴黎物质世界的 令人惊奇的一个缩影 在被四堵墙封闭起来的住宅里 有机地绘成了一体的东西 在这里却被分割成无数单个的物体陈列起来 就像肉铺里的一条硕大的动物肉体 被分解成许多小块似的 那些根本互不相容 互不相配的物品 那些最神圣和最普通的 在这里都用最常见的东西连在一起来了 所有在此陈列的东西都是为了变成钱 床和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帽子和地毯 钟表和脸盆 乌敦的大理石全神雕像和黄铜餐具 波斯的微型艺术品和镀银的香烟盒 同保罗瓦勒里著作的出版书 紧靠在一起的旧自行车 同哥特式的圣母像并列的留生机 同粗烈的彩色画挂在一堵墙上的 范德克的作品 同摔坏了的火炉放在一起的贝多芬的奏鸣曲 迫切需要的物品和显然多余的东西 低烈的作品和极其珍贵的艺术杰作 伟大的和渺小的真的和假的旧的和新的 由人的双手的和人的智慧所能创造出来的 一切庄严和拙劣的都汇入拍卖的转炉中 他把这座巨大城市的一切财富都冷漠残酷地吞进去 接着又喷出来 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残忍地铸成硬币和变成数字的转运站上 在这个人性的虚荣和人的需求的巨大的杂货市场上 在这个奇妙的地方 人们会比任何别的地方能够更强烈地感觉到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多么纷繁多样 贫困者可以在这里出卖一切 而富有者能在这里买到一切 而且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搞到东西 还可以增长阅历和知识 一个好学的人在这里通过观察和地厅 可以更好地增加对物质的了解 可以更好地理解艺术史 考古学、藏书学、极油和古壁学 此外也可以更好地认识人 因为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物一样 是那样五花八门 这里的东西要从各个拍卖厅转到新的人手里 他们在此只做短暂的休息 摆脱一下被奴役的处境 而这里的人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阶层 他们围在拍卖木桌的四周 好奇地、渴求、占有地拥来、挤去 他们一双双不安的眼睛里 充满着欲望和神秘地隐藏着的热情 在身穿质地很好的大衣 头戴发亮的圆顶礼帽的大商人旁边 坐着衣衫破旧的旧货商和从右岸来的小贩 他们来此是想为自己的小铺子买些便宜货 加在这群人中间的还有一些小投机商的中间人 代理人、台价人以及牵手们 他们吵吵嚷嚷、几里呱啦地说个没完 牵手是这一场中所必不可少的裂狗 这些人不放过一件价钱便宜的东西 或者只要他们发现 某位收藏家看中了某件珍贵的物品 就相互递送颜色、红台价钱 这里还有一些戴着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他们本身就干枯得像羊皮纸那样 在人群中慢慢地夺来夺去 活像一些没有睡醒的魔似的 又进来了一群颜色斑斓的极乐鸟 打扮入食满身珠宝的女士们 他们早就派自己的听差在拍卖桌前 给自己占好了位子 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些真正的行家 即收藏家共济会的成员 他们举止泰然、目光安闲 像仙鹤似的 所有这些被吸引到这里的人 有的是做生意 有的是出于好奇 有的是由于对艺术的真正热情 在他们后面 每次都有一群偶然聚到一起的 纯属好奇者 他们到这里来 仅仅是为了在不花钱的火炉旁取暖 或者用那些极具上升的数字的喷泉 来娱乐自己 然而 凡是到这里来的人 不管是谁都有自己的目的 收藏、冒险、赚钱、占有的欲望 或者仅仅是取暖 用别人的激情使自己振奋起来 对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们 都可以以其面部表情进行分门别类 排列组合 只是有一类人 我还从未在这里遇见过 而且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 就是小偷这一行的人 但是当我看见我的朋友 是以怎样一种准确无误的本能 前往那里时 我马上就明白了 在巴黎拍卖大厅 是他能够施展自己高超记忆的理想之地 甚至可能是最理想的地方 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必要条件 都极为奇妙地连接在一起 人们拥挤得十分可怕 简直不堪忍受 好奇焦急地等待和唱假、出假 分散着他们的注意力 第三、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 除了赛马场 现实大概只有在拍卖厅 人们才对所买的一切东西都付现金 因此可以设想 每个在场的人的钱包 都是装满了钞票 口袋都是古的 除了在这里 这样一双灵巧的手 还能指望在什么地方 可以得到充分施展呢? 我现在是明白了 我的朋友在上午所做的 不过是一次练习 是为了活动一下手指 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用武之地 然而当他沿着楼梯 慢悠悠地向二楼走去时 我最好还是抓住他的衣袖 把他拖回来 看在上帝的面上 难道你就没有看见那张布告吗? 那上面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写着 当心小偷 没有看见? 你这轻率的傻瓜 为了防备你这一类人 这里的人们是心中有数的 人群中有十几个密探 正在那里勤寻 我再说一遍 你今天是不会得手的 相信我吧 但是 这个炼达的人冷冷地扫试了那张 他大概很熟悉的布告 不慌不忙地 沿着楼梯向上走去 这是一种很策略的决定 我只能表示赞赏 因为楼下个厅里出售的 多是些日常用品 普通家具 箱子、贵厨 一些小商贩在那里拥挤着 忙碌着 在他们身上是不会有什么收获 得不到什么乐趣的 这些人或许还会按着农民的好习惯 把钱袋缠在肚子上 蹭到他们跟前去既没有好处也不妥当 但是在二楼个厅里拍卖的 却是名贵的东西 画、首饰、书籍、手稿、珠宝 那人们的口袋当然都是满满的 顾客们也都是无忧无虑的人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巧食心意 我勉强地能跟上我的朋友 因为他一进入正门 就在各厅钻来钻去 进进出出 寻找机会 无论在哪个厅里 他都要耐心而固执地 研究墙上的通告 仿佛一个饮食考究的人 在玩味一份独特的菜谱似的 最后他选定了七号厅 这里正在拍卖 欧德热 伯爵夫人收藏的 中国和日本的瓷器 毫无疑问 今天这儿一定有宝贵的珍品 因为人们聚集密密麻麻 在入口处就无法透过前面的帽子和大衣 看清楚拍卖桌 一堵也许由二三十层人组成的后墙 挡住了那张绿色长桌 从门口我们站着的地方 只能忘到拍卖人可笑的动作 他站在高处的台子前 手里拿着一柄白色小锤 俨然像一位乐队指挥 指挥着这部拍卖音乐 每经过许多拍子 长得吓人的休止以后 又必然转入最快速 这个拍卖人 也许像其他小职员一样 住在城郊的缅尼利蒙坦 或郊区的其他什么地方 有一套两间的住房 一座煤气灶和留生机 是他宝贵的财产 窗台上还放着一两盆添竹葵 但在这里 在高贵的听众面前 他身穿摩登的礼服 头发精心地梳洗过 显然为每天都能享受到 三个小时的乐趣而陶醉 在这三个小时里 他利用一柄小锤 将巴黎最贵重的东西 变成金钱 他笑容可掬 犹如一个杂技演员那样 熟练地从左边、右边、桌前、 大厅前后面捕捉飞来的给价 600、605、610 像玩一个彩球似的 然后把这些数字抛回去 构成这些数字的原因十分丰满 而那些辅音相互牵扯着 在此期间 他扮演一个卖弄风情的女郎 一旦没有人出嫁了 数字的旋风不再旋转时 他就带着诱人的微笑大声警告说 右边的人怎么样 左边的人如何 或者装模作样地皱起眉来 右手举着象牙锤威胁道 就这样了 要么或微微一笑地劝道 先生们 这可一点也不贵呢 整个过程中 他像老相识似的 对个别熟人点头致意 狡邪地向一些顾客递送眼色 为他们鼓劲 在宣布拍卖 每一样新的东西时 开始他的声音都是干巴巴的 一本正经地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随着价格的上升 他那难高音就变得 越来越富有戏剧性了 他未在这三个小时中 有三四百人屏住呼吸 两眼死死盯着他的嘴唇 或手中那把具有魔力的锤子 而吸满意足 他只不过是顾客们 随意出嫁的一个传声筒 但是那种以为自己 是在主宰一切的错觉 却使他飘飘然 他像孔雀开瓶似的 卖弄起他的口才 但这绝不妨碍我认为 他那副装腔做事的表情 实际上和早晨的那些 做滑稽像的猴子一样 在为我的朋友 起到同样的转移注意力的作用 我的这位勇敢的朋友 暂时还无法利用 这位同谋者的帮助 因为我们站在最后一排 任何想钻入这稠密的 暖哄哄的拥在一起的人群 几道拍卖桌前的企图 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希望的 但是我再次觉察到 在这种饶有兴趣的行业中 我确实是一个门外汉 我的伙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能手和技术专家 他早就知道 当锤子决定性地敲下去的荡耳 那南高音欢快地喊道 七千二百六十法郎 那人墙就在这情绪 松弛下来的瞬间松动开来 那些兴奋的昂起的头颅 都垂了下来 商人们在物品目录上 写下了价钱 时而有一两个 纯属好奇者走开了 稠密的人群 瞬间就出现了空隙 他的天才 迅速利用了这一刹那 低着头 像鱼雷似的往前钻去 一下子就穿过了 四五层人 我这个赌咒发誓 绝不让他甩掉的人 突然成了截然一身 看不见他了 虽然我现在同样向前挤去 可拍卖又再继续进行了 人墙又合拢来 我被卡在拥挤的人群中间 像一辆车子陷进沼泽地一样 这把热轰轰黏乎乎的虎钱 真是可怕极了 前后左右都是别人的身体 别人的衣服靠得这么近 旁边的人一咳嗽 就会使你颤动 更不可忍受的是满室尘土 散发着霉酸味的空气 但主要还是那股汗臭 不管到哪里 只要事关金钱 就总有这种汗臭 我热得满身是汗 想解开上衣 掏出手绢来 白费力气 我被挤得太紧了 我并没有认输 慢慢地 顽强地 一层一层地向前挤去 成功了 可我来晚了 亮金色的外套消失了 它隐藏在人群中什么地方 除我之外 谁也不会想到和它站在一起 会有危险 我的每一根神经 都由于某种莫名的恐惧 在颤抖着 这个可怜的家伙 今天肯定要触眉头的 我每分钟都在等待着 会有人大喊一声 抓小偷呀 那时就会乱挤乱嚷起来 人们会抓住它那身 黄外套的袖子 把它从人群中揪出来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我满脑子 都是这种可怕的念头 认为它今天 正是在今天 一定要倒霉 然而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没有喊叫 没有喧嚷 相反 讲话声 嘈杂声 猝然中断 一下子静得出奇 站在这里的二三百人 好像约好似的 都屏息静气 现在 他们怀着双倍的紧张 两眼盯住拍卖人 他向后退了一步 到了电灯下 他的前额 十分庄重地闪着亮光 原来 这一次拍卖中的 一个主要项目开始了 拍卖一支大花瓶 这支花瓶是中国皇帝 在三百年前亲自派使节 赠送给法国国王的 这件礼物在革命时期 如同许多其他东西那样 秘密地离开了凡尔赛 四个听差 穿着戴金银鞭式的制服 以一种特别的 故意野人注目的 小心谨慎 把这件宝贝抬到桌上 这花瓶周围白亮白亮的 上面画着蓝色花纹 拍卖人 郑重地咳嗽一声 宣布了有人出价钱 十三万法郎 十三万 一阵令人感到敬畏的沉默 回答了这个 使人肃然起敬的数字 没有人敢于立刻 喊出自己的出价 也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或者哪怕只是挪动一下脚步 换一下脚 满身是汗 紧紧地挤在一起的人群 由于敬重和畏惧而发呆变傻 终于 仅靠桌子左边站着的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头 抬起头来 有点发炯的 很快低声说了一句 十三万五千 在这时候 拍卖人立刻断然地宣布说 十四万 这时 极其狂热的游戏开始了 美国一个大拍卖行的代理人 每次总是竖起一只指头 这个出价就像电表似的 立刻使数字向上跳动五千 在桌子的另一端 一位著名收藏家的私人秘书 人群中有人悄悄说着他的名字 每次都用加倍的数字作为回答 拍卖渐渐变成了 这两位顾客之间的对话了 他们一个坐在另一个斜对面 但却固执地不肯正视对方 两个人都面对着拍卖人 而后者显然对这场交易感到满意 最后当数字上升到二十六万时 那个美国人第一次不再竖起指头了 已经喊出来的数字像凝固了的声音 在空中不动了 人们更加激动 拍卖人四次重复道 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 他像放出了一只鹰去抓捕猎物似的 将这个数字抛到大厅里 然后他停了一下 期待地看了看左右 嘿 他是多么乐于将这场赌博继续下去呀 问道 没有人在家啦 沉默 还是沉默 没有人在家啦 他几乎是绝望地叫着 沉默触动了一下 但这根弦并未发出声音 锤子慢慢举起来 三百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二十六万法郎第一次 二十六万法郎第二次 二十六万 沉默像一块巨石 立在哑然无声的大厅里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拍卖人像进行宗教仪式似的 庄严地将象牙锤举到人群的上空 又一次警告道 定啦 一点声音也没有 谁也没有应声 第三次 锤子落了下来 想起了枯燥刺耳的一击 定啦 二十六万法郎 这干巴巴的一击使人墙晃动了 瓦解成许多个单个的活生生的面孔 一切都动了起来 松了口气 叫喊起来 声音起来 咳嗽起来 密集的人群 犹如一个完整的人体 蠕动着 松弛下来 一股激浪从前面向后面 不断地翻动起来 我也受到了冲击 有人用胳膊肘 在我胸部撞了一下 而同时 有人低声嘟弄了一句 对不起 先生 我颤抖了一下 他的声音 哦 这可真是件怪事 正是他 丢掉了 又一直拼命寻找的不就是他吗 那滚动的浪头将他直接冲到我身上来了 多么幸运的巧合呀 感谢上帝 现在他就在我身旁 我终于能守卫和保护他了 我当然避免直视他的脸孔 而只是从侧面轻轻地瞟着他 还不是望他的脸 而是他的手 他从事行窃的工具 但是很奇怪 那双手竟不见了 很快我就发现了 他的两臂紧紧地贴在身上 为了不被人们发现他的双手 像一个怕冷的人那样 把他们缩到衣袖里去 这样 如果现在他把手伸向猎物时 受害者感觉到 只不过是柔软的衣服 偶然和毫无危险地碰触时 那只行窃的手 藏在袖口里 就像猫爪藏在毛茸茸的脚掌里似的 想得真妙啊 我为此赞叹不已 他现在看中了谁呢 我小心地朝站在他右边的人 瞥了一眼 那是一位瘦长的男人 衣服扭扣都扣得紧紧的 第二个人在他前面 虎背胸腰 不是那么容易得手 一开头 我弄不清楚 他怎么能顺利地 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上下手 可是 这使我感到自己的膝部 被轻轻地碰了一下 一个念头 疏得涌上我的脑迹 它使我一身冷汗 这一切准备 龟总都是冲着我来的 你这傻瓜 龟总说来 在这大厅里 你要偷的 是唯一知道你是谁的人 我将要上最后的 令人震惊的一刻 要在我的身上 实验一番你的记忆 的确 他似乎是看中了我 正是看中了我 这个不走运的家伙 正是看中了我 看透了他的心事的朋友 看中了我 一个唯一洞察到 他行业的秘密的人 是的 毫无疑问 看来是冲着我来的 现在无需再怀疑了 我已经感到 他的胳膊肘 轻轻地挤到我身上 他那藏着手掌的衣袖 一寸一寸地靠近了我 那只手 肯定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拥挤的人群 一动起来 他很快就会摸到 我上衣里面的口袋 诚然 本来我只需要 用一种小小的动作 那就可以使他无从下手 我转一下身 或者把上衣的扭扣扣起来 就足够了 但是很奇怪 我没有力量这么做 我的整个身体 由于激动和期待而贪软了 每块肌肉 每条神经 都像冻僵了似的 我一边极为激动地等待 一边迅速地在心里数着我的皮夹子里多少钱 正在想着皮夹子的荡耳 感到皮夹子温柔和轻微地触碰着我的胸部 我身上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颗牙齿 每一个指头 每一根神经 只要我一想到它 那就会变得敏感起来 皮夹子暂时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可以静静地等待即将发生的触碰 但是 这可是件奇怪的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被偷还是不被偷 我的感情一片混乱 仿佛被分成了两部分似的 一方面 我希望这傻瓜为了自己的缘故 不要打扰我 另一方面 我像在一个牙医那儿似的 当钻牙机快要钻到病牙的最敏感部位时 心里紧张得要命 我期待着它显示出来的记忆 期待着决定性的一击 但它好像为了惩罚我的好奇心似的 却一点也不着急 它一直在等待时机 靠得我很近 它可疑地寸寸进逼 越靠越近 虽然我的一切感官都与这种触碰完全连在一起了 但同时 另一种感觉 却使我十分清楚地听到 拍卖人和大声喊着的人们的出嫁 3750 谁还加 3760 770 780 没有人加了 没有人加了 随后 锤子落了下来 人群中又出现了一阵松动 而就在这瞬间 我马上感觉到了一股波浪波及到了我的身上 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触动 而是仿佛有条蛇溜了过去 一股滑动的有形体的气 那样轻呼 那样快速 如果我的好奇心不是一直处于戒备状态 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感觉到它的 只是当我的大衣像是被偶然的阵风吹拂摆动一下时 我有了一种轻柔之感 一只鸟从旁边掠过似的 于是突然间发生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 我自己的一只手猛然抬了起来 并在我的大衣下 抓住了别人的一只手 我根本没有想到要采取这样一种自慰措施 这是肌肉的一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反射动作 它完全是一种出于身体的自慰本能的机械动作 就这样 这是多么不理智的行为呀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 可怕 现在 我的手可怕地抓着别人的一只冰凉颤抖的手腕 这是我感到惊讶和恐慌 多么可怕 不 我并不想这样做 我无法描述这一秒钟 当我突然感到自己强行抓着一个陌生人的一只冰凉的手时 我吓呆了 它也同我一样的给吓得瘫软了 我没有力量和勇气放开它的手 而它也同样没有决心 没有勇气将手挣脱出去 450 460 470 拍卖人的声音在高处颤动着 可我仍然一直抓着那只陌生的冰凉颤抖的手 480 490 没有一个人发现这里有两个人发生了命运之争 仅仅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们两人紧张的神经之间 发生了一场不可名状的搏斗 500 510 520 一个个数字越来越快地闪过去 终于这一切不超过十秒钟 我清醒过来了 放开了那只陌生的手 它马上就缩了回去 腻在黄外套袖子里不见了 560 570 580 660 声音在高处继续颤动着 而我们这两个被共同的秘密连接到一起的伙伴 肩并肩站着 都被共同的精力惊得贪软无力 我还感觉到他的身体温暖地倚靠在我的身上 现在当机动松弛下来 我僵硬的两膝开始颤抖 我觉得这种轻微的颤抖也传给了他 620 30 40 50 60 70 数字越跳越高 我们俩却仍然站在这里 恐惧的铁环把我们束缚在一起 终于我有了力量 至少可以转过头去看他一眼 就在这一瞬间 他也望了我一眼 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了 行行好 行行好 别告发我呀 他那双泪汪汪的小眼睛似乎在哀求着 从滚圆的瞳孔中流露出 他那饱经沧桑的心灵的恐惧 这是所有生物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恐惧 他的凉撇小胡子 由于经济而不停地颤抖着 我只能看清他那双瞪的大大的眼睛 他的面孔由于惊恶呈现出一种罕见的表情 无论是在此以前还是以后 我在任何人的脸上都未曾看到过 他以那样一种奴言悲惜的 哈巴狗的目光望着我 好像我操有生杀语夺的大权似的 对此我惭愧至极 他的这种恐惧对我是一种凌辱 于是我尴尬地重又把目光移开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现在他知道我是绝不会告发他的 意识到这一点他又恢复了力量 他轻轻地移动躲开了我 我觉得他想完全摆脱掉我 一开始下面一只紧紧靠着我的膝头 悄悄地离开了 然后我胳膊感觉到一种人体温暖消失了 突然 仿佛属于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离我而去 我身旁的位子空了下来 我这位不幸的伙伴 一下子就窜到人群里不见了 我先是松了口气 觉得不那么拥挤了 可是我马上就害怕起来 他这个可怜的人 现在可怎么办呢 他需要钱 可我却因度过了这样紧张的一天 而欠了他的债 我是他的不由自主的同伙 我必须帮助 我匆忙地尾随而去 真是一种灾难啊 这可怜的家伙误解了我的善意 他从远处看见我后就吓坏了 我还未来得及示意叫他安心 那亮金色外套一眨眼就从楼梯上飞了下去 消失在马路上不可企及的人流之中 于是我的功课就如同他突然的开始那样 也突然的结束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茨维格小说 青云无路 奥地利遥远山村蒂罗尔邮局 与其他农村邮局没什么两样 看到一个就知道其他 他们都是在佛兰次约瑟夫时代建立的 各邮局都是用同样的国库拨款 用同样的简陋的设备装饰起来的 处处顽固地保持着官府财政的衙门关系 就是到了这个极偏僻 吸到冰川气息的蒂罗尔山村 也有一股令人不解的老奥地利的官器 即冰冷的烟草味的卷宗的尘土味 按一条详细的条文规定 房间的布置都一个样 房间里装有玻璃的木板 隔成两部分 一边是随便出入的顾客区 另一边是公务间 国家很少重视顾客区 不设座位 更没有舒适的设施 由此可见 国家不欢迎人在自由出入区久待 顾客区唯一的家具 是一张摇摇晃晃 可怜巴巴的 只能一墙而立的斜面桌 上面铺着一块破烂不堪的 图辣的压麻布 上面满是洒落的斑斑墨迹 使之成了一块黑布 谁也不可能记得 那个嵌在桌子上的墨水瓶有多久 已满是灰尘 里面的墨水干得成了浆糊 无法使用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物品 桌上笔槽里 偶尔有一支笔 不是断了尖 就是根本不能用 至于美观 吝啬的国库之初 也像对摆设一样不重视 自从共和国以来 把弗兰茨约瑟夫的画像 从墙上扯下来 以广告代之 在乌黑的石灰墙上 贴着刺眼的广告 花花绿绿成了房子里的装饰 那些大红大绿的招揽广告 为早已过时的展览会 招揽观众 或是为彩票招揽生意 在一些边远的邮局 甚至还有认购 暂时供债的宣传品 墙上许多广告中 还加上一条 禁止吸烟的 无人理睬的标语 便是在公共场合里 表现出国家的大度 受到别人尊敬的 是那些为顾客服务的 栅栏里的那些人 在这里 国家在这块小小的栅栏里 集中地清楚地表明 是象征着国家的权力和范围 房子角落里放着一只金柜 窗上装着栏杆 可以想到 肯定里面经常放着大量的钱 一架有活动底座 擦得正亮的黄铜外壳的 墨尔斯电报机 是屋里唯一的一件真品 在黑色涅槃里的内部电话 比电报机逊色多了 不引人注意 毕竟这两件东西 给这间屋子增添了欢乐和尊敬 因为街上铜线 这个偏僻的山村 就同全国广大地区联系上了 相比之下 邮政的其他方面就显得相形见处 计量邮包的磅秤 信贷 书籍 文件夹 账簿和登记册 还有花花作响的 存放油资的圆筒 天平 砝码 黑的 红的 蓝的和紫的 铅笔 回形针 夹子 捆绳 印泥 吸水海绵 吸墨器 橡皮 小刀 剪子 和彩纸刀 这么多杂七杂八的用具和用品 杂乱地放在两尺剑方的狭小的写字台上 在许多抽屉和柜子里 放着多如牛毛的 不断更新的一叠一落的文件和表格 显然 这是巨大的浪费 事实上 仅是眼睛的幻觉而已 原来 国家对于这些不值钱的用品 每一件 都有国家暗中记录在暗 毫不马虎 从用完的铅笔头 到撕破的邮票 从磨损的吸水纸 到白铁皮洗涤盆 被水飘走的肥皂片 从公务员内的灯泡 到锁孔的钥匙 无论是还在使用着 或者已经报废 国库要求他的雇员 一一造册登记 不准有半点马虎 铁炉子旁边挂着一张 打字机打印的财务详细清单 上面盖有公章 附有一张字迹潦草 不易足读的签名册 它具有权威性 铁的数目将邮局里 哪怕是最小最不值钱的 公务用品一一列出 公用的东西一上账就永远存在 不准拿出去 这是邮局的公务 规章和法规的要求 严格地说 这张打字机打的物品清单 必须有一个人签字 这个人每天早上八点推开窗口玻璃板 使那些本来没有生命的用具动起来 他打开邮带 将信件盖上邮戳 付清汇票 开收据 成包裹 再用蓝红黑色的纸上 做些特殊和为外人所不知的标记 他拿下电话耳机 再把电包机的导线接好 也许是某种考虑 这个人多半公认他为邮政助理或邮务官 他的名字并没有列在主要人物的名册上 而列入服务人员的名单上 放在邮政管理局一个科室的抽屉里 然而同样受严格审查和监督 有案可查 这间邮政总局雄鹰卵翼下的神圣的办公室 一直保持着旧貌 自然界永恒的生与灭的规律 冲破了国库的界限 屋外的树从花开到花落 孩子长大又成人 老人故去久屋倒塌 又重新建起新楼 而邮政部门却有一种超凡的力量 保持着永世不变的气概 在这块圣地上 每样东西不论用坏或是丢失了 还是损坏变形而报废了 只要向上司承报批准 就补发给一件同样的东西 以展示自己的变化超过了变化多端的世界 表现出国家的优越性 内容变了而形式不变 墙上的日历一张接一张撕下来 一星期七张 一个月三十张 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全丝光 剩下个皮 那么再领个新的 还是同样的纸形 同样的尺寸 同样的规格 连印刷都一样 样子一样 只是年份是下一年的 桌上那本分栏目结算账册 一页的左边写满了 就在右边写 写满了下边 就写上累计数 一页一页写下去 到账本写完用完 再领一本新的 又是同样类型 同样的形式 同样的大小 同前一本完全一样 今天用光了 明天用新的 周而复始 就像每天上班一样 所以还是在同一个桌子上 总是摆着那些 与以前完全相同的东西 毫无变化 如纸张 铅笔 区别针 纸尺和表格等 无休止的更换 却始终是同样的东西 在国库属下的这间屋子里 没有消亡的东西 也不会产生新东西 没有凋零 也没有繁盛 一成不变 主宰着这里 如果说 这里一成不变 倒不如说 这里不断的死亡更为确切 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中 唯一不同的是 它们的更新速度 而不是它们的命运 一支铅笔 可用一个星期 然后换一支新的 完全相同的一支 一本笔记本 可用一个月 一支灯泡 用三个月 一本日历 用一年 稻草填充的椅子 规定用三年 某君坐在这把椅子上 服务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 到时 它让位于某个新人 周而复始 离维也纳 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 据克雷姆斯 不远的一个小小村镇 克莱恩·莱佛林的 游物所里的公务员 这个可更换的设备零件 1926年改换成一位女性 由于本所的邮政系统 是一个低的等级 所以官方称这个邮所的所长 为邮政助理 从玻璃窗向内窥视 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 文静的年轻女性 她的嘴唇稍有点薄 脸色苍白 眼圈暗淡 晚上 当她打开灯 驱除黑暗时 如果细看 会发现她的前额和鬓角 爬上了细微的皱纹 然而 无论怎么说 同窗台上的锦魁 和今天她放在 白铁皮洗涤盆中的 一大把的接骨木比起来 她毕竟是 克莱恩·莱佛林村 有所诸多人和物中 最富有生机的一个 看来 她至少可以让 公家使用25年 她那手指苍白的手 抬起拉下 指指作响的玻璃板 不知有成千上万次 她还用同样的机械动作 把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封信 扔到油戳台上 接着 用黄铜油戳 沾上黑色印油 咔嚓咔嚓地 在每个信封的邮票上盖章 又是几十万 几百万次 她越干越熟练 她的关节 像机器一样运转 逐渐变成下意识的动作 越来越不受 大脑的支配 几十万封信 都是不同的信 可是 终究是信 邮戳也不是同一张 但都是邮票 日子不断过去 今天不是昨天 明天不是今天 但同样是一天 上午从八点到十二点 下午从两点到六点 一天又一天 在宇宙万物不断新尘代谢 新旧更迭的年月里 公物始终不变 兴趣和枯燥 一年到头始终不变 在一个静悄悄的夏日上午 浅黄色头发的女邮政助理 坐在玻璃窗后面 也许沉浸在对未来的遐想中 也许是梦幻发呆 总之 她那无所事事的双手 从工作台落到怀里 两手交叠在一起 一动不动 显得寿宵苍白疲惫 在这样晴空无云 骄阳似火的七月天的中午 克莱恩来佛林游所 不必担心会有多少事要做 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 信件已由 士号嚼烟草的驼贝邮差 新特费尔纳 分发到各家各户 天黑以前 工厂不会再送包裹和货物 样品邮件 就说写信 农民这会儿既无兴趣又无时间 这一荡儿 他们戴着宽颜的草帽 遮蔽烈日 在镇外老远的葡萄园里 爬地 放了学的孩子们 光着脚在小溪里 追逐嬉戏 有所前的那条中间鼓起的石子路 在似火的焦阳下 静静地躺着 无人走动 这个时候 能在家里休息 做个好梦 该有多好 放下来的百叶窗 提供了人工的阴凉 纸张 表格 都在各自的抽屉里 和书架上睡觉 电话机和电报机 在朦胧的金色阳光中 懒洋洋的和无神的发出弱光 寂静 宛如一团密质的金色尘埃 笼罩着所有的东西 只有在窗户间的蚊子 发出的像小提琴般的细微的音音声 和大吐风发出的像大提琴般的嗡嗡声 他们演奏着小人国的夏日乐曲 在这间凉快的房间里 唯一不停止运动的 是挂在两窗之间的木框挂中 她每秒钟就滴答一声 像滴了一滴水 这单调的微弱的声音 与其说是在唤醒人 不如说催人入睡 有所女助理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 舒适的身体像瘫了一般 她在这个沉睡的小世界中 默然地坐着 已准备好缝衣针和线团吊在地上 她不想拾起来 也懒得费这个劲 她浑身发软 悠然自得心平气和地 养身靠在椅背上 她闭上眼睛 一种不可多得的奇妙感受 缓缓流遍她的全身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小说 《青云无路》 这时突然响起滴答声 她突然惊醒了 接着便是更响亮 更清脆 更急切地滴滴答答声 穆尔斯电报机 不驯服地工作起来 答答作响 闹钟也叮当响了起来 一封电报 克莱恩来佛林村的西客 受到人们的恭敬接待 邮政女助理猛地一下摆脱了 懒洋洋软绵绵的精神状态 一个箭步来到电报机旁 装上了纸袋 但她刚看到电码前面几个字 顿时心潮澎湃 热血一下子涌到头上 因为她再次工作至今 自己的真名实性还是第一次出现在电报纸上 她一遍两遍三遍 翻来覆去地看着这份打好的电文 不知所云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是谁从彭特雷西纳给她打来的电报 奥地利克莱恩来佛林 克利斯蒂娜霍夫莱娜 结成欢迎 随时等着你 日期听遍 行前电告到达时间即可 最中心的祝愿 克莱尔及安东尼 她在猜想 等待她的这个安东尼是个什么人 是男还是女 是哪位好友跟我开这种天真的玩笑 她突然想起来 数周前妈妈就告诉自己 说有个姨妈今年夏天要到欧洲来 对了 她叫克拉拉安东尼 这准是她丈夫的名字 母亲总喊她安东 是啊 现在她回想得更清楚了 她前天亲自把一封从色宝来的信 带给妈妈 而妈妈总是做出神秘的姿态 信的内容只字不讲 而电报是打给自己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要她到彭特雷西纳姨妈那里去吗 这从来没听说过 她再一次凝视着还没有贴在信上的电报纸 这是她在这里接的第一份个人电报 她读了一遍又一遍 茫然的 好奇的 半信半疑的 心情慌乱地读着这张奇特的纸条 不 不能等到中午下班 她得立刻去问问妈妈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一狠心抓起钥匙 锁上有锁大门 向对面自己的住处跑去 由于激动 她忘记了关上电报机的撤动手柄 在这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电报机的黄铜剑 依然不停地打着空白电报袋 滴滴答答打着 仿佛对人的忽略表示愤怒 再一次证明电报的速度快得不可想象 因为它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这几行字像一道白色的无声的闪电 传进奥地利死气沉沉 如矿坑的游所里 几分钟之前 这几行字还在三国之遥的恩加丁 在淡蓝色的冰川的阴影中 在龙胆般纯洁的恩加丁的天空下写的电文 现在 发报人填写的表格上的墨迹还没干 电报的内容和呼唤已经打入对方震惊的心房 那里又发生了如下的事情 安东尼、樊伯伦、荷兰人 多年定居美国 在南方诸州做棉花经纪人 那么 安东尼、樊伯伦是一个心肠好的 不动感情的 严格地说 他是一个迟钝的人 他刚刚在皇宫旅馆里充满阳光的 有着玻璃落地窗的平台上 吃完了早饭 此刻 他给早餐加上了尼古丁的桂冠 悠然自得地 抽起装在特别封装在烟盒里的 从产地带来的 粗大的黑褐色的 哈瓦那雪茄 作为一个抽烟的行家 为了品味饭后第一口烟所带来的愉快 这位微胖的先生 把腿抬得高高的 放在对面一张安乐椅上 接着打开纽约先驱报 像巨翻般的一张 在行情汇率经济新闻浩瀚的千字海洋中遨游 他的妻子克莱尔坐在他的鞋对面 以前大家都称呼他克拉拉 此时他百无聊赖地 把食用的柚子切成小块 及多年的经验 他知道 要用交谈打破丈夫早晨树立的纸墙 是毫无希望的 所以当头戴褐色小帽 苹果红的脸蛋 举止有点滑稽的旅馆侍者 拿着晨报 突然静止朝他走来 他一点也没生气 托盘上 只有一封信 尽管如此 信的内容显然使他十分激动 使他不顾多次的教训 竟然打断他丈夫的早读习惯 安东尼 给我点时间 他请求道 丈夫的报纸纹丝不动 我不想打扰你 安东尼 只是一小会儿 这事儿很紧急 玛丽 他着急无意间用英语 说出了这个名字 玛丽刚刚写信说 他不能来了 他说他真想来 可就是心脏不好 甚至很糟糕 医生说 两千米高原 他会坚持不住的 所以根本来不了 但是如果我们同意的话 他就让克里斯蒂娜 到我们这里住两个星期 你一定记得 最小的 头发金黄的那个女孩 战前 你曾收到过她的照片 她在一家邮局工作 还从来没有休过假 如果她提出申请 会立刻得到满足 信中还说 又过了许多年 她要向你亲爱的克拉拉 和敬爱的姨父问安 她自然会感到幸福的 等等等等 报纸依然不动 克莱尔不耐烦了 喂 你到底有什么意见 让不让他来 到这里来呼吸几天新鲜空气 对这个可怜的孩子 不会有什么害处 说到底 这也是应该做的 既然我已经到了这里 说实在的 我应该认识认识 我姐姐的孩子 我们早就同姐姐家没有联系了 我让她来 你不会反对吧 报纸微微一动 发出沙沙声响 这是一个圆圆的 蓝莹莹的 哈瓦那雪茄的烟圈 从报纸白边缝中 冉冉升起 然后才听到了那沉重的 不在意的声音 一点也不反对 我怎么会反对呢 这句言简意该的话 结束了这场谈话 同时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 就这样又重新恢复了 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个凡字 与德语中的缝字相近 似乎是同一个贵族的称谓 但在荷兰语中 则是一个普通名称 虽然他们夫妇之间 用英语交谈 但这位克莱尔·凡伯伦的太太 不是别人 正是玛丽·霍夫莱娜的妹妹 是克莱恩·莱弗林 有所女助理的姨妈 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以前 她就离开了奥地利 这段经历是不光彩的黑故事中的一段插曲 这段往事如今只留给她的不完整的回忆 记忆总是对人有益的 她的姐姐始终没有把她的事情细节 告诉她女儿克里斯蒂娜 这一事件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如果不是几个聪明的妙手及时扭转了局势 从而使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调查者无法获得新资料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在那时 那个克莱尔·范伯伦太太 就是菜场接一家华贵时装店的一个 极普通的时装模特 克拉拉小姐 然而 这位顾盼多情 体态轻盈的时装小姐 竟是一位陪太太前来的 试衣而又年近半百的 木材厂老板 神魂颠倒 短短的几天 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富商 以唯恐在关城门前赶不到 而拼命飞奔的尽头 迷恋上了丰满的迷人的金发女郎 为了加快她获得成功的速度 在她们那些妇人圈子里 她是算得上一个 异乎寻常的慷慨大方的人 不久 这位19岁的时装小姐 穿上了原先她只有资格 穿上在镜子前 给那些好挑剔 多半要求过高的顾客展示的服装 最好的衣服和皮大衣 成了她的私有财产 如今 坐着旅馆讲究的马车 在街上兜风 引起了正直的亲友们的反感 她打扮得很时髦 这位半百的大富商就越喜欢她 这位阔老迷恋的月神魂颠倒 宇佳不惜金钱去打扮她 仅几个星期 她就被她弄得魂飞魄散 使她不得不秘密请律师 办离婚手续 现在 她再走几步 就成为维也纳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就在这时 老板太太 由于匿名性地告诫 采取了一种坚决的鲁莽行动 打断了一切 三十年平静的婚姻突然遭到破坏 她像一匹驳马被人甩到一边 她的愤慨变为发狂 她买了一支左轮手枪 突然袭击了这对在一家新开张旅馆里优惠的 年龄相差悬殊的情侣 她气急败坏 二话不说 就对女的连开两枪 一枪没打中 一枪打在她的上臂 事后得知 伤势并不重 可是随着枪声引起的结果 却是非常难堪 慌忙跑出来的邻居 从打破的窗子传出的呼救声 砸开门就有人晕过去 抢救的忙乱 请医生喊警察 做案情做记录 往后就是经过法院审理 由于这种丑事易传播 所有与此相关的人士忧心忡忡 有钱人不仅在维也纳 到处都有他们的律师 他们耍阴谋诡计 是掩饰令人恼火的 桃色案件的能手 司法顾问卡普尔·卢斯 立即阻止了这起事件的扩大 客气地请克拉拉来到她的办公室 她非常时髦 壁上缠着花哨的绷带 好奇地读着一份 由她拟定的协议书 她说 她对这件事是有责任的 协议书要求她出庭前应该去美国 在那里她除了得到一笔一次性的补偿金以外 如果她对此事补生扬出去 还可以连续五年 每月初从一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钱 这件丑事发生后 可拉拉再也不想留在维也纳 继续当时装小姐 加之她已被家赶出门 所以她平心静气读完写满四大张纸的协议书 迅速计算总的签数 她对这个数目感到惊奇 可她想碰碰运气 又提出再加一千顿的要求 这笔钱得到认可 于是她婉然一笑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以后她飘扬过海 充满信心 对自己的决定毫不后悔 在旅途中 她遇到几次可以皆为良缘的机会 但都错过了 不久 一个决定命运的机会到了 在纽约一家旅馆里 她认识了她的樊伯伦 她当时只不过是荷兰某出口公司的小小代理人 她当机立断 用她带来的这一小笔 她万万没料到 竟是罗曼提克式来源的资金 在美国南方开始独立经营 三年后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五年后 有了一所房子 十年后 他们有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在欧洲打的 辛辛苦苦挣来的产业 在欧洲会被战争毁灭殆尽 当时 其他大陆上都是蒸蒸日上 现在 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 他们显示出 做生意的才能 成为父亲商号里的得力助手 这样 二老才决定 辛苦多年之后 放心无虑地 进行一次舒适的欧洲旅行 说来也奇怪 此时此刻 当色宝的平坦的河岸 从浓雾中逐渐显露出来 在闪电的一瞬间 克莱尔骤然感到自己的思想之情 来了一个大的转变 在内心深处 他早已成了美国人 当他眼前出现的是欧洲的土地 这活生生的事实 就是他感到一股强烈的 对青年时代的怀念 夜里 他梦见那个带栏杆的小床 他和姐姐 尖挨尖 睡在上面 成百上千件小事 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为多年来 没有给这个贫穷的 寡居的姐姐 写过枝言片语 而感到羞愧 这种情感使他坐卧不宁 所以传一到岸 他就发了一封信 付上一百美元钞票 请姐姐到他这里来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青云无路 既然这一邀请 改为 向外甥女发出 樊伯伦太太 轻轻一招手 一个身穿褐色浩衣的侍者 大步流星走过来 略微示意后 就取来了电报单 接着 把帽子向耳旁扎紧一下 拿着填好的电报单 向邮电局飞奔而去 不几分钟 电码信号便从 滴滴答答的 莫尔斯电报机 飞上屋顶 沿着微微飘动的铜线 比飞奔的火车还要快 阳气滚滚黄土的汽车 更不能比 仅仅电火一闪 这信息就持过千里导线 瞬息间越过国界 越过弗拉尔贝格的 崇山峻岭 罪尔小国 列士敦士登 千古万巒的蒂罗尔 这种神奇的 无穷变化的电波 在这词语 从冰川之巅 丝丝的直奔多脑河谷 在林兹传入放大镜 只有几秒钟 用比说快字 还要快的速度 这条信息就通过 克莱恩·莱佛林 有所屋顶上的导线 接线柱 冲入钢筋形的接收机 又从这里 闯入一颗 惊讶惶恐的心 淹没在巨大心脏翻腾的 好奇的热流中 横过街口 再拐个弯 登上昏暗嘎嘎作响的木楼梯 克里斯蒂娜就到了家 这是在一座狭窄的农家房子上盖的 仅有一个矮小窗户的合用阁楼 紧邻这一道向前突出的人字墙 是冬天挡雪用的 可是挡住了顶层的光线 白天见不到太阳 只有傍晚时分 窗台上才有微弱的阳光 所以这间阴暗的阁楼小屋里 总有一股霉味 屋脊的腐朽味 床单的潮气味 陈年怪味 如同木头上产生了霉菌 在正常的年月 这种房子只能做仓库用 可是战争刚结束 严重防荒 人们的要求不高 只能将两张床 一张桌子 一个旧柜子 放在四堵墙中间 就谢天谢地了 甚至那张祖传的皮沙发椅 太占地方 不得不送给旧物店廉价卖掉 后来很后悔 以后霍夫莱娜太太 双腿患水肿 因没有椅子 只能在床上休息 这双患病的 肿胀成疙瘩的双腿 用法兰绒绷带裹紧 绷带下面露出危险的静脉青色 病因是劳累过度 导致胃老先衰 过去 她在一家占地医院里 当了两年管理员 不赚钱不行啊 整天在一个潮湿的房间里干活 天长日久 给她的腿留下了病根 从此以后 她一走路就气喘 每当干点力气活 或是心情激动时 这个胖胖的女人 突然激烈心跳 阵阵作痛 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 但她并不老 帝国被推翻后 她有个在政府公职 当疏密官的小叔子 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 及时地为科里斯蒂娜 谋到一个邮政助理的位置 这真算是幸运式了 虽说心经微薄 又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里 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 不管怎样 上有片瓦 下有喘息之地 大小刚够气深 或者可以说 是让人习惯于将来钻进那口更狭窄的棺材 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 总有一股酸溜溜的潮湿味 还有一股病人长期卧床的怪味 小屋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厨房 从关炎的门缝中 传出阵阵热饭的香味和水蒸气 好像还有一块棉纱在燃烧 克里斯蒂娜进屋后 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就是一把推开窗户 窗子猛地咔嚓一声 惊醒了床上的老太太 她就声音 这有什么办法 只有一点动静 她就声音 就像一个快散架的柜子 人刚走近她 还没有碰她 她就会咯吱咯吱响一样 一个患风湿病的人 每动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所以就怕身子动弹 老太太先哼了几声 在这必不可少的声音后 才慢慢清醒过来 问道 什么事 虽然她昏昏沉沉 半醒半睡 可还知道 现在不是中午 还不到吃饭时间 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这时 这时女儿将电报递给了她 老太太那只宝金风霜的手 吃力地伸向床头柜摸眼镜 因为每动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所以摸了很久 才在药品堆里找到那副钢架眼镜 慢慢地戴上 她才看清了这封电报的内容 她那沉重的身体像出了电视的猛然一震 随后张大口喘息 浑身上下起伏不停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亮腔几步 身体不稳 整个躯体重重地摔在克里斯蒂娜身上 她冲动地紧紧抓住受惊的女儿 浑身颤抖 又是笑又是喘息 想说话又讲不出来 最后她筋疲力尽手捂着胸口 一头倒在软椅上 大口吸气 有一分钟 她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从她那色缩的无涯的嘴里 接着迸发出一连串混乱的 模糊不清的话语 这些戚戚戾巴巴吐出来的支言片语 一再被她自己发出的嘈杂的 得意的笑声所淹没 她完全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 而只是一个劲地哽咽着 笔画着 同时泪水顺着面颊流进干憋的 不断哆嗦的嘴里 他神志不清 说出一连串杂乱无章的话 像被这种可笑的尴尬场面 弄得不知所措的女儿 粗暴的 无理智的 一股脑的治了过去 谢天谢地 这下子可有好结果了 他这个不中用的 病入膏肓的老太太 可以安心归天了 为此 他上个月 也就是六月间 他外出朝拜 在那里他只求了一件事 就是希望自己的妹妹克拉拉 从美国回来一趟 在他死以前 托他照料这个可怜的孩子 眼下他可以心满意足了 瞧 瞧 他不止写信来 还舍得花不少钱打来电报 让小克里斯特 到他住的旅馆去 还有两周前他还寄来一百美元呢 是的 他 克拉拉 从来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一直是个好心肠的人 这一百美元 这一百美元不止做旅费 不光这样 克里斯特用这些钱 去那些高级的疗养地 看姨妈之前 添置一些漂亮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像贵族小姐一样 是啊 在那儿可以大开眼界 他可以第一次看那些体面的人和有钱的人 是怎样舒舒服服地生活的 感谢上帝 他就要投一回同别人一样过上好日子 这个嘛 我敢对圣徒说 他完全应当享受这种生活 可是到今天 他得到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有的只是干活 上班 受苦受累 还要伺候他这个 不中用的 痛苦的 浑身是病的老太婆 我已经是上帝的人了 最好早点归天 小克里斯特为母亲操劳 还有那个该死的战争 使他的豆蔻年华全毁掉了 一想到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年华 这老太婆的心几乎碎了 可是现在好了 有了盼头 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对待姨妈和姨父 要有礼貌 为人要谦虚 不要怕克拉拉姨妈 她有克金子般的心 人好 等她入土以后 这姨妈肯定会帮忙 把小克里斯特 从这个令人窒息的小地方 从这个穷乡僻壤中弄出去 哦 弄得好 说不准 姨妈会提出来 同她一起去美国 只要离开这个荒芜的国家 离开那些对自己冷淡的人 不要考虑她这个老婆子 她总有一天在救济院 替自己找到一个位置 可是最后还能有几天呢 啊 最好 她现在就安心死去 现在什么都好了 可放心了 老太太全身浮肿 从头到脚 头巾和裙子 裹得严严实实 她摇摇晃晃 吃力地站起来 拖着笨重的双腿 在屋里来回盘山 她的地板搁置作响 由于意外的喜讯 使她热泪纵横 她不得不用一块红色的大手帕擦泪 她欣喜若狂 用越来越使劲地比划着 不得不坐下 哼一阵 醒醒鼻涕 喘够了气 再从头唠唠叨叨说下去 她能想起多少心奇事 她就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一会儿嚷 一会儿叫 一会儿声音 一会儿哭 都是喜事临门 激动万分造成的 在她精疲力尽的刹那间 她猛然地注意到 静听她那滔滔不绝的 欢快话语的克里斯蒂娜 此时面色苍白 腼腆地茫然地站在那里 双眼显出惊奇和迷惑的神情 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 老太太生气了 她又一次费力地猛然站起来 奔向克里斯蒂娜 尽情地抓住 惶惶不安的女儿 深深吻她 又哭起来 她紧紧抱着女儿 不住地摇晃她的身子 好像要把她从梦中摇醒似的 哎 你怎么不说话呢 这都是你的事 难道是别人的事 你怎么了 小傻瓜 瞧你愣得像块木头似的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讲 这是一件意外的大喜事 你倒是高兴起来呀 哎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在办公期间 按规定 严禁邮局所有职员善理职守 就是去做最要紧的私事 也是违反法规的 这叫做 执重于人 公大于私 所以 克莱恩·莱弗林的女邮政助理 在耽误了几分钟之后 又规规矩矩 坐在玻璃板后面办公了 这期间 没有人来找过她 一张张散乱的公文纸 和先前一样 懒洋洋地 躺在无人光顾的桌子上 是她激动不已的那架电报机 已经关上 在昏暗的房间里 静静地闪着黄光 谢天谢地 什么人也没来 什么事也没耽误 这时 她的心平静下来 倒是可以仔细回想一下 使她迷惑的消息了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引起一片忙乱 她还弄不明白 这条沿着电线进入室内 又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消息 是福是祸 这时 混乱的思想逐渐理出个头绪 她要离开这里了 第一次离开母亲 出去两个星期 或许还更长一点的时间 到不认识的人那里去 不 是到克拉拉姨妈那里去 到一个高级旅馆去找她母亲的妹妹 她要去度假了 这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度假 她工作多年 该有一次假了 出去见见世面 看看新事物和其他什么事物 她翻来覆去的想了想 想了又想 这确实是件好事 母亲是对的 的确 母亲为此高兴是对的 老实说 这是许许多多年 来到他们家的最好的消息 这一回 她可以摆脱公务的羁绊 自由自在地 去看一看新面孔 见见世面 这难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吗 突然间 她的耳边响起了母亲 惊异的 可怕的 近乎于发怒的提问 喂 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